成了被大暴君处死的短命炮灰小公主 当我正准备攒钱带我便宜娘跑路时 没想到暴君爹爹居然能听到我的心声 这辈子我娘是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嫔 偷偷生下我过后 就一直将我藏在冷宫之中 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娘和野男人偷偷生下来的 为了感谢我娘在得知自己怀下我后 还毅然决然把我生下来 我在三岁之前努力扮演好一个正常的小奶娃 每日嘴里阿巴阿巴阿巴的喊着 直到我三岁这年因为偷吃意外跑出了冷宫 没想到居然还生下孽种藏了三年 这论罪当猪啊 御花亭内 一位穿着艳丽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美艳女人 捏着嗓子对着一旁身穿着龙袍的男人道 跪在地上的一飞天眼急忙颤抖着身子 对着上方的男人道 不 不是的陛下 晚晚是您的孩子 他真的是您的亲生女儿 一飞你大胆 死到临头居然还敢狡辩 美艳女人大手一挥 两个工人立马上前 我跪在地上 被其中一个工人强行抓住小手 用针戳破了我的手指 将我的一滴血滴到了成了水的碗中 那美艳女人一扭着水蛇腰来到了男人的跟前 捏着嗓子道 还劳烦陛下伸手给臣妾一滴血 若这孩子真的是陛下的 那两滴血一定会相容的 听着女人这话 我心态崩了 彻底的崩了 等一下我这个炮灰小公主 就要被我的反派暴君亲爹给砍脑来了 特喵的叔叔我呀 要洗了 暴君萧悬一迷惑道 谁在说话 坐在上方笼椅上的大暴君耳边 您快看 两滴血不相容 这孩子果真是这一飞和肩负生的瓦 没有 臣妾真的没有偷人 晚晚真的是陛下您的女儿 跪在地上的一飞拼命辩解 但上方的大暴君丝毫不为所动 来人 大暴君单手扶着额头 正打算让侍卫将一飞和我拖下去时 耳边再一次响起了方才的声音 嗚嗚 来了来了 砍头的时候来了 叔叔我呀 今日的脑袋就要远行了 我恨这个愚蠢的封建迷信 滴血认亲本就是无稽之谈啊 不行 我一搬单车变摩托 我要不然还是再挣扎一下 说不定大暴君看在我长得那么可爱的份上 就不忍心杀我了 可没想到我刚抬起小脑袋 就撞进大暴君那冰冷的眼眸中 吓得我小脸一白 哇嗚 妈妈呀 恶鬼的眼神都没有大暴君这个眼神可怕 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人 算了算了 死就死吧 反正算算时间 三年后大暴君一家都会被男主灭口 一家人脑袋整整齐齐挂成楼上 大暴君眼中的瞳孔猛地缩一缩 眼神紧盯着下方低着脑袋的我看 是他在说话 不 不对 如果他说话了怎么其他人都没有反应 这时 大暴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好像是能听见我的心声 大暴君将视线落在不远处的我身上 语气凉薄冰冷道 过来 我并不知道大暴君那句话是对我说的 直到我感觉四周的声音都安静了下来 有一道灼热的视线落在我的身上 我在自己的小心脏 砰砰狂跳时抬起头 一下子就撞进了那大暴君冰冷的毛子 意识到大暴君是在同我说话 我的小脸立马变成了苦瓜脸 大暴君让我过去不会是想直接掐死我吧 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 不愧是反派暴君 有亲女儿她真掐 我身旁的一飞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陛下让婉婉过去 会不会发现了婉婉的秘密 但若是婉婉不过去 万一陛下恼怒 在隐瞒秘密和让女儿活下去两者之间 一飞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她轻拍了拍身旁我的手 柔声道 乖婉婉 不怕 去陛下那边吧 她是你父皇 没事的 我因为一飞这个动作 差点就要哭了 娘呀 大暴君那个样子明明是想杀我 一旁的立飞瞧着那一幅母女情深的画面 背地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虽然心中惧怕 但最终在一飞那慈母一般的眼神下 还是硬着头皮 迈着自己的小短腿 朝着不远处的大暴君走去 大暴君看着我那同她有些相似的眉眼 心中突然升起了几分怪异的情绪来 她突然伸手掐住了我的小脸 大暴君立即大得很 在她大手捏上我脸颊的那一刻 我不是被她吓哭的 而是被她直接捏哭了 服了 你个老六 大暴君看着眼前挖的一声哭出来的我 眼中闪过诧异的神色 她居然喊自己老六 她果然是个小妖怪 要不然是如何知晓自己当年在宫中是排行第六的六皇子 就在大暴君犹豫着是要掐死我这个小妖怪 还是要留我一条命 以便应对三年后一家人脑袋挂成楼的命运时 就见我原本有黑的瞳孔突然一瞬间染红了 大暴君看此 眼中闪过微惊之意 她是红彤 大暴君瞧着我方才那眼中一闪而过的红彤 她没想到我当真是她的子嗣 甚至于是她的子嗣中唯一一个继承了她的红彤 既是朕的亲子嗣 又何必将她藏于这身宫之中 丽妃听了男人这话 一脸不解 陛下 这碗中的两滴血未相容 这小妾种分明是 大暴君道 滴血认亲纯属无稽之谈 镇绍时便拆穿过 若是将两滴血滴入温水之中 你和猪的血都能相容 不仅丽妃惊讶 连同我在听了反派暴君爹这话过后 也是挺惊讶的 天阿撸 这大暴君居然还知道滴血认亲是无稽之谈 我不仅活下来了 大暴君还封我为东宁九公主 四名萧云婉 同我娘一起从冷宫搬回芙蓉宫 一旁的怡妃看着我 柔声问道 宝贝 怎么了 娘亲 婉婉要照镜子 一飞一脸震惊瞧着面前喊她娘亲的我 你说什么 娘亲 婉婉要照镜子 我又重复了一遍 一飞的眼眶一下子变红了 她看向一旁的婢女荷花 气不成声道 荷 荷花你听见了吗 婉婉她方才说话了 她 她喊我娘亲了 荷花擦着从眼眶中溢出的眼泪点了点头 娘娘 奴婢听见了 小九公主说话了 她喊你娘亲了 一飞激动的一把将我抱入怀中 哽咽着嗓子道 三年了 我的婉婉终于会叫娘了 我心中长叹了一口气 照了镜子越发觉得我长得当真是可爱 不过只要一想到三年后 一家人整整齐齐挂成楼上 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了 一下子瞧见了放在梳妆台上的玉琢金钗之后 我一下子有了主意 有了钱 我是不是就能带着娘逃出宫过好日子了 我阴郁的心情一下子就被一扫而空了 攒银子 逃出宫 保小命 正在我胡思乱想时 福公公到了 一飞娘娘 陛下吩咐了 只让九公主一人前去 一旁的我听言 小脸瞬间垮掉了 邪马的抗拒 福公公许事看出来一飞的不放心 又道 陛下只是想见见小九公主而已 福公公这话也是将一飞点醒了 毕竟血浓于水 父女俩见面能增进感情 在我得知真的要一个人去见那大豹君时 表面镇定的像个小公主 但实则内心慌得一笔 今天大豹君独自召见了我 我低垂着小脸 一想到要见那个很掐我脖子的豹君爹 我整个人都开心不起来了 我在福公公的带领下 走到了大豹君的寝殿门口 福公公还贴心地给我推开了门 我心想 福公公你人还怪好的嘞 正躺在殿内软榻上看书的大豹君还未见着人 耳边就又响起了那熟悉的萌娃音 哇 这大豹君的寝殿也太豪华了吧 这柱子都是金子做的 是真的金子吗 让我咬一口试试 呜 是真的金子 果真是豹君 连柱子都是金子做的 可想而知搜刮了多少明知明膏啊 我一边朝着里面走着 一边在心中默默吐槽 结果我刚走到那店 就听见啪的一声 吓得我小身子 被我抖了一下 我抬起头 便看见不远处坐在软榻上 将书反扣在桌面上 一脸不悦的大豹君 爹爹 年仅三岁的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直勾勾盯着他 在听见我那声爹爹后 一向冷血无情的大豹君 第一次生出了一种 名叫愧疚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啊 好吓人啊 难不成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莫非是方才肯掉的金子 我想着 赶紧伸出小手 在自己的脸上摸了摸 然而并没有摸到什么 大豹君捏了捏眉头 这小妖怪 话倒是挺多 过来 这次正不掐你 看大豹君现在这副样子 好像也并没有要掐死我的意思 我也放松了点警辟 一步一步朝着大豹君走去 大豹君从一旁的暗格之中 拿出了一块玉佩 递给了我 我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这是给我的吗 大豹君点了点头 子女降生 做父母的未来祈求子女平安 都要送些东西 这是朕一直带在身边的玉佩 今日便送给你 这玉佩是他一直带在身边的没错 但他可不是一般的玉佩 可是被普宁斯的高僧加过法印的 一切邪碎都不能进他的身 大豹君看着我缓缓伸出手 在我即将要触碰到玉佩时 见我突然停住了动作 大豹君眉头一跳 就在他怀疑我当真是 被什么不干净的邪碎附身时 他再一次听到了我的心声 这大豹君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好 前几日还掐我脖子 今天就要送我东西 不会有诈吧 既然你那么有诚意送我 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 谢谢爹爹 我小脸上挂着灿烂的笑瞳他说 显然是格外真是他送的这枚玉佩 如今大豹君对我已经是了然 既然能拿住玉佩 那当真没有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上身 我看着大豹君嘴角 突然勾起的一抹笑意 这大豹君突然莫名其妙的笑起来 是怎么回事 记得文中说过豹君一笑 就代表要死一个人 妈呀 原来拿着玉佩的代价是要我狗命 大豹君听着我的心声一阵无语 本来他心情还挺好的 结果这小屁孩当真是会杀风景的很 震笑起来很可怕嘛 大豹君压着心中的怒火 冷声道 我听言心中猛的咯噔了一下 想脑袋立马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知道震为什么要笑吗 我继续摇摇头 大豹君紧接着说道 因为现在五十了 一到五十镇就喜欢杀人 五十的阳光坠裂 死去的人做不成冤魂 下一秒 偌大的寝殿内传来小公主响亮的哭声 还伴随着年轻帝王那发自肺腑的低沉笑声 浮公公听着那笑声觉得怪异极了 他何时听过陛下这般真心笑过 陛下上一次这般笑过 还是少时吧 陛下的寝殿内怎么有孩子的哭声 浮公公听着正出神 耳边突然一道女声响起 见是身穿一身素衣的柔妃娘娘 奴才见过柔妃娘娘 回柔妃娘娘的话 是九公主在里头 柔妃心中冷笑了声 他就知道陛下怎么会真正喜爱这个九公主 毕竟他娘一妃身上 可还背着一条谋害子嗣的罪名 柔妃穿着一身素衣 头挽着一道简单的发迹 语气娇娇弱弱弱道 臣妾见过陛下 柔妃看着不远处坐在椅子上的我 柔声询问道 这个就是一妃姐姐的孩子吗 大豹君看着女人红着眼眶 将手落在自己的肚子上 便知道他定然是又想到了三年前 一非因为善度谋害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大豹君皱了下眉 看了我一眼 对着扶公公道 送他回去 是 扶公公话音刚落 大豹君再一次听到了我的心声 这柔妃不就是那个三年前 污蔑我娘谋害他肚子里孩子 实际上是他自己不小心喝多了 保胎药而流产的那个爵士大白脸吗 自己喝多了保胎药流产 大豹君扶着柔妃妖记的手一将 柔妃撇了眼一旁的我 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娇若对着男人开口道 陛下 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了 当年流产一世也不怪一非姐姐 说着 柔妃还故意掉出了几滴泪 我听着身后 柔妃那带着哭腔的语气 心中忍不住吐槽道 咦 好大的白脸味 这柔妃还没有我娘一半好看 要没有我娘亲戏 胸也没有我娘大 后面她趁你病 要你命 直接为你喝毒药 你脑袋成楼挂 她靠在别的男人怀里 给你戴绿帽 唉 我命苦的娘呀 我可要快点 攒很多很多的银子 带着我娘逃出宫 柔妃看着我的身影 在她眼前消失 心中不由冷哼了一声 不自量力的小剑主 陛下 这是臣妾特意熬的参汤 陛下尝尝 柔妃将食盒中的参汤取出 殷勤地递到了男人嘴边 大豹君盯着柔妃那张柔弱的小脸 不知怎么眼前突然闪过柔妃面容 猙獰掐着她的下巴 管她喝毒药的画面 见她不肯喝 她直接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恶语道 贱人 给老娘张嘴喝 还把自己当皇帝呢 大豹君吓得浑身一颤 一把将柔妃手中的汤丸打翻 必 陛下 柔妃也是被此举给吓到了 闪着泪眸看着眼前的男人 大豹君收敛起自己的神色 面容如常道 正先前处理奏者太累了 手抖了一下 爱妃没被吓到吧 柔妃善解人意道 陛下虽然身为一国之君 陛下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太过于劳累 臣妾会心疼的 那臣妾再回去重新熬一份生汤 让人送过来 好 大豹君面色如常地注视着女人离开 因为神色太过于正常 柔妃并未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她一出寝殿 便对着一旁的婢女道 等回去本宫要沐浴 柔妃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虽然因为三年前的意外 她再也不能生育 但是她也并非一无所有 今日她在陛下这里露了一下脸 陛下知晓 她一定会为了那个夭折的孩子伤感 所以陛下晚上一定会来她的寝宫陪她 在柔妃走后 大豹君眼中的柔情利益便立马消失殆尽 她整个人脸色都阴沉得吓人 谈位 大豹君话音刚落 一道黑影从窗外闪了进来 丹西跪在大豹君的面前 陈在 去把当年给柔妃把胎的张太仪给震捉过来 自打我被大豹君单独召见之后 我娘这心里一直都不太踏实 娘娘 再怎么说小公主是陛下的亲子寺 小公主殿下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 我倒也不是害怕陛下会对婉婉做些什么 哎 婉婉她愚笨 再加上当初柔妃流产一事 陛下本就对我心存芥蒂 娘娘 当年柔妃流产一事本就与你无关 说起当年柔妃流产一事 何花当真是满胸腔的怒火 当年他们家娘娘只是从柔妃身边路过 谁知柔妃突然啊的一声摔倒在地 落了胎 明明他们家娘娘碰都没有碰到她 结果却被关在冷宫里待了三年 两人正伤感着 突然听到外头传来了熟悉的萌娃音 一抬头便看见我一蹦一跳地走进来 乖宝 你平安回来就好 我一进来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娘眼睛红红的 像是哭过了 是哪个混蛋惹我娘亲哭了 看我不打断她的狗腿 娘亲 你怎么哭了 我抬起小手摸了摸一飞的脸 一飞摇了摇头 笑着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娘亲没哭 娘亲只是有些担心玩玩而已 Oh my God 得知真相后的大豹君在椅子上静坐了许久 终于他站起身说了句 去芙蓉宫 夜已深 站在芙蓉宫门口首夜的宫女 乔剑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男人不由吓得一跳 避 陛下 大豹君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宫女吓得急忙闭上嘴巴 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走了进去 大豹君已经有三年未曾踏足过芙蓉宫了 这芙蓉宫依旧还是他熟悉的样子 先前芙蓉宫的院子里被一飞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这三年因为被他打入了冷宫 原先院子里的那些花早就酷败了 大豹君刚走到店外 便已经是听见了店内传来的欢声笑语声 娘亲真好看 再来带这个花花发际就更好看了 店内 一飞端坐在椅子上 任由我在一旁给她的发际上插上发簪 是不是太花哨了 一飞摸了摸自己的发际 不花哨 娘亲那么漂亮 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 荷花也在一旁附和道 娘娘好看的 婉婉公主真有眼光 我心道 谁让我娘亲是个绝世大美人呢 嗚嗚嗚 越看越觉得娘亲怎么那么好看 那大豹君居然还能喜欢那个小白莲 当真是眼睛秀逗了 娘亲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晚晚一定好好攒银子 等我们逃出宫 晚晚就给娘亲找年轻身强力壮的俊美男子做夫君 至于大豹君那个扎爹 就让他和他心爱的小白莲哪凉快哪待着吧 站在门口的大豹君听到我的心声 脸一下就黑了 福公公站着好好的 突然感觉自己的背后生起了一股良意 去显华宫 大豹君冷声道 显华宫是柔菲的住所 福公公立马便懂了 原来令陛下不悦的是柔菲 柔菲惨了 此时的柔菲正享受着婢女们的梳妆打扮 给本宫的唇色涂得淡些 眼眉抹得红些 不过也不能太红 可不能让陛下瞧出来本宫是化了妆的 毕竟陛下喜欢我素颜的样子 梳妆完毕之后 柔菲借过婢女帝来的镜子 满意勾成一笑 就在柔菲沉溺在自己的美貌时 她的贴身宫女帝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是陛下来了吗 柔菲语气十分欣喜 赶紧起身打算迎接圣宠 可没想到帝儿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娘娘 陛下没来 陛下去扶龙宫了 扶龙宫 柔菲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扶龙宫不是宜妃的住所吗 陛下去她那边做什么 帝儿胆战心惊道 奴婢只听人说扶龙宫里头传来欢声笑语 宜妃这个贱人 帝儿话音刚落 柔菲便已经是忍不住的谩骂出声 碧儿吓得浑身一颤 扑通一声便跪到了地上 语气颤抖道 娘娘息怒 如今的柔菲在听见陛下今夜在扶龙宫流宿之后 她心中早已经是度一横生 丝毫没有注意到跪在地上的碧儿目光 时不时惊恐地望向门口 也不知道是看见了什么 身子都止不住地颤抖 柔菲继续口谱芬芳道 一飞那个小剑蹄子当真是一点也不安分 还没有出宫几天就开始勾引陛下 哼 柔菲坐在椅子上将一飞横骂了一遍 骂完之后正打算起身去一趟扶龙宫 不行 本宫现在不能去 在陛下眼中本宫可是她最爱的节语花 本宫若是现在去 和泼妇有什么区别 啊 本宫三年前能让她冷宫待上三年 现在也能让她在冷宫待一辈子 柔菲只高气扬地说着 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闯入她的视线 她的眼睛立马和男人那双冰冷的眼对上了 柔菲吓得腿脚一软 整个人险些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语气惊恐道 毕 陛下 陛下怎么在这里 她在这里待了多久 她方才说的那些话 陛下听去了多少 柔菲努力地镇定住自己脸上的表情 心中告诉自己说不定陛下刚来 什么也没有听到而已 可瞧着陛下朝着她走来时 她的身子还是止不住地颤抖 爱妃 看到这你抖什么 大豹君笑着朝着柔菲走去 但如今她的笑容让人看着毛骨悚然极了 正听闻爱妃身体抱恙 特意命人给爱妃带了汤药过来 柔菲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五六个太监手中都拿着药碗 从门口走了进来 柔菲心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颤抖着唇道 臣妾谢陛下关心 不过臣妾身体已经好了 不用喝药了 这怎么行了 爱妃今日可都要喝完 大豹君捏住柔菲的下巴 笑着道 毕竟这可是爱妃最喜欢喝的 保胎药 下一秒 大豹君松开了手 几个太监上前将柔菲按住 掐住他的脸 强行给他灌药 第二天天刚亮 柔菲得了疯病 被陛下打入冷宫一事 已经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 宫中上下都纷纷猜测 这柔菲好端端的 怎么就得了疯病 听说柔菲做了错事 惹陛下生气 陛下一怒之下 要将他打入冷宫 然后他就疯了 听说柔菲好像是被狗咬了一口 陛下让人灌他喝药 柔菲嫌要苦不肯喝 然后就疯了 听说柔菲咬了陛下一口 然后就疯了 大清早 婉婉昏昏欲睡的 被他娘叫起来用早膳 刚准备咬一口大肉包 就见荷花小跑了进来 神秘兮兮的跟他娘说 娘娘 柔菲被陛下打入冷宫了 听说是柔菲被狗咬了之后 又咬了陛下一口 然后就被陛下打入冷宫了 一旁正迷利呼呼啃着肉包的婉婉 啥 大豹菲被狗咬了一口 然后把狗打入冷宫了 这狗啥来头啊 大豹菲刚扮只脚 踏进芙蓉宫就听见婉婉心声 他被狗咬了 谁传的谣言 大豹菲贴了一眼身旁的福公公 奴婢参见陛下 屋外突然传来 逼你们恭敬的声音 一飞下意识朝着外头看去 就看见一道熟悉的高大身影 一飞心中一惊 陛下怎么来了 一飞起身正要给男人行礼时 大豹菲稳稳扶住了他 爱妃不必多礼 一飞瞧着男人扶着他的手 下意识心声避讳 避开了大豹菲的触碰 瞧见一飞这番 避他如蛇蝎的举动 大豹菲眉头皱了皱 又听到了我的心声 我敲 扎爹 把爪子撒开 我娘那么倾国倾城 毕业羞花 陈鱼落雁 国色天香 如花似玉 花容月貌 冰情玉洁 千娇百妹的一个大美人 不许你碰她 大豹菲听言眉头一跳 心声叛骨 将人拉进了自己怀里 一飞瞧着陛下这番举动 脸上也是写满了困惑 在场的荷花和福公公 两人也是瞪大了眼睛 莫菲陛下知道三年前 娘娘是被陷害的 娘娘 三年了 您的福气终于来了 陛下真英勇 避飞娘娘你的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大豹菲本垂眸 看见怀中的女人时 不由心中一动 避飞长得让人不敢亵渎的美 大豹菲冷不丁想到 我先前说的话 容飞还没有我娘一半好看 要没有我娘亲戚 胸也没有 大豹菲深吸了一口气 松开了手 由于她神色如常 在场无人发现 她那微红的耳根 震 下了潮正好路过 就正巧来看看你和婉婉 看我跟娘 这个大豹菲会那么好心 这不就是黄鼠狼 给祭拜年没安好心吗 娘 别信这个臭男人的话 有诈 大豹菲听着我的心声 心中怒气横生 这是她的亲闺女嘛 一口一个扎爹臭男人 大豹菲的骂她 大豹菲走到我跟前 打算给我来点爱的教育 结果刚走到我身边 就见我手里抱着 啃了一半的包子 抬起头看她 软乎乎的萌娃音道 爹爹 大豹菲本来心里还挺气的 但在看见我那张萌娃脸 还有听见我喊的那声 甜甜的爹爹之后 她落在我小脑袋上的那大手 诡异地轻柔了揉我的小脑袋 宛如一个雌妇似的笑着道 乖 包子好吃吗 好吃 爹爹要尝尝吗 说着 我将自己啃了还剩一半的包子 递到了大豹菲的嘴边 大豹菲突然觉得 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儿 似乎也不赖 大豹菲正打算说他不吃食 他又听见了我的心声 不会吧 他不会真的要吃吧 我就客气地问一问 这扎爹不会丧心病狂的 跟我一个孩子 抢最后半个包子吃吧 下一秒 某丧心病狂的扎爹大豹菲 在我那震惊的小脸下 一口将我手中 剩下的半个包子吞入腹中 一旁的福公公 震惊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好家伙 地下可是有洁癖的 刚刚居然吃了小公主 啃了一半的包子 嗯 这包子味道不错 御膳房的御厨 最近手一见长了 荷花在一旁小声嘀咕道 这才不是御厨做的 而是我家娘娘做的呢 大豹菌眸子有些微精地 看了一飞一眼 一飞笑道 若是陛下喜欢 臣妾明早做些派人送过去 大豹菌果断拒绝道 这明早来这吃就好 一飞有些茫然地抬头看他 怀疑自己是不是耳朵出现了幻听 我心道 啥 大豹菌明天来这里用膳 他宫里没饭给他吃吗 他该不会想吃的不是饭 而是人吧 莫非是柔非那胭脂俗粉他看腻了 怪不得一进来就对我娘动手动脚 扎爹 原来贪图我娘身子 你下见 大豹菌莫名觉得自己胸口有些疼 大概是被某个小屁孩给气的 他刚要发作 却见浮公公领着好几个手里 拿着托盘的小太监走了进来 浮公公狗腿一般地走到一飞面前 殷勤道 一飞娘娘 这是陛下派人带给娘娘的 几个小太监手中的托盘 都放着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 大豹菌这才想起来 他来芙蓉公之前派人给一飞带了礼物 他被某个小屁孩气得险些忘了这茬了 当坐在椅子上的我 瞧着那托盘里的金银珠宝时 眼睛都看直了 呜 好闪的金子 好大的珍珠啊 这大豹菌也太大方了吧 大豹菌听见我的心声 忍不住轻哼了一声 你爹我大方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心道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大豹菌心道 他迟早有一天 要这个小屁孩抱着他大腿 哭着叫他爹 气死他了 大豹菌什么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 大豹菌阴沉着脸上马车 屁股刚坐上去 突然想到某个小屁孩说 攒银子带着他娘逃出宫 那他方才派人送过去的金银珠宝 岂不是成了他们逃跑的盘缠了 不行 他得把盘缠要回来 大豹菌一把掀开车帘 准备转头回芙蓉公要盘缠 可转念一想他可是皇帝 他送出去的东西什么时候要回来过 还不被人笑死 可若是不要回来 那小屁孩真带着娘逃了怎么办 福公公看着一脸殷勤不定的大豹菌心道 这陛下不会是是更年期了吧 大豹菌说明日来用福龙公用早膳 我本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 可没想到这大豹菌居然来真的 还一连好几天都来福龙公蹭饭 福龙公的门槛都被他给踏平了 用完早膳过后 大豹菌躺在店内的一株软榻上 悠闲地看着书 我这个渣爹此刻瞧着还挺顺眼 大豹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哎 可惜了 是个渣男 虽然大豹菌不知道渣男是何意思 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他觉得定然不是什么好话 秉着眼不见耳不听心不烦 大豹菌当作什么都没听见 继续看着手里的书 可没想到某个小屁孩偏要凑到他的跟前 爹爹 甜甜的萌娃音传入耳中 大豹菌掀起眼皮子看了他一眼 嗯 爹爹喝水 我双手捧着水杯 殷勤地递到他的面前 以大豹菌对我的了解 他知道我可爱的外表之下 暗藏着一颗怎样的黑心 大豹菌盯着我手中的水杯看了看 还是别喝了 可别把他人给喝没了 放着吧 正不渴 好吧 那爹爹你肩膀酸不酸 晚晚给你垂垂肩好不好 本来他想开口让我哪里凉快哪呆着去 但在他听见我的心声 大豹菌看在我那么乖巧的份上 会不会赏赐我金银财宝啊 一定会答 毕竟他哪里能找到我那么可爱的小闺女 给他端茶倒水 还给他捏肩膀 我那么懂是可爱 他不得宠死我 把我往死里宠 给我赏赐好多好多好多钱 他这回算是知道了 这小屁还如此殷勤 原来是惦记着他的钱 还让他宠死他 往死里宠 大豹菌不动声色地冷笑了声 行啊 那你给震捏捏肩 正好震最近肩膀酸 我一边给大豹菌捏着肩 一边瞧着大豹菌专心致志地 看着手中的奏折 这奏折有那么好看吗 让我看看 想着 我已经仰着小脖子 伸了半个小脑袋过去 这压根就不是奏折 而是画本子 这大豹菌有空不看奏折看画本 怪不得最后被男主灭了国 哎 顿时 大豹菌觉得手中的画本子不香了 他奏折全都屁完了好吗 只不过是闲暇时 偶尔看看画本而已 怎么到这小屁孩嘴里就成罪过了 等等 若是他真的治国有方 国家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的 那三年后 他怎么被男主灭了国 我的一席话 大豹菌如梦初醒 下一秒 他啪了一下 将手中的画本子合上 我勾着小脖子 正看得津津有味 就见大豹菌 突然将画本子合上 起身朝着外头走去 大豹菌突然意识到 最近朝堂之上 确实平静得有些过分 个个都无事可禀 那就太奇怪了 这可是先前从未有过的 不对劲 很不对劲 晚晚见大豹菌突然起身离开 连带着那画本子也一同带走了 他眼巴巴地看着那画本子 被大豹菌带离出了他的视线 那画本子还怪好看的 只可惜没看见书名叫什么 星号 大豹菌一回到寝宫 率先将自己 昨夜批阅的奏折 重新看了一遍 整整200分的奏折 竟然一份大事的内容都没有 都是些问他安好 其中最严重的一份 是李大人说他家猫被狗吃了 他请假一天给猫哀到 啪的一声 大豹菌将奏折摔在桌子上 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又将200分奏折又翻了一遍 他没眼花 得三 大豹菌刚出生 站在外头的福公公急忙走了进来 老奴在 大豹菌 把吏部尚书给朕 不行 朕要亲自去一趟尚书府 给朕被骂 吏部尚书这家伙 是大臣之中是最多 且大事小事 皆喜欢打小报告 最近连吏部尚书这家伙 都无事可禀 当真是怪哉怪哉 与此同时的吏部尚书府 也是十分热闹 偌大的庭院之中 十几位大人端坐在席间 按道理来说 像这种宴席 就算在场没有武器伴舞 也应当有乐师奏乐 可令人意外的是 在场无乐声也并无武器 而只有在座大人们 那激情亢奋的读书声 江大人 要说昨日新出的第三十九话 那可真是精彩绝伦 看得我是酣畅淋漓 恨不得钻进那书里 浑穿了那书声李四 打断那张小妾的腿 李大人 江大人所言即是 昨日新出的那张档 真是写得好 写得妙啊 尤其是李四终于得知了 张小妾声的不是他亲儿子 而是与外男友染 那一刻读到那文字时 我都感觉我整个人 都要都要亢奋了 我可太期待下个月 李四首任那张小妾了 张尚书 我猜下个月的剧情 一定是李四首任张小妾 和那刀疤脸 然后取小狐狸进门 宋大人 依我看不一定 前文可是说到 那刀疤脸身上带着的玉佩 那李四也有一个 说不定那刀疤脸 和李四也有什么渊源 在李四看到那玉佩之后 说不定会留那刀疤脸一条命 在场的几位大人 喋喋不休地议论着 下个月夜话书生的新章 如何发展 李大人建坐在一旁的江将军 迟迟没有开口 同他们谈论 便下意识开口询问道 听说江将军 也是夜话书生的书迷 江将军你也开口说说 这下个月的新章剧情 会如何发展 身穿着一袭深蓝化官服的 江伦峰文言抬头 目光落在面前那本夜话书生上 下一秒 他站起身 恭敬道 诸位大人 江某此次前来 并不是为了同诸位大人 谈论着夜话书生的后续 而是前来劝戒 诸位大人 莫要沉迷于此刻读书 读书 江文峰此话一出 在场的大人们 皆是变了脸色 江将军 你这是何话 夜话书生 可是最近京城最火的画本 写得如此之妙 你怎能称它为读书 就是 江将军若是不喜欢 今日何必来参加 我们的书谈会 既然不是夜话书生的读者 那还请江将军 先行离开吧 来福 送客 张尚书此话一出 府上的管家来福 便已经走到了江将军的面前 对着男人做了一个情的手势 江文峰身形并未动 冷声道 敢问诸位大人 自从看了这夜话书生之后 当真没有丝毫异常吗 沉迷此书废寝忘食 甚至于神情时而恍惚 醉生梦死 除了看这话本子 对他是皆是不感兴趣 江文峰此话一出 在场的大人们皆是一愣 好像确实如此 只不过是因为 这本书写得太好看 看一本好书废寝忘食 这不是很正常吗 其中一位大人开口道 非耶 江文峰道 三日前 承熙一间药铺发生命案 那药铺老板亲手用刀 砍下了他夫人的脑袋 牙医赶到药铺时 你们猜那药铺老板在干什么 众大人摇了摇头 他坐在店内的椅子上 手里拿着这本夜话书生的花本子 看了整整一页 而他夫人尸体就躺在他的脚边 当牙医问他 因何原因 残忍杀害他夫人时 他只说了一句 他夫人打扰他看书了 在场的诸位大人听言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打扰看书 而亲手砍下了劫发妻子的脑袋 这当真是令人发指 十日前 京城商户贾老板那一项不务正业的儿子 竟整日抱着书读 贾老板大喜 本以为他那不务正业的儿子 终于肯勤奋好学 可没想到在某天夜晚 他儿子提着箭闯入他爹的住所 杀了他爹和他爹刚取进门的姻娘后 自己又自意了 半个月前 承熙杀猪的屠夫张某一晚上 残忍屠杀了邻居一家上下十二口人 一月前 扇恩堂那一世青天白日拿着一把刀 在街上胡乱砍人 三四十二上 除了上述事件外 此等事件还有很多列 唯一的共同点 便是在现场都是发现了《夜话书生》这本书 听完江将军这番话 在场的诸位大人 瞧着自己手中的那本《夜话书生》 心中也都升起了一股毛骨悚然质感 吓得他们赶紧将书扔到了一边 江大人 此事未免也太玄乎了吧 莫非这书当真是不干净 宋大人 此书玄不玄乎我不知道 就方才听了江将军所言 我确实觉得最近有些怪异 自打看了这本《夜话书生》之后 我当真是寝室难安 只有看到这本书之后 才觉得自己精神才好了起来 李大人 我也是 听江将军这样一说 我这才恍惚想起 昨日我夜间看这书时 我娘子不过是催促我早些睡下 我那时突然牺牲一股恶念 想着若是她死了 是不是就无人敢这般催促我了 当时我也是 被自己这突然想起的心思给吓了一跳 在场的众大人纷纷议论着 也就在这时 众人突然听见啪的一声 坐在上方的张尚书 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你们一个个莫非不是傻了不是 一本书而已 哪里有你们所说的这般玄乎 心术不正的明明是人 为何要怪书 你们可知 这夜话书生的作者叶行子 是费了好少心血 才写出了这本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好书 一本上书看 许是有人看这本书火爆京城 有些人心生木役 故意栽赃 朝他泼脏水 江文峰 这本书写得如何 江某并不知晓 只知道看了此书的人都 接二连三地被此书所影响 着实起 江将军 你该不会是极度夜行子的才华 所以故意找茬的吧 江文峰话还没有说完 张尚书便已经打断了他的话 红尘眼与他争辩道 看着张尚书那番模样 江文峰不禁想起了那些被书所迫害之人 入狱之时也是这样红堆眼目自尽烈的模样 看来这张尚书也已经是深受其害 下一秒 江文峰将视线落在一旁桌子上的夜话书生 他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 将书拿起 当着张尚书的面 将书撕了个粉碎 碎纸散落间 他瞧见张尚书的眼睛瞬间红了 张尚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最爱的书 被撕了个粉碎 愤怒间大骂道 你这个该死的狂妄小儿 一怒之下 他猛地拔出身旁护卫的腰间的剑 大步朝着江文峰走去 在场的其他大人 哪里看过这番场面 纷纷劝导道 尚书大人 您冷静点啊 这刀剑无眼 其中李大人这话刚说完 就见张尚书突然转过头 手中的剑砰的一下 砍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吓得李大人瞬间吓得脸色苍白 连滚带爬地爬到了一边 见李大人被自己吓跑 张尚书回过头朝着江将军走去 正打算砍掉这家伙的脑袋 给他一点教训时 不远处一道熟悉的高大身影 突然闯入他的视线 与此同时 那宛如地狱恶鬼一般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张正堂 你发什么神经 张尚书被吓得浑身一颤 反应过来时 他看着自己手中的剑 再看看不远处阴沉着脸的大豹军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B 地下 张尚书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手有些重 低头一看 瞧见自己手中 竟握着一把鸣晃晃的剑 吓得他浑身一颤 赶紧将剑扔到了一旁 我 我这是怎么 张尚书一脸茫然地 抬头看着在场的众人 星号 五日后 夜化书生一事 已经是查出了全部线索 原来真正有问题的 并非是夜化书生 而是夜化书生 印刷时所用的纸张 朝堂上 这难瞒当真是 亡我冬鸣之心不死啊 竟然想到 用迷魂草这种 无色无味迷惑神志之物 加入到纸张之中 让人在看书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被迷惑了神志 若长此以往 这后果当真是不堪设想啊 这南蛮表面 和我冬鸣建交甚好 可没想到 竟在背后 行这种龌龊之事 陛下 依臣所言 应当下令禁止南渊 和我国的一切伤贸往来 是啊陛下 今日南蛮敢使这等拙劣的法子 下一次还不知道 还要使何等卑劣之法 依臣所言 如今我国兵力强盛 就该带兵一举打入南蛮 阴沉着脸道 够了 一群蠢货 整日就知道打打杀杀 若是带兵攻打南渊 你们觉得西楚那群蠢货 会只傻傻地看着 更何况 你们当真觉得 关于迷魂草仪事 是南渊国所为吗 比起南渊 西楚人更是奸诈狡猾 陛下的意思 难道是迷魂草仪事 是西楚所为 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南渊 若是我们中计带兵攻打南渊 到那时 两军交战双方必有损伤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死 奸诈 实在是太奸诈了 差点他们就中计了 还好陛下英明神武 其实也并非大暴君英明神武 只因他昨夜做了一个梦 梦到查出迷魂草仪事 是南渊所为之后 他一怒之下 派人带兵攻打南渊 结果那西楚趁着两国交战 带兵突然攻打东明 所谓双拳难敌四守 后来东明大败 然后一家人的脑袋 齐齐挂城墙 他直接被吓醒了 这些梦对于大暴君来说 就像是警示 就像上次柔飞一样 在他听见那小屁孩的心声过后 眼前就浮现出了国破之后 柔飞那猙獰的面容 这一次迷魂草仪事也是 若不是他听见了他的心声 从而心中起疑 差点就要中了西楚的奸计 那小屁孩倒是他的复兴了 既然他知晓那么多 那么这番天赋 可不能白白浪费掉 得三 去把小屁 小九公主接过来 就说正想他了 大暴君想我了 真你马太吓人吧 陛下 小九公主来了 浮宫公话还没说 大暴君倒是先听到了 某个小屁孩的心声 爹爹 晚晚一进门 表面上笑嘻嘻地喊他爹爹 实际上心里疯狂吐槽 大暴君怎么突然想我了 太吓人了吧 你说想我娘亲 我可能都没那么害怕 大暴君早已经对 小屁孩的心声习以为常了 爹爹吃饭了吗 为了给大暴君一个好印象 晚晚可谓是用上了 自己的全部演技 在男人面前 装成一副乖小孩的模样 大暴君瞥了他一眼 笑着揉了揉小奶团的脑袋 宛容一个慈父道 吃了 晚晚吃了吗 晚晚 晚晚也吃了 一旁的浮宫公公 瞧着眼前这傅慈慈笑的温馨画面 明明挺正常的一个画面 怎么感觉有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 我敲 大暴君对我笑了 虽然你笑起来很帅 但你还是别笑了 大暴君的嘴角不动声色地抽了抽 深吸了一口气 他天生反骨 他偏要笑 下一秒 他将某个小奶团子抱进自己怀里 他的嘴边 尝尝看 玉厨做的桂花糕很好吃 谢谢爹爹 说着 晚晚已经张嘴咬了桂花糕 大暴君本以为这小屁孩 又会在心中疯狂吐槽他 可没想到 他的心声居然是 嗯 这渣爹干嘛突然对我那么好 不仅抱我还喂我桂花糕吃 难不成已经是彻底地被我攻略成功了 我就说我长得那么可爱 他眼睛瞎才会不喜欢我 呵呵 有我这么可爱的女儿 你就偷着乐吧 大暴君 这小屁孩人不大 倒是挺自恋 大暴君为他吃完桂花糕之后 便一只手抱着他 另一只手拿着奏折看 结合他方才和现在的举动 晚晚心中已经是真的断定 这渣爹当真是喜欢他 果然 心在硬的汉子 依旧是抵抗不了可爱的萌娃 这样一看 这渣爹长得挺帅 有鼻子有眼的 皮肤也好 白白嫩嫩的 像个女孩子 听了晚晚心声的大暴君 差点没忍住 把他扔下去 知道你想夸 但咱不会就别硬夸 嗯 真想摸一摸大暴君的脸 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我摸一摸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毕竟我只是个小孩子 摸一下 又不是占他便宜 大暴君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被他抱在怀里的小屁孩 伸出小手 摸了一下他的脸 大暴君瞳孔微缩了缩 这丫头还挺放肆 晚晚只是摸了一下 便收回了手 下巴有点扎手 这扎爹 怎么不把胡子刮干净 大暴君 微笑脸震惊早刚刮的胡子 陛下 宋大人来了 门外 响起了扶公公的声音 大暴君开口道 让他进来 大暴君话音刚落 身穿着一身 藏青色官服的宋大人 便已经走了进来 恭敬地对着男人行了个礼 微臣参见皇上 咦 哪来的小哥哥 声音怪好听的 循着声音 晚晚抬起头 便看见了跪在地上的年轻男人 大暴君 你可知 朕今日让你前来所为何事 臣 知晓 最近因为夜话书生中的迷魂草仪式 朝中的许多大臣都中了招 臣迷话本 不理朝政 宋青自小便酷爱读书 所以自然也没有逃过迷魂草的毒害 他在得知陛下要见他时 他心中已经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文武百官之手的上书大人 因为此事还被陛下关在水牢里待着 他今日恐怕也难逃追责 轻则被降职 重则脑袋分家 臣自知臣犯了大过 但恳请陛下看在 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 刘家七臣氏和他腹中的胎儿一条活路 臣氏 这个帅气的小哥哥 不会就是宋青宋大人吧 唉 这个宋青夫妇倒是对大暴君忠心耿耿 只可惜了 这大暴君是个昏君 分不清忠臣和奸臣 被小人蛊惑罢了宋青的官职 宋青本就是清正联名的好官 因为铁面无私抓了不少坏人 但同时结了不少仇家 在大暴君罢了他的官后 他的日子可不太好过 可就算大暴君待他不好 他却还是对大暴君忠心耿耿 在后期大暴君逃亡路上 为了替大暴君引开敌军 结果夫妻双双被敌军一箭穿心 他们两岁的儿子 也死在了敌军的马蹄之下 惨得烈 正打算罢了宋青官职的大暴君 他挺意外的 他一向对宋青没什么好印象 平日里朝堂至上他话少懦弱 可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忠臣 还好他今日将这小屁孩接了过来 他险些就要错过一个忠臣了 宋爱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大暴君起身走到宋青的面前 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朕今日可不是要罚你 而是要嘉奖你 嘉奖 宋青一脸茫然 大暴君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朕知道你是个清正怜民的好官 朕也希望你升官之后 依旧做个清正爱民的好官 莫要让朕失望 陛下 宋青听了帝王这番话 不由红了一下眼 他自小宝读世书 就是为了长大后能报效国家 为陛下分忧 忠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他考取功名 做了大官 做官这一年来 虽然他没有处理过什么大案子 但也自认未曾放走过一个坏人 最近因为夜话书生意是 他彻夜难眠 生怕自己的一腔志气 复之东流 心有大志而不得 可不曾想陛下今日一番话 让他觉得 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 他所敬重的帝王 没有负他 宋青 臣 定不负陛下所托 大暴君 有清如此 朕欣慰 婉婉 这扎爹 怎么不按套路来 不过宋青小哥哥 这是你应得搭 谁让你是个好人呢 宋大人刚走没一会儿 便又有人来了 福公公 陛下 罗慎大将军来了 罗慎 这家伙 不就是后期和柔非狼狈为奸 打断大暴君腿的大叛徒吗 这个罗慎 就是和柔非狼狈为奸的奸夫啊 大暴君 大暴君听言震惊至极 他一向极其欣赏的罗将军 竟然是个奸臣 卑职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罗将军大步走进殿内 恭敬地跪在地上 给男人行了的大礼 在看见坐在大暴君身旁的小公主时 他也格外恭敬道 卑职参见九公主殿下 大奸臣给我行礼了 折了得大受了 本仙女可受不起 任谁看罗将军这番谦卑的模样 实在是想不到他 居然是个大奸臣 大暴君更加是想不通 罗慎竟然是个奸臣 爱卿请起 不必多礼 大暴君道 罗慎 谢陛下 晚晚瞧着这样一幅君圣陈贤的画面 心里忍不住吐槽道 你把他当忠臣 他打断你双腿 为你喝毒药 抢你女人让你带绿帽 唉 大暴君帅是帅 可惜了眼睛瞎 分不清忠臣和奸臣 罗慎听不见小公主的心声 自然还不知道 自己今日就快要大祸临头 自顾自地说着 陛下 卑职前来是有一事相求 这军中的将士们 保家卫国日夜辛劳 军中军饷已有十年未曾变过 如今 民间柴米油盐的价格 也日渐增长了些 所以卑职想请陛下 能否将军中的军饷也增加些 军饷增加些 则则则 真是个有心机的大奸臣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你府上搞了个地下室 用来偷偷建造兵器 现在资金紧缺 就把主意打到军饷上了 私造兵器 听了婉婉新生的大暴君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这个罗慎在府上私造兵器 好大的狗胆 爹呀 你可千万不要同意 不然最后 这个兵器用的都是你的钱 往你心口扎 陛下 在罗慎说完之后 剑坐在上方软榻上的大暴君 迟迟没有应答 他不解的又喊了一声 大暴君此刻脸色很不好 但为了不让奸臣看出一样 他深吸了一口气凝神 打算先稳住他 震 跌跌 大暴君正要开口 一旁的小奶团子 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一脸无辜道 为什么柴米油盐的价格涨了 军饷也要涨呀 就不能让柴米油盐的价格降一降 那样军饷也可以降 那样国库里的钱不就能多出好多好多了吗 听着小公主的这番言论 罗将军一时惊得无言以对 这话初听进感觉好像有点对 但怎么感觉有点怪 像是个昏君言论 不过这批大典小屁孩 还管起正事来了 罗慎 回酒公主的话 这柴米油盐自有定价 也不是说降低就降低 若是突然降低 定然会引发百姓的不满 晚晚 那就把不满的人都拖出去砍了 罗慎 大暴君眼神亮了亮 小公主这一席话 让罗慎当真是震惊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将视线看向大暴君 请求正义的君主回答 晚晚也将视线看向了身旁的大暴君 心里呐喊道 爹啊 我已经装傻到这个份上 阻止你增加军饷了 你要是知道还领悟不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数数我呀 已经尽力鸟 罗慎本就没有把小公主的话放在眼里 只当是小而不懂正的愚笨言论罢了 他是陛下最信任的臣子 这次增加军饷一事 他势在必得 罗慎本以为君饷一事 已经手到擒来 可不曾想大暴君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瞬间傻眼了 朕的小公主说得甚有道理 大暴君摸了摸玩玩的脑袋 笑着道 既然柴米油盐贵 那就让他降下来就好 这样国库还能省下一大笔钱 罗慎 狗皇帝 你今天莫不是喝多了 你在说什么魂话 罗爱卿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 若是柴米油盐的价格降不下来 朕就为你是问 大暴君语气故作严厉道 罗将军惊呆了 当真是大暴君生小暴君 一家子昏庸 臣 遵旨 罗将军模模糊糊地离开了大殿 他一边走着 还一边想着 究竟是哪一步错了 他怎么莫名其妙 就接了把柴米油盐价格降下来的差事 妈呀 这扎爹我真的哭死 他居然真的我说什么便是什么 他也太宠我了吧 听见小奶团子的心声 大暴君眉头轻挑了挑 他宠他 他只不过是为了不让罗绅那奸臣奸计得逞而已 不过这小屁孩如今看着 倒是越来越顺眼了 竟还知道帮他 看待他帮他看奸臣的份上 他宠他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大暴君摸了摸婉婉的脑袋 笑得格外慈爱 已非当真是给他生了一个好宝贝 整整一个下午 大暴君杀疯了 会见了近五十多位大臣 靠着婉婉的心声 让他捉到了六个奸臣 这六个大奸臣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看他把他们的脑袋都凝成麻花 婉婉躺在一旁的软榻上 打着哈欠 看着近近处处的大臣 这大暴君一天那么忙的吗 居然要见那么大臣 天啊 当皇帝真累 心想着 婉婉困意来袭 忍不住合伤了眼睛 正会见大臣的大暴君 突然听不到小奶团子的心声 他转头一看 见他居然睡着了 不行 朕的好女儿 你现在可不能睡 这个江大臣 你要帮我看看 是不是奸臣 大暴君随手在桌子上翻了翻 翻出一个锦盒 递到了某个正熟睡的小姑娘面前 轻戳了戳他的小脸 乖宝 醒一醒 明明困得要死 但还是硬生生被人戳醒 晚晚正要怒发起床气 就见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 抵在他的眼前 他立马清醒了 哇哦 好大的一颗夜明珠啊 大暴君 乖宝今天累了吧 夜明珠送你 拿去玩吧 啊 送我 爹爹爹爹爹爹爹 你真是我的好爹爹 虽然你很没有眼力见的 把我戳醒 但是看在你送我那么大颗夜明珠的份上 那都不算是 大暴君见小奶团子 将夜明珠抱在怀里过后 眼珠子全放夜明珠上了 认识梅桥不远处的江大臣一眼 最后 还是大暴君伸手强行捏住他的小脑袋 让他看向不远处的江大臣道 乖宝 叫声江伯伯好 他的三儿子也是长相俊俏的小郎君 改日入宫带你瞧一瞧 爹爹 你瞪大你的双眼皮 好好瞧瞧 我才三岁呀 你就要给我相亲 大暴君仔细听了听他的心声 嗯 没有说别的 看来江大臣不是奸臣 很好 都退下吧 朕今天很满意 明天继续 这几日晚晚 几乎每日都去大暴君的寝殿 他严重怀疑 大暴君是个潜在的女额控 一日不见 他就想他想得慌 唉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可爱的烦恼 虽然大暴君每日的都会见大臣 他待着很受无聊 但是 重点来了 他的好扎爹 喜欢给他赏赐金银珠宝 短短五日的时间 晚晚已经集齐了 满满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可把他高兴坏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带着他 娘亲美滋滋的逃出宫了 晚晚心中高兴 另一边的大暴君也是十分高兴 短短五日时间 他已经把朝中的奸臣都清理了个遍 弄死的弄死 砍头的砍头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绝不允许奸臣苟活 一大一小都是开心了 可就是苦了朝堂上的其他大臣了 这几日 陛下也不知道怎么了 挨个让他们进宫面圣 罗将军去了 结果当天晚上就查出来 罗将军在府上撕造兵器 第二天 直接被砍了脑袋 张大人去面圣了 当天被查出来勾结外敌 被御林军当场抹了脖子 宋将军去面圣了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被陛下赐了一杯毒酒 嘎了 陈大人去面圣了 据说好像是偷睡漏睡 被陛下赐了一丈红 没熬过第一夜 第二天一早去了 等等 短短五天 朝中一共赶了十二位大臣 其中也有不少对陛下忠心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了 剩下的大臣们人心惶惶 觉得陛下是发疯了 都觉得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可是他们等呀等 等了很久 发现自己还活得好好的 起了怪了 星号 深夜 今天是大暴君处理完 奸臣的第一个美好夜晚 没了奸臣 三年后 一家人脑袋整整齐齐 挂城墙的几率小了很多 他连睡觉都睡得香了 他美滋滋地闭上眼睛睡觉 也不知道突然想到了什么 猛地睁开眼 从床上坐了起来 谭位 大暴君话音刚落 一道黑色的身影 已经从窗外 以迅雷不及言而闪了进来 陛下 大暴君问道 朕让你看着那丫头 最近她可有什么异常 谭位 回陛下 小九公主这几日每晚深夜 都会抱着一个盒子跑出去 好像是在埋东西 埋东西 大暴君掀开被子下了床 带朕去 是 夜半汗时 月黑风高 两道黑影穿梭在宫墙之上 其中一人身穿着一身 镶边的金丝黑袍 正是大暴君 谭位带着他来到一处荒废的冷宫 刚停下脚步 大暴君便已经听到 某个小奶团子那熟悉的萌娃音 在小小的冷宫里面 哇呀哇呀哇 种小小的银两 开大大的金花 在大大的冷宫里面 哇呀哇呀哇 种大大的银两 开大大的金花 月色之下 冷宫院子的一棵老树前 一个小小的身影 正拿着一个小小的铁锹 一边哼着歌 一边挖着土 大暴君听着小奶团子嘴里 哼着什么大大的冷宫会开金花 觉得这个歌配上这样的环境 莫名觉得十分诡异 他这是哼的什么歌 大暴君低声问一旁的檀位 檀位也是十分疑惑地摇了摇头 低声道 回陛下的话 陈也从未听过此等怪异的歌 大暴君 嗯 确实有点奇怪 奇怪得很 不确定 再听听 某个小屁孩又突然闭上嘴巴 不唱了 听不见了 嘻嘻 终于挖好了 我真是个天才 大暴君顺着小屁孩的声音看去 见他将手中的铁锹甩到了一边 他懂了 原来是坑挖好了 所以不唱了 透着清冷的月光 站在暗处的大暴君 看着某个小屁孩抱起一个七木盒子亲了一口 然后恋恋不舍地将盒子放进了刚挖好的坑里 晚晚 妈妈的乖宝宝们 妈妈先把你们埋在这里藏着 等以后再把你们挖出来 你们都要给我好好 说完 晚晚填土 用脚将土踩紧时 再撒上一层干树叶 确定一切都弄好之后 他这才拿好自己的小铁锹 一蹦一跳地离开了 大暴君站在高墙之上 眼看着某个小屁孩 弯弯绕绕了好几圈 终于走到了芙蓉宫后门 他这才收回了视线 他将视线落在那刚被小屁孩填好的坑上 对着一旁谈味道 大暴君猜想这里肯定埋的不止一盒 于是胡让谈味又挖了挖 又挖出来整整三大盒的金银珠宝 眼前的四盒珠宝 大暴君很是满意 笑着道 给朕都带回去 这小屁孩 这小屁孩 带着他的爱妃偷溜出宫 门都没有 晚晚不知道自己被偷家 他自认为他藏财宝的地方 绝对不会有人踏足 毕竟他先前可是听说过 那个冷宫院子的树上 吊死过好多妃子宫女 无人敢踏足那个冷宫 可他倒是忘了 他的父皇可是个老六 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六 星号 最近陛下独宠小九公主一事 已经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 据说陛下已经宠到日日 派人将小九公主接到朝阳宫 甚至于连会见大臣时 怀里都抱着小公主 招纯公 丽妃端坐在椅子上 听着婢女说着 最近小公主受圣宠一事 吃醋倒不行 她抬头将视线落在不远处 正吃着糕点的少女身上 怒道 吃吃吃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少女被他那突然奸起的嗓音 吓了一跳 拿着糕点的手一抖 咬了一口的糕点 掉在了地上 一旁的宠物猪花花 见着掉在地上糕点 踩着自己的四只蹄子 走到少女跟前 将地上的糕点吃了得干净 你父皇的爱 都要被那个小舰种给抢光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吃 丽妃一把将地上的花花抱起 有些恨铁不成钢 六公主萧纯熙 从一旁的盘子里 又重新拿了一块糕点 塞进嘴里 娘 父皇平时很忙的 她那点爱 哪里够分那么多人 我们娘俩平日里 吃得饱穿得好不就行了吗 你个不争气的丫头 丽妃一把夺过萧纯熙手中 啃了一大半的糕点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 整日就知道吃 以后等你嫁了人 估计小妾都能蹦跋到你的头上 作威作福 萧纯熙 小妾蹦跋她的头上作威作福 那她就不嫁人 不就行了 你现在就去永和宫 在家园那丫头面前 煽风点火几句 我就不信那丫头能坐得住 萧纯熙 娘 我不去 我前几日刚跟她吵了架 又是因为林优那个小贱人 丽妃问 萧纯熙抿了抿唇没说话 一副默认的样子 丽妃见她这份样子 简直就快要气死了 她是你亲皇姐 你讨好她不是一如反掌的事 林优一个芝麻官大典的小官之女 她都比你有出息 你就不能学着点 萧纯熙被她那个爱公斗的娘赶了出来 虽然她心中不情愿 但还是去了永和宫 她刚走到永和宫门口 就见她的五皇姐萧家园身后 跟着大批的宫女太监 风尘仆仆地走了出来 她赶紧躲到了一边 五皇姐这架势是要出去揍人 不清楚 让她先观望观望 星号 晚晚最近幸福的差点要飘了 原来做公主那么爽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小日子美的脸 她晚上做梦都会突然笑醒 也许是因为被表面的美好 所蒙蔽了双眼 她倒是一时之间 忘记了皇权斗争的险恶 她身为冬眠最小的九公主 上头可是还有八个皇姐皇兄 身为大暴君的子嗣 她的那群皇姐 皇兄个个都不是什么善茶 她长得可爱 最近她那个暴君爹那么宠她 她免不了遭人嫉妒 摊上事了 午后 御花园 晚晚正抱着荷花刚做好的纸鸢 准备把它放上天 结果纸鸢还没飞到一半 线就突然断了 半空中的纸鸢 犹如断了翅膀的小鸟一样 掉在了草地上 再然后一双淡粉色的袖鞋 狠狠踩了上去 你就是父皇新风的九公主 一到月的声音响起 晚晚抬起头一看 就看见不远处的两位少女 正同她说话的 正是站在右边那个 一身粉衣双手还胸 长相比较漂亮的少女 约莫十三四岁的模样 奴婢见过五公主 荷花说完 便急忙对着一旁的 小奶团子低声道 小九公主 这是你五皇姐 哇呜 我的皇姐姐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啊 大美女呀 撕哈撕哈撕哈 五公主萧家园 谁在说话 晚晚见过五皇姐 听到小奶团子出声叫自己 五公主萧家园 瞬间变了脸色 谁是你姐 小杂种你可不许乱叫 晚晚 我敲 不是吧 这皇姐是坏的 又听见声音的五公主 不由皱了一下眉 她盯着面前的小奶团子 看了看 是她在说话 可她并没有张嘴啊 五公主眉头皱了一下 走到晚晚的跟前 神情冰冷道 妈呀 她如此的来势汹汹 像个小太妹 不会是要霸凌我吧 五公主萧家园 看着面前比她矮整整一截的 小奶团子 见她并没有开口说话 可是 她居然还是能听到她的声音 等等 她好像能听见她的心声 小太妹 啥玩意儿 五公主朝着其他人看了看 见她们面色如常 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听到了 公主殿下 这一花园 可是我们一项娱乐的地方 什么时候旁人都能来这里了 五公主的闺中密友林幽 在一旁煽风点火道 晚晚听着林幽这话 朝着她看了一眼 肩下巴 狐狸眼 她不会就是五公主的闺中密友林幽吧 听见晚晚心声的五公主大惊 她怎么知道她是林幽 虽然五公主心中疑惑 为什么自己突然能听见她的心声 但是她可没有忘记自己来的目的 一个在冷宫里出生的孩子突然成了九公主 不仅在短时间内受父皇喜爱 而且她居然还能听见她的心声 本公主的地盘 谁允许你在此嬉闹了 说着 她还故意伸手推了她一把 晚晚直接一屁股蹲跌坐在了地上 公主 荷花见此 急忙将小公主从地上扶了起来 对着一旁的五公主道 五公主殿下 再怎么说九公主也是您的皇妹 您怎么能推她呢 荷花一时为小公主打抱不平 但是在她说完之后 她被后悔了 五公主的名声 皇宫上下都是知晓的 她可是太子殿下的同母宝妹 太子殿下对她极其宠爱 要是得罪了五公主 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什么时候区区一个贱臂 也敢说叫本公主了 五公主一脸嚣张跋扈地 朝着荷花看了一眼 阿北 给我掌嘴 五公主话音刚落 从她的身后 已经是走出了一个 身穿着一身黑衣的少年 这个名叫阿北的少年 是五公主的贴身暗卫 是五公主十岁那年 在少年兵里面 精挑细选出来的 少年一袭黑衣 相貌俊美 当初也就是因为她的相貌 所以五公主才让她做她的暗卫 在文中 五公主很喜欢这个暗卫 甚至于在后来还打算 让她做她的驸马 但看过全文的婉婉知道 这个名叫阿北的少年 就是个妥妥的小白脸 加凤凰男 贱的脸 是 殿下 阿北说着 便已经扔起袖子 打算给荷花一巴掌 婉婉怎么可能亲眼看着荷花挨打 她小小的身子挡在荷花面前 五公主见她此举 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眼 怎么 本公主如今连一个奴婢都不能罚了 婉婉真的好气 好气哇 好好的一个大美人 怎么如此恶毒 算了 不和你这个短命诡异般见识 谁让你最后死得最惨 被你最喜欢的 这个小白脸 暗卫迈进窑子里 下场惨的脸 听到婉婉新生的五公主萧纯元 这小屁孩 方才说了什么 她被 阿北迈进窑子里 五公主震惊脸 这怎么可能 这小屁孩在瞎说什么 对不起五皇 五皇姐那三个字 差点就要脱口而出 婉婉突然想起来 方才她只不过是叫了她一声 结果少女那恼羞成怒的模样 吓得她赶紧改口道 这里是你的地盘 我们这就走了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一个小孩子计较 软乎乎的萌娃音传入耳中 与此同时 传入五公主耳中的 还有小萌娃的吐槽声 惹得起 我还躲不起吗 呜呜呜 为什么长得那么好看的小姐姐 都如此恶毒 果然美丽的女人 都是带刺的 五公主萧纯元 还没从方才听到的 惊天一语中缓过神赖 短短一盏茶 还没有道的功夫 她先是听到了 这个小屁孩的心声 又是听见她说 她会被她最喜欢的暗卫阿北 给迈进窑子里 一连两串的重磅消息 哪里是她这个年仅12岁的少女 能一下子去接受的 她堂堂东名五公主 最后的下场 怎么可能是被迈进窑子里 一定是这个小屁孩 在妖言获重 见小屁孩打算走 五公主萧纯元 此刻心中还有那么多不解 怎么可能轻易放她走 给我站住 五公主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谁允许你走了 阿元 因为我看这丫头 压根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我听我爹爹说 最近陛下可特别宠她 去哪里都把她带着 一旁的林幽开口道 林幽这样一说 五公主心中的醋意更加深了 父皇生姓梁伯 她膝下有那么多孩子 可从来都没有见过 她把哪个子嗣 整日带在身边 甚至于连会见大臣时都带着 这可是她都从来没有过的殊荣 这丫头很不简单 该不会是使用了什么妖术吧 恶毒白脸女佩林幽 开始挑拨离剑了 果然短命炮灰身边 少不了恶毒女佩的拱火 姐呀 你一个人身边 就集齐了恶毒女佩林幽 和凤凰男小白脸阿北 这两个毒瘤 你早死真的是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五公主 阿元 我们一定要给点颜色 给这个丫头瞧瞧 不然她铁定不把你放在眼里 林幽站在少女的身边 煽风点火道 萧淳元这个小贱人 长得好看也就算了 怎么连这个小屁孩 都长得那么好看 两个一大一小看着真是碍眼 真恨不得刮花他们的脸 五公主萧淳元 看着面前的林幽 听见她这番恶毒的话之后 不由瞪大了眼睛 就在她无比震惊间 却见林幽并没有张嘴 这是她这才意识到 她这是听到她的心声了 她在心里居然骂她贱人 她们不是最好的姐妹吗 阿元 怎么了 林幽瞧着少女盯着她的眼神 有些奇怪 有些不解的问道 她突然盯着我的脸 看作什么 难不成是我偷她胭脂 被她发现了 可我今天明明抹得很少啊 林幽心里想着 有些心虚地抹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听到林幽心声的五公主又惊了 她先前丢的那个胭脂 原来是她偷的 明明两个人已经认识了三年 可这一次 萧淳元却感觉自己是第一次认识她 她心中一直当作好姐妹好闺蜜的林幽 不仅在心里骂她贱人 还偷她的胭脂 也许她不仅偷了她的胭脂 萧淳元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这些年她宫中陆陆续续地丢过很多东西 每次她一丢东西 林幽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安慰她 同她讲说 不定是宫里哪个手脚不干净的宫女偷的 但哪怕她派人搜遍了宫女住的地方 却什么也没有搜到 现在她再仔细一想 若是偷东西的人是林幽 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林幽心中正想着 今日纯元这个笨蛋公主 要怎么收拾这个丫头时 却见少女突然转身离开 她嘴角的笑意一僵 瞧着少女的背影 急忙跟了上去 阿元 你等等我 额一找茬的五公主 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婉婉瞧着她那恶毒黄解说走就走 心里也是疑惑极了 莫非她是尿急赶着去上厕所 趁着人都走了 婉婉走到纸鸣面前 瞧着已经被踩坏的纸鸣 轻叹了一口气 她的纸鸣啊 荷花 公主不要难过 等一下奴婢再给你重新做一个 嗯嗯 婉婉点了点头 那荷花姐姐我们做好去别的地方放吧 她可不想再碰到这个五公主了 那去梨园放好不好 奴婢先前去过梨园 梨园比这里更适合放纸鸣 婉婉 嗯嗯 星号 永和宫 五公主请殿 萧纯园一言不发地走进了殿内 林幽跟在她的身后 心里觉得奇怪极了 她突然这是怎么了 我又没有惹她 莫名其妙摆个臭脸给谁看啊 听到林幽心声的萧纯园停下了脚步 见此 林幽赶紧上前 还住她的手臂 阿园 你突然怎么了 是心情不好吗 林幽放软着声音 语气十分担忧地问她 要是放作往常 听见林幽语气这番担忧地问她 纯园定然会十分感动 但如今在她听到她的心声之后 这才明白 以往的一切都是假象 萧纯园看着眼前一脸天真无邪的林幽 想象不到 怎么会有人能做到 这番表里不一 我没事 就是突然想到 我太子皇兄布置给我功课还未完成 他今日要来检查的 不然我怎么会轻易放过那个小贱人 萧纯园这番趾高气昂的话一出 也打消了林幽心中的困惑 原来是这样 那你还剩多少呀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太子殿下等下会来 那我可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这可是难得的刷脸机会 萧纯园看着林幽提到他的太子皇兄 而面露羞涩 突然意识到 他该不会是喜欢他的太子皇兄吧 萧纯园眼眸冷了冷 还有一点 我自己可以写好 时间不早你先回去吧 等一下可是难得可以见太子的机会 林幽怎么可能会愿意走 没事的阿元天还没黑呢 我再陪你一会吧 好 萧纯园看着他笑了笑 眼中无比冰冷 这可是你自己非要留下来的 就在萧纯园专心写着功课时 一旁暗卫阿北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里头放着宫女刚送来的点心 殿下吃些点心吧 萧纯园这会儿可半点胃口都没有 他正打算让他放旁边就好 结果听见了阿北的心声 这个可是我最帅的角度 纯园这个花痴肯定喜欢 他还不被我的帅气迷死 萧纯园抬起头看着面前的阿北 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听 阿北见少女朝着他看了过来 贴心地拿起一块糕点递到了少女嘴边 殿下 请用 他嘴上说着恭敬的话 但心中所想的却都是相反的话 哈 今日我屈尊主动喂他 纯园这个花痴女还不高兴地上天 萧纯园 他倒是不会上天 但是他可以让他上天 萧纯园听着他心中那番自恋的话 盯着他长得还算不错的脸看了看 越看越觉得那个小屁孩并没有骗他 他这张脸果真像小白脸 恶心地让他有些作呕 萧纯园一时没忍住 捂着唇恶心了一下 下一秒 小白脸阿北的心声再一次想了起来 哟 他还害羞上了 果然哥的魅力无限 小东西 爱我爱的死去活来并不是你的错 谁让我长得如此之帅呢 听着他这话 纯园衣袖之下的拳头已经彻底硬了 这会儿倒是被他恶心的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他语气清冷道 放着吧 本公主现在不饿 剑少女拒绝 阿北也并未强迫他 乖顺地将糕点放在了一旁 嘴上恭敬地说着 好的殿下 心里想着的却是 居然不吃我亲自喂的 跟我玩欲情故纵 萧纯园 不远处的林幽 气死我了 纯园这个贱人命真好 有个宠他的太子哥哥就算了 身边还有对他如此忠心的阿北 还长得那么帅 他不吃我吃啊 你喂我呀 听着在场两人心中的小九九 纯园是真的被恶心到了 若不是今日 他突然能听见他们的心声 他想象不到 这两人心中居然存着这般心思 他想到那个小屁孩说 他后面会被阿北迈进窑子里 他原本心中还起疑 但是现在他已然是彻底信了 这两个人当真是会害他 公主殿下 就在这时 纯园耳边突然传来了另一道难音 他抬起毛子 便看见了站在殿外 那身着一袭非衣的阿南 阿南是他另一个暗卫 他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比阿北还要久 但是纯园一向不喜他 原因就是他那古板不爱说话的性格 不讨他喜欢外 他脸上还有一条约一纸长的刀伤 小时候他时常被他吓哭 久而久之 他也越发讨厌他 但是因为又是父皇送给他的暗卫 他丢弃不了 所以在他十岁生日时 他自己又在少年兵里头 选了阿北做他的暗卫 因为不喜他 平日里 他几乎都当阿南不存在 也许是知晓自己不受主人喜欢 阿南并未踏进殿内 而是恭敬地站在门外 声音清冷道 太子殿下派人传话过来 说他今日事物繁忙 不来了 林优 太子殿下不来了 可恶 我白在这里等那么久 见太子不来 林优也不想在此继续坐着了 随意找了个借口 便离开了 纯园也并挽留他 反正他有的是时间 陪他慢慢玩 纯园看着恭敬地 站在殿外的高大身影 他既然能听到林优和阿北的心声 那么阿南的心声 他甚至也能听见了 他突然很想知道这个阿南对他有无忠心 阿南 你过来 听见少女叫自己 站在殿外的阿南抬起头 随后恭敬地走了进来 一旁的阿北听了少女这话 心中不由其意 纯园叫这个哑巴进来干什么 难不成是又要罚他 哈哈 又有好戏看了 罚他 纯园心中一惊 看着朝着他走来的阿南 突然想到他好像确实经常罚他 因为他殿内的东西经常丢失 他生气的时候就怪他没有看好 但他突然想到 阿南先前同他说过是林优偷了他的东西 但他却从未信过他 时间久了 他再也不会辩解什么了 殿下 是要阿北去拿鞭子吗 小白脸阿北 靠在他的身边问道 纯园看了眼面前的阿南 见男人神情淡漠 还有他发现他并不能听到他的心声 反倒是一旁的阿北 一直在心中囊囊着 哼 这哑巴武功在高墙又有什么用 不受主子喜欢 只有当弃子的份 那我等一下可要去拿一条粗一点的鞭子 纯园最好能抽死这个哑巴 看着就碍眼 不行 纯园这个花痴 每次抽人都没什么力气 不如这次我主动请辞替他抽 去拿吧 纯园此话刚落 阿北便已经迫不及待地 去拿了一条鞭子过来 他特意选了一条粗的鞭子 阿北 殿下 你双手娇贵 不如这次就阿北替你吧 纯园看着阿北那一脸天真无邪地笑 若非他听不见他的心声 他可真的会被他的表面所迷惑 把他卖窑子里是吧 他倒要看看 今日他废了他的双腿 他还怎么把他卖窑子里 纯园没说话 抽过阿北手中的鞭子 随后直接一下子抽到了他的腿上 啊 那剧烈的疼痛袭来 阿北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已经跪在了地上 他直接被这一鞭子给抽猛了 电 殿下 纯园无视少年那无比震惊的视线 将手中的鞭子扔给一旁的阿南 语气冰冷 给本公主废了他的双腿 阿北 纯园这件人在说什么 阿南 是 殿下 啊 容不得他多想 阿南接过鞭子后 毫不客气地抽上他的双腿 阿北一向很受公主喜欢 他并不知道他是因何事 而惹怒了公主殿下 但身为奴仆 主子的话就是天令 主子说什么 他便做什么 偌大的寝殿内 传来少年那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阿南内力深厚 再加上手中的鞭子粗 使鞭子下去 他便已经是彻底废了阿北的双腿 他看了眼宛如死狗一般 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阿北 恭敬地将鞭子双手 递给了面前尊贵的少女 殿下 已行刑完毕 纯园目光看了眼地上少年 那血肉模糊的双腿 抬眸看着眼前面容平静的男人 你为何不问本公主罚他的原因 阿南低着头 语气恭敬道 公主是主子 主子说什么 便是什么 晚晚因为被他那五皇姐 嫁了几日都没赶出去玩 好不容易卖出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打算出门晒点日光补盖 结果他得到了一个噩耗 他那暴君爹晚上在宫里搞了宫宴 美其名曰是要带他见见人 毕竟他跟他娘出冷宫到现在 皇宫内外的众人还没瞧见过他们 得知此消息的晚晚 脸上写满了抗拒 他才不要参加宴会 他才不要见人 他设恐 呜呜呜 可是抗议无效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他娘和何花两个人 已经替他换好了漂亮的公主裙 扎着两个丸子头 小公主真好看 长大了肯定跟娘娘你一样好看 何花看着镜中的小奶团子 忍不住夸奖道 婉婉本来还想着用摆烂来抗拒自己 不想参加宴会的心 但是听何花这样一说 他没忍住好奇 睁开眼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 只是一眼 他仿佛是看到了小仙女 哦猴 他长得可真特喵的可爱 大暴君刚一踏进店内 便听见了某个小屁孩 那自恋的心声 他走过去看了看他 满意的笑了笑 不愧是他的种 婉婉这两个包子头真可爱 大暴君说着 还忍不住伸手捏了捏 婉婉听了 差点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你才叫包子头 你全家都叫包子头 大暴君 几日没见 这小屁孩又开始大逆不道了 一旁的一飞笑着道 陛下 这叫丸子头 大暴君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 许是被小屁孩的心里话给气到了 他又伸手捏了几下 正瞧着倒像是个包子 哼 扎爹这话 是想吃我娘做的包子了吧 这好几日没来吃 亏得我娘还做了你的份 我娘给你做包子的时候 还不知道 你还躺在后宫哪个小妖精床上叫宝贝呢 一二 这几日早善 还做了他的份 听见婉婉新生的大暴君愣了愣 这几日他正务繁忙 倒是忘记派人来这里告知了 朕这几日正务繁忙 倒是忘记派人过来 只会爱飞一声 早善不用准备震的那份了 大暴君说话时候 故意加重了正务繁忙那四个字 他说的可是真话 他可未曾在其他妃嫔那边过夜 这几日他确实是正务繁忙 虽然清除了不少奸臣 但是这奸臣背后牵扯的势力甚广 可不是一两日就能清除干净的 一妃听见陛下竟然会跟他解释 他心中还是有些意外的 他本以为陛下同他会有隔阂 可也许是因为婉婉的原因 陛下对他也亲近了不少 看来陛下是真的很喜欢婉婉 今日是穿这件参加公宴吗 大暴君目光落在穿着一身 淡蓝色华服的怡妃身上 淡蓝色华服裹身 露出线条优美的景象 和清晰可见的锁骨 让他一下子想到 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他好像就是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裸裙 怡妃点了点头 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摸上了他的脸 他一抬头就撞见男人的灰色的毛子 见陛下的眼神好似落在他的唇上 这样的眼神他自然是熟悉 又怎么会不知道他是要做什么 无期甚美 大暴君靠着他的耳边低声说了这句 然后正打算要亲他一口时 一飞急忙伸手抵住了他的胸口 捶着毛子低声道 晚 晚晚在 大暴君停住了动作 第一次觉得小屁孩有些碍眼 眼神有些不满地 朝着某个小屁孩看去时候 他竟意外地发现小屁孩也在看他 哼哼哼 扎爹吃瘪了吧 我娘可跟你后宫里的那群女人不一样 她又不爱你 干嘛要给你亲 大暴君 星号 一转眼 公宴开始的时辰便到了 晚晚被他娘亲牵着小手走进了店内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感觉他那扎爹好像不太高兴 就因为我娘不给你亲 你就甩脸色 则 男人 想你后宫家立三千 怎么不想想我娘心里好不好受 大暴君脚步一顿 他后宫家立三千又如何 历代君王不都是如此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暴君心中正想着 店内的众人便已经是纷纷跪下对他行礼 他也只是迟疑了一瞬 他面色恢复了正常 看着在场的众人道 众爱卿平身 今日也算是家宴 众爱卿莫要拘束才是 众人 谢陛下 晚晚被他娘搀扶着 坐落在了席间 以往他都是在电视剧里 才能看见像这种宴会 可没想到 今日还能亲眼看到 大殿中央月升起 跳舞的舞级一一登场 晚晚犹如一个好奇宝宝似的四处张望 当他瞧见对面坐着一排美艳女子里 心里再一次忍不住吐槽道 这渣蝶老婆可真多 我苦命的娘啊 居然跟那么多女人抢一个男人 还好你脱身走 世上男人千千万万 这个不行咱就换 本来心情就不太愉悦的大豹君 在听见这话之后 心里更加郁闷了 一非不爱他 他不爱他 他为什么不爱他 就因为他后宫家里三千 晚晚这会儿 哪里会知道大豹君的心思 在他看见面前宫女呈上来的美食时 便已经忍不住地吃了起来 就在他吃着正欢时 余光突然瞥见身旁的人影 吓得他将手中的鸡腿又狠狠咬了一口 嗯 这讨厌鬼什么时候坐我旁边呢 讨厌鬼 听见晚晚心生的五公主 不满地朝着一旁的小奶团子看了一眼 结果见他埋头认真干饭 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见他这副样子 纯元一时之间 感觉自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似的 这个小屁孩居然不正眼看他 纯元正想开口时 却见小屁孩的目光 正直勾勾看向对面 他顺着小屁孩的视线看去 便看见了坐在对面的男人 哇呜 哪来的大帅笔 呜呜 长得也太帅了吧 跟个男仆萨一样 他不会就是太子萧燕李吧 刚落座的太子萧燕李 突然听见耳边响起了一道 叽叽喳喳的萌娃音 他缓缓抬眼 太子萧燕李缓缓掀起眼眸 便看见了坐在对面 正拿着鸡腿啃的小奶团子 哇 那张脸说是建模都不过分 长得太帅了 美男贴贴 听到耳边传来的声音 太子不由皱了一下眉头 应当是那孩子在说话才是 可为何他却没有张嘴 就在太子疑惑不已时 耳边又响起了那道萌娃音 坐在太子旁边的那个大美人 应当就是太子飞鱼诗音吧 大美人真好看 可惜是个短命人 哎 婉婉咬了一口鸡腿 在心中默默叹息道 听言太子不由愣了一下 短命 他朝着正努力啃着鸡腿的婉婉看了过去 突然意识到自己听到的 并不是他的说话声 而是他的心声 太子又看了看四周的其他人 发现他们好像并没有听见 那孩子的说话声 这是 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他的心声吗 他一向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可如今头一字觉得 听见人心声这是玄乎的很 那孩子是谁 太子开口问一旁的小太监 小太监急忙回答道 回殿下的话 那是九公主 九公主 他倒是最近听闻 父皇从冷宫里带出来一个孩子 不过他 为什么能突然听见他的心声 还有他方才为什么说 他的太子妃短命 坐在男人身边的于世音 正拿起面前的酒杯喝一口 突然感觉到身旁有一道灼热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他拿着酒杯的手微微一僵 突然想起来他好像不喜他喝酒 上一次他不过是浅尝了一口 他倾他的时候闻到了酒味 皱了下眉 然后那晚就一直未碰过他的唇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他的太子妃了 但是对于这个不苟言笑的夫君 他心里还是有些怕的 想了想 他还是默默地松开了握着酒杯的手 还是不要做他不喜的事 免得他又厌烦他 不远处地晚晚自顾自地吃着 在他啃完一个鸡腿后 突然感受到了什么 浅浅地转头一看 就见五公主单手撑着下巴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晚晚被他那个眼神给吓了一跳 我去 这个恶毒小太妹 干嘛让这种眼神看着我 怪吓人的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的鸡腿看 不会是想吃我手中的鸡腿吧 听见小屁孩心生的纯元有些无语 谁惦记他手里那个鸡腿呀 只不过是他的吃相爱他的眼了而已 纯元贵为公主 出生起便有宫女嬷嬷教他礼仪 他何时见人吃个饭 吃得这般粗鲁 这鸡腿有那么好吃吗 这小屁孩至于用手抓着啃吗 纯元低眸看了眼自己面前碗里的鸡腿 他是个淑女 他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啃腿子的举动 哇 他碗里的那个鸡腿看着好像更大一点 没看着好好吃的样子 听言 纯元低头看了眼自己面前的鸡腿 然而他并没有什么食欲 他怎么都不吃啊 那么大个腿子放在你面前 你是怎么能做到无动于衷的 这是对一只美味的腿子 天大的亵渎啊 晚晚看着一旁五公主面前的鸡腿 感觉他手里啃着的鸡腿都不香了 他什么时候吃啊 他不吃我可以帮你吃的 纯元坐在席间 就因为他没有吃腿子 结果就一直听见某个小屁孩的心声中 一直念叨着他碗里的鸡腿 要不然他把鸡腿给他 呵 怎么可能 这小屁孩先前还说他是恶毒公主来着 诺 这个给你吃 纯元拿起面前的碗 递给了一旁的男人 阿南瞧着少女递给他的鸡腿 面色微精了精 拿着呀 纯元强行塞进了男人手中 虽然阿南心中很是不解 但既然是公主给他的 他自然是接下了 谢殿下 咦 五公主身边的这个帅哥是谁了 那个小白脸 怎么不在他身边 晚晚看了看 并没有在少女身边 发现那小白脸的身影 他听着男人瞧了瞧 注意到男人脸上没股位置 那一指长的刀疤 这个该不会是 那个叫阿南的暗卫吧 唉 他倒是个真正中心的 只可惜五公主 喜欢那个叫阿北的小白脸 不喜欢他 最后他的结局也很惨 为了就五公主脱离苦海 瞎了眼 断了条腿 成了废人后 又被万箭穿心 惨爱 纯元 阿南为了就他瞎了眼 断了腿 成了废人之后 又被万箭穿心 纯元心中大惊 在听了小屁孩这话之后 他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了 心中突然传来一阵痛意 好似这样的事情 在未来会真的发生 当然他也信了 他忽然想到 自己平日里看到那些 关于主角死后 又重生的画本子 虽然他不知道 他眼前这个九皇妹 是不是像画本中的 那个死后重生 但是他确信 他一定是知道 未来所发生的一切 他说他未来会被阿北 迈进窑子里 那如今 阿北已经被他亲手弄死 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出现了变数 他可以改变自己 和身边人不幸的结局了 纯元突然意识到 他这算不算是 得到了一个金手指 因为只有他能听见 小屁孩的心声 意识到这一点的纯元 突然感觉自己肩上的 担子有千斤重 他恍然大悟 原来他竟是天选之子 大暴君膝下 除了婉婉 还有八个孩子 在文中七皇子和八皇子 因为他们的母妃犯了事 自小便一直被囚禁在封地 不得回京 所以文中并未用 过多的笔墨描写 剩下六位皇子 可是一直生活在皇宫中 最后也整整齐齐的 脑袋成头挂 今日晚晚除了在宴会上 看见那太子和五公主外 也看见了他名义上的二皇兄 在看见二皇子之后 他突然想起来 这个二皇子 最后倒是没有和他们一样 脑袋整整齐齐的挂成楼 他死得更早 因为基于太子之位 结果被太子给抹掉脖子了 皇兄下月初三剿匪一事 可全都安排妥当了 在宴会正值热闹时 坐在席间的二皇子肖默青 突然开口道 太子语气清冷回道 老二皇帝挂忌 自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听着两人这一问一答的话 在场本来聊天的诸位大臣 立马竖起了耳朵 两个祖宗 这是又要闹了 皇宫上下 皆知 太子殿下和二皇子两人 从娘胎里变不合 当初两人的母妃 几乎是同一时间怀孕 陛下放言 哪位娘娘率先生下太子 便封其为皇后 说来也巧 两位娘娘也是在同一日临盆 甚至于连同孩子出生的时辰都一样 最后 只因给二皇子接生的嬷嬷 动作慢了几个小会 就让她和她的母妃 错失了太子和皇后之位 于是这些年中 二皇子也是很不服太子 两人明里暗里的较着劲 听说上个月 就因为陛下将辽州剿匪的事 交给了太子去办 结果二皇子不服 同太子在宫中动武 把好几个宫的房顶都先翻了 这二皇子今日 怎么又提起这事了 二皇子只副蹭着手中的酒杯 笑着道 听说辽州山匪很是阴险狡诈 皇兄可要当心才是 最近这几日 练武也不要落下 对了 皇兄最近几日 可是政务繁忙 皇帝我在练武场 一连待了好几日 怎么都没瞧见皇兄你人影呢 听言 太子掀起眼皮子 淡淡看了他一眼 皇宫之大 练武之地不随处可见 看来皇兄最近是又偷偷练了什么新招 才如此防着皇帝我呢 二皇子勾着唇笑着道 是啥新招啊 不如皇兄同我再切磋一下呗 太子 改日 择日不如壮日啊皇兄 况且父皇和诸位大臣 看着普通的歌舞也看腻了 不如我们上去小比一下 坐在上方的大豹君微微皱眉 莫清 即是家宴 打打杀杀像个什么样子 大豹君此刻心中也无比后悔 两人又是谁也不服谁 他对此也是十分头疼 有一次忍无可忍之计 便让两人打一架 本以为事情会完美解决 可不曾想好几年过去了 如今这两人争什么都要以武丁胜负 见字的老子都喊话制止 二皇子不得不打消了 自己想要同太子比武的想法 但下一秒 他又开口道 最近几日都瞧见皇兄身边的小太监 进出太医院拿药 还是治腿伤的药 皇兄你腿怎么了 没什么大问题吧 前几日不还好好的吗 他腿怎么了 你会不知道吗 则 心机小绿茶 治腿伤的药 太子殿下腿怎么了 二皇子肖默轻此话一出 在场的诸位大臣不由心存困惑 目光落在太子的腿上 见自己的目的达成 二皇子肖默轻又苦口婆心劝说道 剿匪刀剑无眼 皇兄若是腿伤着了 可不得马虎啊 还是先安心养伤叫好 他为什么治腿伤你会不知道吗 则 心机小绿茶 不就是你派人暗算 太子弄伤了他的腿吗 二皇子肖默轻 耳边突然想起陌生的萌娃音 见有人居然说出 太子腿伤一事 是他所为 肖默轻瞬间变得了脸色 猛地拍了 一下子桌子暴怒道 胡说八道什么 他那一拍 不由下地在场众人一跳 纷纷像他头去一样的眼光 二皇子 这突然又是怎么了 这是疯病又严重了 肖默轻怒吼完之后 见在场的众人皆是一脸望着 疯子一般的眼神瞧着他 坐在席间的太子 瞧着他这个又莫名其妙犯了疯病的皇帝 语气淡薄道 倒是劳烦二皇帝竟如此的记挂 前几日 我确实是让侍从去了趟太医院 拿的确实是治腿伤的药 不过并非是我所用 二皇子肖默轻听了太子这番清冷的这话 在看着在场众人那番反应 眼中闪过一丝困惑 怎么回事 刚刚是谁在说话 他们是没听见还是什么 太子腿伤一事 确实是他派人干的 并且他派人暗算他的时候 可是让人每一招都往他腿上打的 他就不信太子伤了腿 父皇还能将剿匪一事交给他去办 可明明他做的天衣无缝 为什么还会有人知晓 肖默轻朝着四周看去 并没有看见是谁刚刚开口说了话 难不成是他太心虚 换听了 想到这一点 肖默轻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就说他的计划天衣无缝 怎么会有旁人知晓 下一秒 他脸上的神情又恢复了正常 问道 哦 原来不是黄兄所用 那是谁 难不成是黄嫂腿伤着了 坐在席间的于世音 见在场众人的目光 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难免有些紧张 太子前几日突然遇刺 被刺客伤到了腿 他本来想叫太医 可不知道太子为何让他不要声张 虽然他听太子的话并未叫太医 但心中实在是担忧 便让侍从去太医院拿药回来 是妾身不小心伤了腿 如今已无大碍了 二皇子肖默轻听着这两夫妻一唱一和的 心中冷哼了声 正打算贴心地叫太医进来时 耳边又想起来那道蒙娃音 下面这个二皇子就要把太医给叫上来了 然后死皮赖脸的要给太子妃看腿 太子不愿 于是乎这个二皇子就耍诈和太子动起了手 结果太子腿伤暴露 大暴君便把这个剿匪任务交给了二皇子去办 结果败了呀 肖默轻听言震惊地瞪大眼睛 他的耳边又想起来那道声音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他总算是瞧见了不远处坐在那的小奶团子 是他在说话 可他并未张嘴 他又瞧了瞧四周众人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样子 他突然意识到他听见的好像是他的新生 哎 真是搞不懂这个二皇子脑子生是有病 不惜派人暗算太子之位代替太子去剿匪 平躺着当条咸鱼不好吗 本来人就笨 还什么事都要跟太子抢 要不是太子念及旧情 没有拆穿 你早就蹦大不了了 听见小奶团子新生的肖默轻很是震惊 除了他居然说他脑子愚笨外 他还说若是他带兵去剿匪 他会败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败 晚晚坐在席间咬了一口手里的饭后点心 期待着等一下双方大战 可等了好一会儿 却见二皇子没了动作 嗯 这二狗子怎么不叫太医进来了 二狗子 这小屁孩二狗子是在叫他 二皇子肖默轻视线看了过去 刚好和某个小奶团子目光对上了 晚晚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见男人突然看着自己 他也只是当他无意间扫过他而已 他毫不在意地低头 又拿起一块点心咬了一口 肖默轻眼神晦涩地看着不远处的小屁孩 吃了一块又一块点心 他记得前些日子 父皇从冷宫里带出来了一个孩子 封其为九公主 莫非这小丫头便是他的九皇妹 可是他为什么能听见他的心声 还有他为什么知晓他想做什么 甚至于还说若是他带兵去剿匪会输 晚晚吃了好几块点心 等着太子和二皇子两个人打成一团 可直到宴会快结束 他都没有看到两个人动手 晚晚不由打了个哈欠 宝贝困了 怡飞在一旁轻声问道 晚晚点了点头 娘亲困了 那娘亲先带晚晚去见个人 然后我们就回去睡觉好不好呀 好 虽然晚晚并不知道 他娘要带他去见谁 但是谁让他娘是世上第一好的娘亲 他娘说什么他都答应 晚晚被他娘牵着走出来宫殿 见门口正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江文峰听见声响转身 就看见自家妹妹牵着一个小奶团子 朝着他走来 他眸子闪了闪 对着女人行了个礼 沉参见宇贝娘娘 哇哦 大帅哥长得也太帅了吧 禁欲戏美男爱 他不会是暗恋我娘的某某大臣吧 看着男人 晚晚的小脑瓜子里 已经脑补出了禁欲臣子 和皇帝妃子的小说了 不料等下他娘的一声称呼 粉碎了他的想法 大哥 你看看 婉婉长得可不可爱 大哥 怡妃一脸开心道 婉婉快叫舅舅 舅舅 一道可爱的萌娃音传入耳中 本来江文峰本来并不喜这个孩子 若非是这个孩子 他的妹妹也不会因此自甘 在冷宫里待了整整三年 可在听见这孩子软乎乎地 叫了他一声舅舅之后 他那酷似那狗皇帝的眉眼 瞧着也顺眼了起来 嗯 江文峰接过一旁小四弟来锦盒 递给了面前的小奶团子 舅舅出门匆忙 也未带什么贵重的礼物 就将这个送给婉婉当见面礼吧 婉婉刚接过的那一刻 那盒子的重量 让他险些一下子没抱不住 好在他的娘亲替他拿住了盒子 啥玩意儿那么重 婉婉没忍住好奇 掀开盒子看了眼 结果那金闪闪的光 差点亮下他的大眼 江文峰表面上 因为狗皇帝的缘故 他不太喜这个孩子 所以礼物并没有尽心准备 实际上 巧咪咪地询问了府中上下所有人 三岁的小孩子一般喜欢什么 终于花费了好久 给婉婉打造出了两个 用金子做的眷人娃娃 心情忐忑地交到他手中 我敲 这个舅舅好气呀 婉婉瞧着静静躺在盒子里的 两个纯金打造的金人女娃娃 眼睛都要看直了 婉婉可喜欢 江文峰心中有些忐忑地问道 不知道婉婉喜不喜欢 他送的这个礼物 婉婉紧紧地将锦盒抱在怀里 嗓音甜甜回应道 婉婉喜欢 谢谢舅舅 我可太喜欢了 谁会不喜欢金子啊 除非脑壳有问题 婉婉喜欢的话 下次有空出宫舅舅 带你去家里的金店铺子里挑 这个小金人娃娃 是金店即将要推出的新款 还未对外发售 婉婉是第一个拿到她的人 金店 还是家里开的 婉婉这会儿 眼睛都要快变成光了 好 她想起来在原文中 确实有描写过 她娘的娘家很有钱 父亲可是赫赫有名的郑国大将军 两个哥哥一个从政 一个从商 若婉婉没有猜错的话 眼前这个男人应该是 她的大舅舅江文峰 朝中刚正不阿的 令奸臣们文峰丧胆的 冷面判官江大将军 要说江家可是真正的忠臣啊 在原文中 一非被人污蔑 与人有染 生下孽种 被大暴君一怒之下处死之后 哪怕江家人对此十分心痛 但也从未生过叛主的念头 可惜自古功高盖主 惹得君王忌惮猜测 君臣日渐离心 最终江家受奸人所迫害惨死 呜呜 扎爹 不仅扎 还是个昏君 大暴君刚走出殿内 便又听见了某个小屁孩 骂他的心声 他脚步一顿 皱起眉头 面色微微不悦 小屁孩 他又哪里惹他了 陛下 一非瞧着出现在门口的大暴君 轻声唤了他一声 江文峰文言转头 瞧着站在不远处的陛下 对着男人恭敬道 臣 见过陛下 玩玩表面上软糯糯的叫了声 爹爹 事实上在心里 我去 这扎爹怎么跟鬼一样 神出鬼没的 真吓人的 大暴君藏匿在衣袖下的拳头紧紧了 努力深吸一口气 平复自己的怒意 然后开口道 原来是内凶在此 死小孩 当真是吓死他了 他坐在位置上好好的 突然听到了他的心声 说什么是暗恋他娘的某某大臣 虽然他知晓 一非肯定不会给他戴绿帽 但是他心中还是忐忑不安 一时没忍住 便出来瞧个真切 江文峰 回陛下的话 家父最近不幸染了风寒 不便来此参加宴会 但因私女心切 便让陈瑜娘娘叙旧一二 顺便看一看婉婉 朕最近确实是收到了国杖的病假 那如今他身体如何了 回陛下的话 已经好多了 在些几日方能痊愈了 嗯 既如此 大暴君想了想 视线落在一旁的小奶团子身上 道 既是三年未见 想必国杖定然是私女心切 再者 婉婉是他的外孙 也总该见一见 那婉婉明日 就跟你娘出宫回江府一趟吧 陛下 一非听了这话 眼眶都红了 陛下让他和婉婉回娘家 他没有听错吧 这宫中 妃嫔出宫回娘家的先例 可是少之又少的 爱妃哭什么 不是想家吗 那便回去看看吧 大暴君倾摸了摸一非的脸 替他擦掉眼角的泪水 江文峰瞧着两人这番轻腻的动作 心中难免有些诧异 他的妹妹 何时受陛下这番喜爱了 毕竟先前可是下令 直接让他打入冷宫的 江文峰虽然心中十分不解 但见妹妹明日能回家一叙 他心中自然也是十分高兴 陈 谢过陛下 大暴君看了一旁某个 扎着包子头的小屁孩一眼 本以为某个小屁孩 也会很是感动 可没想到 他的心声却是这样的 欧耶 明日跟娘出宫回娘家 太棒了 出宫去玩了 那我今天可要早点睡觉 然后明天美美的起床 穿美美的衣裳 扎美美的发际 来这里那么久 我还从来没有出宫过呢 扎爹你 终于干了件 让婉婉满意的人事了 大暴君 六 第二天一早 婉婉早早就起来了 她像个洋娃娃一样 端坐在凳子上 任由荷花 给她扎上可爱的丸子头 然后穿上漂亮的小衣裳 站在铜镜前 臭美地照了照 她呀 尊都士太可爱了 收拾好一切过后 婉婉被她娘牵着手 走出来了芙蓉宫 出宫的马车 很早就停在了门口 就在婉婉刚被她娘抱上马车 就突然瞧见 不远处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朝着他们走来 咦 那身影瞧着 怎么那么像扎蝶 婉婉有些不确定 伸出小手 揉了揉自己的卡兹兰眼睛 这一看 那不是她那扎蝶还能是谁 姨妃瞧见 突然出现的大豹君 也是十分震惊 陛下 你怎么来了 姨妃说着 正准备下马迎接 被大豹君掐着小腰 给又按了回去 大豹君也丝毫不客气地 在一大一小娜威精的眼神下 踏进了马车 正正好今日无事 便同爱妃一同回复好了 下一秒 在大豹君的示意下 扶公公还有几个小太监 纷纷将手中拿着的锦盒 给搬上马车了 婉婉 哇 这些锦盒 不会都是金银财宝吧 扎蝶是下了血本了吧 不过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到 扎蝶动机肯定不纯 婉婉这边在心里刚吐槽完 他左边的那个丸子头 就被大豹君突然捏了一下 婉婉立马扬起 自己可爱的小脸 软萌萌对着大豹君道 爹爹 坐这边 大豹君瞧着某个小屁孩 殷勤地将一旁的零食 还有杂物挥开 让他坐在他身边 这番可爱的模样 怎么看都像个乖小孩 但除非他听不到他心声的话 小屁孩 又在用最坏的动机来揣测他 嗯 大豹君轻硬了一声 从小屁孩身旁坐了下来 本来有些宽敞的马车 因为大豹君的到来 倒是显得有些狭窄了起来 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男性气息逼近 以非显得有些十分不自在 哪怕他与陛下成婚多年 他们二人从未同坐过同一辆马车 对于他而言 陛下不过是有着他丈夫名称的陌生人而已 马车里安静极了 大豹君直到坐下之后 他才发现他并不知道要同一妃聊些什么 他与一妃成婚六年 他嫁给他时 他不过是刚过了吉吉之年 偶然听闻他戴字规格时便心目于他 便下了一道圣旨 让他进宫为妃 前三年 他也只是偶尔翻他的牌子 后三年他因被柔非污蔑 被他狠心打入了冷宫 大豹君突然觉得 那小屁孩话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 站在为人丈夫的角度 他确实是属于薄情寡义之人 但他又觉得自己并非如此 一开始 他确实是对一妃心怀愧疚 想要补偿他 但后来他发现 他对他也不仅仅只有愧疚 好安静啊 这两人怎么都不说话 怎么一副不熟的样子 晚晚瞧着他娘亲 还有扎爹面对面坐着 却一言不发 他一副吃瓜群众似的 打量了一下他们 听到晚晚心声之后 大豹君也觉得气氛怪得很 他们本不该如此 于是胡便开口试图开口 打破这一寂静 早膳吃了吗 吃的什么 扑 豪吐的聊天方式啊 扎爹不会聊天 你也别硬聊啊 大豹君 一妃轻声回应道 回陛下的话 早膳用过了 吃的粥和包子 哦 大豹君听言亲应了一声 然后目光紧盯着一妃的小脸 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 一妃先是不太明白 然后想到了什么 反问道 那陛下早膳吃了吗 晚晚听着两人这番大聊 心中甚是无语 从一旁的点心盒子里 掏出他娘亲做的小饼干 正打算咬一口 听见那扎爹开口回答道 还没有 陛下怎么不用玩早膳再来 这饿着肚子怎么行呢 一飞也没想到 陛下居然不吃早膳就来了 他将一旁的石盒打开 递了过去 臣妾这边只有这些 陛下先吃这些垫一垫吧 大豹君 好 啊 我最爱的猪猪包 一旁的晚晚 见大豹君 竟要拿他最爱的猪猪包垫肚子 心中无比悲愤地呐喊道 猪猪包 啥玩意儿 大豹君拿起那小巧玲珑的包子 瞧了瞧 注意到包子捏得确实像个猪头 一飞见陛下盯着那小包子 迟迟没有吃下 开口解释道 这本来是给晚晚做的 在路上解馋的小零食 下一秒 大豹君张嘴咬了一口 那软糯糯的奶香味 混合着麦香味 在口中散开 嗯 味道很不错 没想到爱妃手艺这般好 都能媲美玉膳房的大厨了 一飞 陛下你谬赞了 臣妾也只是空闲下厨坐着娃而已 很好吃 这里面是加了奶吗 一飞点了点头 嗯 加了羊奶 晚晚喜欢喝 大豹君 晚晚喝羊奶好 长个子 听着两人这渐渐交谈起来 晚晚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他刚刚还取笑这个扎爹大聊 结果没想到这样两人也能聊开 小丑竟然是他自己 扎爹 你不会就是为了吃我最爱的猪猪包 所以才问我娘早膳 吃了没吧 一句话安静的氛围打破了 把天也聊了 猪猪包也吃了 当真是好生的心机娃 某心机扎爹 小屁孩 又开始大逆不道了 知晓某个小屁孩喜欢 大豹君吃了三个便停手 一飞见此 开口问道 陛下不吃吗 大豹君笑着捏着身旁小奶团子 头顶上的丸子头 正要是在吃 某丫头倒是要把我给吃了 一飞顺着男人的目光看去 就见小奶团子委屈地 撅着小嘴直勾勾 看着他那可可爱爱的猪猪包 注意到两人的视线 都落在自己的身上 晚晚急忙回过神 拿起一个猪猪包 殷勤地递了过去 爹爹放开吃 晚晚很大方的 大豹君瞧着小奶团子 那一脸无害的小脸 心中暗自轻泽了声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笑如此负 晚晚吃吧 吃多点才能长高 现在太矮了 臭渣爹 你才矮 你全家都矮 我才三岁 你还要我长多高 像竹笋那样框框长吗 晚晚心生骂骂咧咧 表面上 谢谢爹爹 大豹君将猪猪包 塞进小屁孩的嘴里 则 表里不一的小屁孩 吃你的猪头包去吧 半个时辰不到的功夫 马车便稳稳停在了江府门口 得知今日陛下批准母女二人回江府 江家人早早便在门口等候了 在看见皇宫专属的马车 越发的近时 江家夫妇心都跟着激动了起来 尤其是江老夫人 自打女儿嫁入皇宫 沦为后宫妃嫔 除了皇宫宴会上 她能见到一面外 其余见面都成了奢侈 近三年来一二 被打入了冷宫 她更加是见不到了 马车车帘被掀开 乙飞率先下了马 父亲 母亲 大哥 听见这熟悉的声音 江老夫人的眼眶 一下子变红了 孩子 我的好孩子 都瘦了不少了 江老夫人看着 自家女儿的销售的下巴 眼眶中流露出浓浓的心疼 娘 我很好的 乙飞说完 牵着小奶团子的手 让她叫人 晚晚 祖父 祖母 舅舅好 软萌萌的奶娃音 传入耳中 在看着小奶团子 那可爱的面容 在场的众人 只是看了一眼 立马便被她给蛊惑了 江老夫人 哎 这就是我的孙女吗 长得太可爱了 江老将军 简直就是 和姨儿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就在一家人 围着小奶团子 高兴个不停时 一道熟悉的高大身影 从马车走了下来 在江家众人 瞧着从马车上下来的陛下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陛下怎么来了 下一秒 江老将军正要跪下时 大豹军及时伸手拖住了他 岳父大人无需如此 震惊日陪姨儿回江家 也是以您女婿的身份来辞的 陛下 这怎么能使得 江老将军惶恐至极 但还是爱不住陛下的威严 大豹军 朕说是 便就是 陛下同一妃一同回江家 这是江家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 江家上下所有人 立马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来 以免出了差错 惹得陛下不悦 江家政厅 一妃一回来 便跟江夫人去了内室叙旧 偌大的政厅 坐着大豹军 江老将军 江家大少爷江文峰三人 坐在椅子上聊着天 江家二少爷江文雪成婚的早 夫妻二人在外面从商 半个月前去了外地 还未归家 留下年仅六岁的幼子 江景怡 妹妹 这个给你玩 江家小少爷江景怡 虽然才六岁 但也一表堂堂 像个小大人一样 照顾着刚来家的新妹妹 婉婉虽然对这些小孩子玩具 并不是太感兴趣 但看待这个景怡小哥哥 恨不得将她所有的玩具 都给塞给她玩 她还是很乖巧地 收下了她给她的主蜻蜓 谢谢景怡哥哥 婉婉嗓音甜甜道 大豹军瞥了眼相处的 十分融洽的两小屁孩 端起面前的茶水 喝了一口 到底是君臣 无非聊的便是些国事上的事情 大豹军 宋坤前些日子犯了事 正一怒之下 赐了她一杯毒酒 如今她的位置暂且无人 朕目前倒是有两个众议人选 一是先前立下过战功的陪人士 二是镇守边疆数十载的赵鹤 在这两人之间 朕一直都犹豫不决 不知岳父觉得 这两位谁能担此大任 这将老将军思索了一会儿 这两位将军 他是有过接触的 正想要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注意到一旁自家大儿子 那微微摇头的视线 他摇了摇头 这两位将军 既是很出色 老臣恐怕一时之间也难以抉择 对于陛下今日突然到访 将老将军 已然是嗅到了半分的危机感 这些年 他们将家军替陛下征战沙场 陛下赫赫战功 本应是一件天大喜事 但如今战乱一平 百姓安居乐业 将家的存在 无疑不是成了帝王的眼中钉 战乱时 君主希望你强 替他征战沙场 但国安时 你若是还强 那就是天大的不该 古往今来功高盖主 惹得帝王忌惮猜忌 最后被灭门的不在少数 将老将军 虽然曾经征战沙场 陛下赫赫战功 但他如今年事已高 饶示他们将家 对陛下忠心耿耿 但还是抵不过 奸臣在帝王背后嚼舌根子 陛下今日突然到访 恐怕心中 已是对他们生理一切来试探 饶示他们在如何证明忠心 帝王心始终会猜忌 先前日子 陛下无缘由地 砍了张大人的脑袋 张大人当初 可是他们将家提拔上去的 这不就是 在给他们警示吗 或许如今 他确实也该退位 交出兵权仪表忠心 希望陛下看待他们江家 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份上 能放他们一条活路 我就知道 扎爹突然要一起来 定然是动机不纯 原来是明里暗里 逼老将军退位交兵权了 果然 战乱时 君王希望你强带 他去上阵杀敌 果然时你若还强 那就是死路一条 唉 自古忠诚短命 毕竟君王需要的是 一个能听指挥的利剑 而不是功高盖主的统帅 听了小屁孩的心声 大暴君顿时感觉一道惊雷 在脑海里皮果 瞧着老将军这副态度 他这才意识到 他以为他是来让他退位 交出兵权的 他可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江老将军 陛下骑士老陈如今年事已高 想事时候到了退位 恩是 江老将军话还没有说完 大暴君猛地起身 走到他的面前 握住他的双手 表情凝重道 当初朕还是人人其辱的皇子时 是恩师你向朕伸手了援手 若没有恩师你 也绝不会有今天的阵 当初黎旭帝昏庸暴政 你我二人泰山之上畅谈理想 是要推翻暴政 建立新政 如今我们第一步已经做到了 我知道如今虽然国泰民安 但各方势力奸臣 还是暗流涌动 我需要恩师相伴 自古虽然说功高盖主 惹得帝王猜忌 但我以为 害怕和忌惮臣子功高盖主的帝王 都是不配做帝王的废物 我会怀疑朝堂上的所有大臣 对我心有不忠 但我唯独不会怀疑恩师你 若是有朝一日恩师盼我气我 那一定我是做得不好 不配当这东明的君主 大暴君这番话一出 将老将军眼眶不由红了一拳 紧握住他的手 颤声道 天地何则万物生 君臣何则国家平 明君与贤臣相辅 国家方能安定 今日听陛下这一番肺腑之言 臣感慨 有君如此 乃是我东明之福 臣定当竭尽全力辅助陛下 将老将军话落 还未等大暴君反应过来 他便已经是屈膝跪下 大暴君急忙前去扶他 恩师你快起来 还未等大暴君将将老将军扶起来 一旁的江文丰也跟着跪了下来 对着大暴君道 陈江文丰愿为陛下鞠躬尽翠死而后矣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见两人都跪下 大暴君干脆也跪了下来 江老将军 陛下 江文丰 陛下 陛下你这是做什么 江老将军吓得要去扶他起来 大暴君制止了他的动作 开口道 恩师与内兄 贵我是当我为君主 而我贵恩师和内兄 则是因为我是姨儿的父君 三年前 我听信他人谗言 误以为是姨儿生肚谋害了皇寺 我一怒之下 将他打入冷宫三年 直到前些日子 我这才查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姨儿当真无辜 是我的昏庸 让姨儿白白蒙受了三年的冤屈的 我愿磕头认错 年轻的帝王 跪下磕了三个头 三年前在江文丰得知 自家妹妹因为善度而谋害子四时 她便对君主心生了嫌弃 她时常想她精心侍奉的君主 究竟配不配她如此 在妹妹被打入冷宫的那段时日 她甚至都想好了 以他们江家军的实力 从后宫带走一个人 简直易如反掌 可她父亲忠心是主 得知她的念头后 目骂她大不该 她当时心高气傲不懂父亲 如今已是了然 父亲并未看错人 他们的君主也未曾让他们失望 她也许会犯错 但会改过的君主 比起那昏庸之地 墙上千倍万倍 坐在一旁手里 挽着竹蜻亭的婉婉 听得大暴君那番肺腑之言 心中也是十分感慨 这渣爹是被夺射了吗 居然能说出那番有道理的话 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她居然知道我娘亲 当年是被陷害的 为此还特意下跪道歉 当真是见了鬼了 本来气氛到这了 大暴君心中也是十分动容 可在听到小屁孩的心里话之后 她就知道这个那丫头 不会说什么好话 不过还挺帅的 这渣爹好像也并没有书上 写得那么昏庸嘛 大暴君心中正要生起的怒意 因为小奶团子的一句话 瞬间被熄灭 在她听见后明显愣了一下 原本暗淡下去的眼神 突然亮了亮 小屁孩这是 在夸她 星号 得知今日一飞娘娘回来 下午时江府也来了不少亲戚 一圈子亲戚一一问好后 晚晚怀里已经抱着 不少价值千金的见面礼 啊 好多钱好多钱 我特喵得成富婆了 哈哈哈哈 大暴君正半握在软榻上看着书 还未见着某个小屁孩 便先听到了她的心声 大暴君倾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个小财迷 因为她不喜喧闹 再加上她身份原因 若是让人知道 她陪着一飞一同回江府 恐怕回宫之后 一飞会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她并未去见那些宾客 而是半握在一飞 为出驾时居住的 规格的软榻上 专心看数 下一秒 紧闭的大门被推开 大暴君微微掀起眼皮子 就见婉婉手里抱着一个锦盒 她身后的宫女荷花手里 也抱着大大小小的锦盒 不难看出今日这丫头 又得到了不少金银珠宝 爹爹晚晚回来 嗓音甜甜地叫了她一声 看起来心情很是不错的样子 嗯 大暴君语气淡淡地轻硬了声 紧接着 他就见小屁孩在喊完她过后 已经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开始寻宝 没过一会儿 正聚精会神 看着说的大暴君 眼前突然闯入了一大片金色 爹爹 晚晚带哪个好看了 大暴君瞧着小屁孩 伸到她面前那 近乎挂满十几个金镯子的手臂 眉头狠狠一跳 她这是让她在十几个金镯子中 挑出一个好看的 再难的奏折都批阅过的大暴君 此时面对着十几个金镯子 却完全没了主意 她将连往前凑了凑 看了好一会儿 最终对上小奶团子 那一脸期待的目光 问道 这些有什么区别吗 晚晚 不是 爹爹 你年纪轻轻眼睛老花了吗 这哪里一样了 这些镯子样式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是是速圈的 这个是推拉的 这个是开口的 这个是竹节的 听着小屁孩在耳边 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最终大暴君随便挑了个顺眼的指了指 这个 晚晚盯着他指的那个看了看 好巧不巧 爹爹选了个里面 他认为最丑的一个 爹爹这眼光如此特别 当初究竟是怎么看上 我倾国倾城的娘亲的啊 听此 大暴君心中冷笑 不好意思 是你娘先爱慕我的 对了 你娘呢 大暴君问 既是去见宾客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回来 晚晚一边拨弄着手上 戴着的金镯子 一边回答道 娘亲在忙 忙着见我未来的爹爹 我要有新爹爹了 嘿嘿 大暴君 荷花正站在外头守着 身后突然传来了 帝王那阴沉的声音 一飞人在哪 荷花被吓了一大跳 当他瞧着陛下那面 无表情的脸 胆战心惊地回道 娘娘 娘娘应当还在后院那边 荷花说完 就见陛下抱着小公主 朝着后院的方向走去 晚晚也不知道 大暴君莫名其妙是怎么了 突然把她抱起来 说带她去找她娘 哎 这大暴君现在心怀愧疚 倒是处处想着我娘 只可惜我娘不爱她 晚晚新生的大暴君 越发不淡定了 一飞不爱她 这怎么可能 当大暴君抱着孩子 走到后院时 果真是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一飞就站在那 她的面前还站着两个人 其中那个身形高大 身穿着一身白衣 长相温润的男子 率先闯入了大暴君的视线 望着那张熟悉的脸 大暴君一眼便认出了 那是太医院的太医陈子英 她顿时心里就明白了 定然是这个小屁孩 自己看见帅的 就胡乱认爹 还心爹爹 信不信她把她揍得 娃娃大哭叫爹爹 大暴君转身正要离开 又听见了怀中小屁孩的心声 哇 陈太医不愧是娘爱的第一个男人 长得真干净 若不是大暴君强娶豪夺 硬要娶我娘做妃子 娘跟这个陈太医一定很幸福 爱过的第一个男人 听到晚晚新生的大暴君 顿时变了脸色 这小屁孩又在乱说什么胡话 一而爱过的第一个男人 分明是朕 还强娶豪夺 朕何时强娶豪夺过 大暴君一气之下没有收住力 晚晚的手臂被他掐疼了一下 晚晚有些吃痛的 抬起毛子一看 就瞧见他扎爹 那宛如怨妇一般的眼神 盯着不远处的两人看 我敲 扎爹这怨妇眼神 是要吓死谁啊 他瞧见我娘跟男人在一起 不会又以为 我娘给他戴绿帽了吧 虽然我爸爸的娘离开你 但是娘因为你强娶豪夺 现在和他的竹马 小陈太一 可是很纯洁的关系哦 青梅竹马 姨儿和陈太一 是青梅竹马 娘亲 在大暴君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之前 晚晚出声喊了他娘一声 一飞闻眼转头 朝着小奶团子看了过去 注意到晚晚身边的男人 温声喊道 陛下 陈太一见着突然出现的陛下 也是十分震惊 立马连同身边的小丝 恭敬对着男人行礼 微臣陈子英参见陛下 见两人都看见了自己 大暴君也没打算 再鬼鬼祟祟地藏起来 他怀中抱着某个小屁孩 迈步走了过去 娘亲 待扎爹抱着他走过去 晚晚已经是迫不及待 挣脱了他的怀抱 扑到了他娘亲的怀里 一飞将他抱起 笑着道 晚晚怎么来了 晚晚 爹爹说他想娘亲了 陛下想他了 一飞有些微惊地 朝着男人看了过去 却见某人此刻的脸色并不好 大暴君听着方才那陈子英三个字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顿时十分难看 陈子英 这陈太医叫陈子英 而他叫萧选印 他突然想到六年前那日 他有事去江府同恩师议事 路过梁亭时 正巧听见江仪同他的归中立友 说他喜欢他 我喜欢谁 当然是喜欢硬哥哥呀 他少时还未坐上皇位时 在江府住过一段时日 与江仪相熟 他也对他很好 虽然他从未在他的面前 喊过他硬哥哥 但是他那时下意识地以为 他口中的那个硬哥哥是指的他 可如今看来 他口中说的那个硬哥哥 分明就是阴哥哥 硬哥哥 阴哥哥 阴和阴虽然比划不同 但是同阴 一直以来 他一直都以为他爱慕于他 哪怕他从未当面同他说过 他也只当是少女秀于表爱 所以在久久等不到他同他说爱之后 他便主动下了圣旨 封他为妃 可如今他才明白 一切都是他会错了意 一妃不爱他 他从未爱过他 所以在他们的大婚之夜 他才会哭红了眼 那时他还以为 他是如愿成为他的妃子而哭 而如今恍然醒悟 他是为了做不成陈子英的妻子而哭 陈太一看着面前这一家三口 心中不由生起了一丝现意 尤其是瞧见那长相可爱的小公主时 更是五味杂陈 他一直听传言说 一妃并不受恩宠 可今日一见 陛下不仅同意让一儿回江府 还跟着他一同前来 可见传言并不可信 见一儿看来过得很好 那他便安心了 陛下 怡妃娘娘 陈还有要事在身 就先行告退了 陈太一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 嫁人生子 心里肯定不好受 所以这才着急要走 唉 这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那么大呢 陈太一为了我娘终身不娶 大豹君娶了我娘还不珍惜 渣男 大豹君 大豹君意识到 怡妃并不爱他 他曾经所爱的是 眼前这个男人 虽然他知道 一直以来是他自己当初会错了意 那浓烈的醋意涌上心头 还是会让他极度到发疯 他抬起眼 眼中没带半分笑意 听说陈太一与朕的爱妃 乃是青梅竹马 陈太一刚要离开 便听见陛下突然问他 他点了点头 回应道 回陛下的话 是的 又是陈的家 和一妃娘娘的家挨得近 一来二去 两家便已熟络了 哦 大豹君与其冰冷道 原来如此 陈太一瞧着 也到了儿历之年 可取其否 陈太一有些羞愧道 回陛下的话 陈还未曾 我敲 大豹君突然问这个 该不会早就知道 这个小陈太一 是他的情敌了吧 则 按照狗血套路 扎爹铁定仗着自己是皇帝 给陈太一强行赐婚 若不愿意 直接砍掉脑袋 完美解决情敌 听言 已经化身成醋缸的大豹君一惊 这小屁孩 怎么那么懂他 这男人啊 与其想着怎么收拾情敌 还不如想着 如何做一个好丈夫 讨老婆欢心 老婆一心一意爱你 情敌还算个递啊 虽然大豹君从来都没有听过老婆这一次 但隐约觉得 应当是和妻子一个意思 他莫名竟觉得 这个小屁孩 说的还挺有道理 若是一二真心爱他 何惧情敌多少 他若是爱他 又怎么会气他 带着婉婉逃出皇宫 他如今能听见婉婉的心声 未来什么一家人 脑袋整整齐齐挂成楼 他也一定能化解 因为他可是东明的君主 坐上皇位的天命之人 连老天爷都祝他 既是到了儿历之年 也该好好考虑自己的私事了 大豹君一副宛如兄长一般的语气说 陈太一 是 行了 爱卿既然有要事 那便退下吧 陈太一原本胆战心惊地以为 陛下是不是知道了 他和一二曾经相爱过 所以为了断了他的念想 要帮他赐婚 可没想到陛下并未如此 陈太一抬眸看了看面前的陛下 陛下相貌俊朗 又是受万人敬重的帝王 他确实是比自己 更有资格做一二的夫君 本来他心中还抱有侥幸 若一二过得不好 他无论是散尽家财 还是弃下自己 这条命也罢 他也要把怡妃从皇宫里带出来 但现在看来他过得很好 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帝王的脸色 就如同六月的天说变就变 婉婉觉得这句话成不弃他 就拿他这个扎爹来说 上一秒还一脸怨父痒 结果下一秒又恢复了正常 不止婉婉一个人这样觉得 一旁的怡妃 见陛下一脸从容地将婉婉抱起 然后牵着他的手往前走 虽然陛下什么都没有问 但是方才他明明看见陛下脸色很不好 甚至于陛下还知道 他与紫英哥青梅竹马 那他和紫英哥曾经相爱过的事情 陛下是不是也知晓了 姨妃有些惶恐 陛下如今这样 像不像暴风雨前的宁静 先前在后宫之中 有一个颇受陛下恩宠的靖妃 本来很受圣宠 可有朝一日 陛下突然得知 他在进宫前有一个晴郎 那靖妃便瞬间就失了宠 陛下若是因为这个气他 他自然并无怨言 毕竟帝王心海底针 怎么可能单单只宠一人 但婉婉没有错 只希望陛下莫要迁怒于他 回到寝室 姨妃让荷花先将婉婉带出去 他有事要单独同陛下讲 听到这话婉婉眼睛瞬间亮了 不会吧 娘亲不会这个时候 就要跟渣爹摊牌 跟他合理吧 娘啊 虽然你很酷 但是我们要冷静了 万一这个渣爹一怒之下 又要砍我们脑袋怎么办 不对 我祖父那么牛逼 我们害怕渣爹做什么 渣爹敢杀我娘 我就让我祖父和舅舅造反 直接改朝换代 让东名姓姜 我还叫什么萧云婉啊 直接叫姜云婉 做女皇 好爷 大暴君听见了 某个小屁孩叽叽喳喳的声音 但此刻他的脑子里 却只记下来一句话 姨妃要跟他合理 合理 他绝对不允许 姨妃 陛下 臣妾要 什么都不要说 朕让你做皇后 啊 皇 皇后 姨妃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陛下 臣妾不想 朕知道 朕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但朕已经知道错了 朕会改的 你不能跟朕合理 不然 大暴君阴沉着脸 要说出些威胁女人的话 咳到了嘴边 却发现 又不知该用什么威胁她 最后从齿缝里 蹦出几个字 不然 朕死给你看 姨妃 陛下你在说什么 什么合理 姨妃简直被他这句话 吓得一头雾水 臣妾从未想过 要同陛下合理 臣妾只是想让陛下 不要乱想 臣妾和陈太医 虽然青梅竹马 有过一段情缘 但也是许久之前的事 如今我既嫁给了陛下 便新属陛下 无论陛下对我与否 今日我偶遇陈太医 只是因为 福公共同臣妾说 陛下您这几日 都睡得不太好 陈太医医术方面的造诣颇深 于是 臣妾便向他询问了 有什么安神的药方 我们二人并无其他事情 姨妃一字一句地 解释完了之后 面前的大暴君 没有丝毫没有反应 就在姨妃刚抬起头 便已经被男人揽进了怀里 正当初究竟多眼瞎 才差点丢掉你 姨妃被男人抱在怀里 也不知道为何 眼眶突然红了一下 陛下 剧情人物出现OOC 系统自动开启 强行清除功能 婉婉正蹲在院子里 玩着竹蜻蜓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 冰冷的机器声 嗯 清除啥玩意儿啊 婉婉小脸一脸问号 还没明白方才的声音 从哪里来 就见他的扎爹和娘亲 已经走了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 娘亲和扎爹说什么了 和离成功了吗 听见小屁孩心生的大豹君 毫不客气地 捏了一下他的丸子头 小屁孩又开始大逆不道了 要怎么可能会跟他和离 瞧着扎爹 似乎心情很不错的样子 晚晚就知道 他娘说的定然不是和离的事 唉 新爹真难找 可愁死我了 大豹君 难找就死了 找新爹这条心吧 小屁孩 星号 离开江府的时候 天色还未晚 一非念念不舍地 告别家人上了回宫的马车 虽然晚晚也很不舍不得离开 但是他看了眼 一旁那推得高高的锦盒 心里美滋滋急了 好多好多好多钱 他也算是半个小富婆了 嘿嘿 但没过上一会儿 晚晚突然想到了一件天大的事 我敲 舅舅说 带我去金店随便挑来着 啊啊啊 我居然忘记这茶了 亏了亏了 血亏 啊啊啊 一旁的大豹君 听着小屁孩疯狂大喊的心声 如果可以 他真的很想告诉他 他藏那么多钱都没有用 因为他会全都给他挖出来的 就在晚晚十分懊恼时 他的鼻子突然闻到了一阵香味 他立马执起小身板 动着小鼻子嗅了嗅 大豹君见此轻捏了一下他的小鼻子 打趣道 跟个小狗似的闻什么呢 晚晚 我是小狗 你不就是老狗吗 大豹君 牙尖嘴利的死丫头 爹爹 娘亲你们闻 好香的味道啊 是烤全羊 大豹君先开车帘一看 刚好瞧见一旁是一家 名叫飘香阁的酒楼 一飞轻声问道 晚晚想吃 小奶团子立马点了点头 想吃 说完 一大一小齐齐 看像坐在一旁的男人 大豹君察觉到一大一小的视线 眉头皱了一下 朕不饿 朕不想吃 没过一会儿 三人走到了飘香阁的门口 虽然在场的众人都不知晓 他们三人的真实身份 但是瞧这一家三口 相貌都如此出色 都不由多看了几眼 尤其是看见被爹娘 牵着走进来的小奶团子时 越发觉得 小丫头长得真的是太可爱 店小二 客人 目前本店厢房已经都满了 只剩有楼下那边一桌了 虽然大豹君并不想在大庭馆中用餐 但是碍于某个小屁孩 实在是想吃 最后 他们三人还是坐在了楼下 刚点好菜 就听见楼上突然传来嘈杂声 大人 求求你放我妹妹吧 大人 一个身着一身不衣的男人 胶着地拍着紧闭的厢房门 门口的家奴将他拦开 语气不善道 什么放不放 我们大人只是在同龄妹议事 等一下就放他出来了 你胡说 哪有把我妹妹按在床上议事的 你们大人分明就是强抢民女 我要去衙门告你们 呸 那家奴听见 直接一脚将男人踢倒在地 好大的口气 我们大人何许人 你敢告我们大人 话音刚落 紧闭的厢房里 已经传来了少女的呼救声 哥哥 救我 晚晚 我敲 在天子脚下 竟然敢做出这等强抢民女之事 这是何等的可恶 何等的丧尽天良 爹啊 切大号 来活了 那不依男子 被那家奴一脚踢倒在地 虽说他捂着胸口面露痛涩 但听着自己妹妹在里面的求救声 他还在忍着剧痛从地上爬起 语气虚弱道 可 你们这样强抢民女 简 简直目无法计 可 那家奴听言 正要让人把他扔出去 突然瞧见两个身着 轻衣牙衣服的牙衣走了上来 发生何事了 趴在地上的不依男人文言 朝着两人看了过去 当瞧见两人身上穿着的衣服时 顿时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急忙抓住牙衣的裤腿 官爷救命 那 额爸把我妹妹绑了去按在床上 求官爷救救我妹妹吧 强抢民女还欲行不轨 着实可恶 其中一个牙衣这话刚说完 另外一个牙衣 已然是上前要将紧闭的房门推开 那家奴立马拦住了他 我家少爷有令 没有他的命令 谁都不许 那家奴话还没有说完 那牙衣听言 直接将那家奴推开 我是行政司牙衣唐仲廷 你家主子青天白日强行民女 这是归我自然管得 话落 牙衣唐仲廷直接一脚将紧闭的厢房门踢开 当瞧见那恶霸将少女压在身下时 他怒声道 放开那姑娘 那徐承轩还未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那人给一举拎住衣领扔在地上 死死按住 呜呜 一斤被扯开大半的少女 瑟瑟发抖地缩在床上 泪流满面 姑娘莫怕 我是来救你的 唐仲廷说完 地上赤裸着上身的恶霸徐承轩 一拳正要打上他的脸 被他眼疾手快地紧紧按住 强行民女欲行不轨 还一图偷袭牙差 今日这大佬你可是蹲定了 哈哈哈哈 被人按在地上的徐承轩 听了牙医这话 不但没有半分害怕 还大笑道 哈 你一个芝麻绿豆皮大点官 都算不上的小小牙医 还敢让我蹲大佬 你知不知道我老子是谁 我管你老子是谁 跟我回牙门走一趟吧 随后 那徐承轩已经是被人擒住双臂 从厢房里压了出来 妹妹 哥哥 少女被人披着衣裳戴了出来 瞧见一旁被人揍得鼻青脸肿的哥哥 眼睛又红了 晚晚 果然恶人自有人收 爹呀 你迟了一步了 下次可要积极一点哦 大豹君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 这等小事 本就不用他亲自出马 他对自己治理的国家 还有挺有信心的 毕竟吃着公家粮 成奸除恶捉拿饭事之人 乃是他们的职责 不过按照套路来讲 这是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就结束吧 瞧着刚刚那恶奴指高气扬的模样来看 那个恶霸 估计是来头不小 若背后没有什么后台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就怕背后有人观观相护 然后倒霉的 还是那个尽责的小小牙医 而且刚刚那个 我可看见那个恶奴悄悄跑出了 应当是去摇人了 听见晚晚心生的大豹君 觉得这个小屁还想多了 他把东明治理的这般井井有条 观观相护这种事 怎么可能存在 除非他们想掉脑袋 就是他 大豹君正想着 耳边突然传来声音 他抬起头 寻着声音望去 就看见刚刚悄悄溜出去的家奴回来了 身后还带了一群人 就是这个小小牙医 竟然敢绑我们家少爷 跟在恶奴身后的张大人一看 立马脸色一变道 你们两个眼瞎的 还不赶快把徐公子松开 正按着犯事 恶霸的牙医唐仲廷还没有明白 为什么张大人要让他松开那恶霸 就见跟着张大人一同前来的几名牙医 上前将他推开 将那恶霸给松了绑 呵 那恶霸死死盯了他一眼 眼中清潮 似乎是在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还不赶紧给徐公子的披上衣服 张大人殷勤地给那恶霸披上衣服 一脸谄媚道 徐公子息怒 这两个小小牙医 心来得不懂规矩 还望徐公子大人不计小过 莫要跟着两个不长眼的计较 张大人说完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对着两人道 你们两个还不过来给徐少爷磕头认错 牙医唐仲廷 我并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道歉 张大人一脸难以置信道 哎哟 你这个不长眼的 明明是这位徐公子强抢民女 将人强行带进屋子 意图不轨 大人您为何要偏袒这个犯事之人 一旁的不依男子抱着 还在瑟瑟发抖的妹妹道 对 这个恶霸将我妹妹强行带进屋 大人为何要偏袒这个恶霸 你休要胡说 污蔑我家少爷 那家奴开口道 分明是你这妹妹 见我家少爷 相貌俊朗财大气粗 意图勾引我家少爷 结果勾引不成 这才污蔑我家少爷 在场的吃瓜群众 瞧着一身肥镖的徐家少爷 陷入了私沉 你胡说 我与妹妹在街边卖手艺谋生 是你说 你家少爷想看我们兄妹表演 这才带我们来此 我不过是出去拿个东西的功夫 回来便瞧见你家少爷 将我妹妹压在身下 恶奴开口道 照你的意思是 我家少爷对你妹妹见色奇异哦 哼 我们少爷是何身份 我们少爷乃是当朝大司马之子 会看上你们这件名 张大人 对 徐少爷什么身份 怎么会看上你妹妹 一本观看 就是你们兄妹二人设计陷害 来人把两人都给我抓起来 带回衙门处置 听听人言否 贪官 这妥妥的大贪官呀 不过贪官还有那个什么 叫死马的孩子也完了 敢在我扎爹的眼皮子底下勾结 你要死翘翘了 那张大人一脸谄媚地走到门口 对着徐公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结果徐公子刚走出门外 一道黑影落下 那徐公子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直接被谭位一脚又踢了进去 由于那速度实在是太快 等到众人反应过来时 那徐公子整个人都已经是摔跪在了 大暴君的面前 谭位闪身站在大暴君身旁 恭敬地站至身子 恶奴率先反应过来 指着大暴君道 大胆 哪里的剑民 静敢 那恶奴话还没有说完 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闪过 他眼瞧着那踢他家少爷的男人 面容冷漠地收起手中的剑 然后手中传来一阵剧痛 他见自己的手指被削了一半 刺目地血映入眼帘 啊 我的 我的手 那恶奴瞧着自己手上的血红一片 吓得直接两眼一番 当场晕死了过去 晚晚刚瞧见那恶奴的手 被切成了两半 他的娘亲便已经伸手 遮住了他的眼睛 晚晚莫怕 一旁的大暴君 剑一飞将小奶团子抱在怀里 遮住他的眼睛 似乎是怕他吓到 他这才意识到 这小屁孩到底还是孩子 哪里能见得这番血腥的场面 正准备派人将母女二人带出去 就听见了小奶团子的心声 太酷了 太酷了 这侍卫大哥剑耍得真的是太酷了 娘呀 你别揍我眼睛 拦着我看戏呀 我爹装逼的时刻 可不是每天都能瞧见的 大暴君瞧着晚晚那在指缝中 努力瞪大的双眼 不由轻笑了声 不愧是他的女儿 胆时就该这般过人 你 在场的张大人 哪里看过这等场面 瞧着坐在椅子上 那面孔陌生的俊美男子 正要开口呵斥 结果对上男人那一双冰冷的毛子 他莫名觉得压迫感十足 吓得急忙止住了声 什么时候行政司这般没用 瞎着眼睛断暗了 大暴君这番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不由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袭来 张大人都感觉自己背后 升起了一股良意 但他盯着男人那张脸 格外陌生的脸看了看 京城之中当官的达官显贵他 基本都认得 他可从来都没有见过 眼前这个男人 再加上 他一旁还坐着一个女子和一孩子 看着到像是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出门 竟然只带了一个侍从 估摸着也就是个 新上任的芝麻小官 区区一个芝麻大的小官 竟然敢和大司马作对 大司马是何人 可是当今陛下面前的大红人 除非这人是皇帝 要不然还敢和大司马作对 一想到自己有大司马这个后台 张大人翅膀立马就硬了 小子 本宫不管你是何来历 但是奉劝不要多管闲事 要不然等一下让你好看 他已经派人去通风报信了 等一下定然要他好看 晚晚 哼 我爹是何人 等一下说出来 小心吓得你尿裤子 哦 大豹君听言眉头一挑 我倒要看看 如何让我好看 大豹君话音刚落 被谭位一脚踹得晕过去的 徐政轩也渐渐清醒了过来 当他意识到 是眼前这个男人 让侍从踹的他 他顿时恼羞成怒道 该死的贱人 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 居然敢这样对我 我要弄死 啊 那徐政轩的话还没有说完 大豹君直接一脚踩在了 他的脸上 真过躁 徐政轩活那么大 何时被人这样踩着脸欺辱过 他拼命挣扎 却依旧是被死死地踩在地上 他暴怒地看着一旁的张大人道 一群废物东西 还不快过来扶我起来 张大人听言 急忙让一旁的手下过去 可他们还没走过去 乔剑站在那手握着佩剑的檀位 不由心生畏惧 一个个都不敢上前去 将那徐大公子里救出来 最后 张大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急忙安慰道 徐大公子莫怕 张大人说着 又对着坐在椅子上的大豹君道 本官劝你 最好现在立刻放徐大公子 不然等一下你真的会死得很惨 这徐大公子 可是大司马唯一的儿子 平日里宠溺至极 打不得骂不得 今日这不知天高地的 枝骂大小的官 竟然敢这样对待徐大公子 等一下他死定了 他们一家三口 连同那个狗杖人士的侍卫 也死定了 大司马道 张大人话音刚落 门外突然传来声响 张大人听见这声音 眼睛都亮了 急忙引了上去 因为刚刚酒楼见了血 吓走了不少人 连同酒楼的掌柜和小二 都不见了踪影 被大豹君踩着脸 像条死狗一般 趴在地上的徐正轩 听见自己亲爹来了 哭喊大叫道 爹 救我救我 给我弄死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要砍了他的脑袋 把他大谢八块 张大人 司马将军就是那个家伙 不知道哪里天大的胆子 竟然把令公子 按在地上踩 着实可恶 徐正轩可是大司马的虫子 平日里连他自己都不敢打骂 刚刚却得知自己的儿子 被人按在地上踩脸 大司马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当瞧着自己的好儿子 被人踩在地上时 他勃然大怒 那个不长眼的静感 大司马话还说完 当他瞧见看清 踩着他儿子的男人时 吓得腿脚一软 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面容十分惊恐 像挑死狗似的 被踩在地上的徐正轩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他亲爹来了 他亲爹乃是当朝堂堂大司马 我爹乃是堂堂大司马 你居然敢这般对我 等一下本少爷就要弄死你 然后把你娘子扒光了 扔到军营里 陛下 大司马抖着身子跪在地上 险些就要直接一口气过去了 陛下 听见自家老子惊恐地 喊出这两个字 徐正轩也愣住了 张大人也愣住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威 威臣参见陛下 一妃娘娘 九 九公主 大司马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个头 避 陛下 一旁的张大人说完 吓了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双腿止不住地发抖 完 完了 话音刚落 在场的所有人 即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竟然是他们的君主 东明的圣上 连同他身边的那个美貌女子 和那个年幼的孩子 竟还是一妃娘娘和九公主 徐正轩想到自己 方才所说的那些大言不惭的话 吓得整个人都呆住了 一脸的难以置信 完 完了 死定了 爱情可当真是 娇恶好儿子 大豹君脸上挂着笑 但是那眼中 却染上一层止不住的杀意 方才你说 要把朕的爱妃如何 嗯 大豹君脚下加重了力道 踩着那徐正轩的脸 这会儿的徐正轩 已经是没有方才那骨子 嚣张起眼 他惨白着脸 双腿止不住地发抖 一股淡黄色的液体 在地板上晕染开 大豹君看此 不由面露出嫌气 直接一脚将晕死过去的徐正轩 给踹到了一旁 大司马良了 被大豹君罢官免了职 他儿子犯了死罪 他本来也难逃一死 但大豹君念在他曾经立过功的份上 就留了他一条生路 让他回老家种田 永世不得归京 他的儿子徐正轩 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先是抢抢民女意图不轨 再到对陛下和一妃娘娘出言不逊 乃是犯了要砍脑袋的死罪 不过大豹君倒是觉得 直接砍了他的脑袋 着实是太便宜他了 他派人挑了他的手筋脚筋 自生自灭 行政司的张大人因为贪污受贿 也直接被砍了脑袋 那对差点被害惨死的兄妹的二人 也沉冤了血 行政司 大豹君坐在椅子上 瞧着面前的敢于出头的两名小小牙医 开口询问道 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卑职唐仲廷 卑职唐仲宇 大豹君 今日你们做得很好 身为当职者 应当恪守本分 成奸除恶 扫清贪官污吏 莫要被所谓权势给蒙蔽了双眼 有臣如此 朕十分欣慰 你们二人可要和嘉奖 朕都可以满足你们 唐仲廷开口道 回陛下的话 这些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无需嘉奖 是的陛下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身为衙役 这就是我们的本分 唐仲宇回答道 当真不要 大豹君淡淡开口道 如今张大人被朕砍了脑袋 他的职位空缺 你们就不想坐他的位置 若是想 朕自然会同意 回陛下 这世上没有人会不想往高处爬 唐仲廷说 听了他这番话 大豹君眉头轻挑了一下 听见他又道 卑职是个俗人 自然是想要坐上张大人的位置 甚至于还想坐上 比张大人职位更高的位置 但是卑职并非是想 靠着陛下所谓的嘉奖坐上去 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往上爬 一步一个脚印 你这回答倒是稀奇 大豹君笑着道 你当真不要 若是你单单靠自己 从一个区区牙翼往上爬 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的 唐仲廷 家父曾说过 做人要踏踏实实 不可急功近利 你呢 大豹君看向另一个牙翼 回陛下的话 我们俩父亲是同一人 所以我也听家父的话 哈哈 有意思 既如此 那朕也不勉强 也希望你们兄弟日后大有所成 朕期待未来在朝堂之上 能瞧见你们二人的身影 大豹君起身拍了拍 两人的肩膀 两兄弟听了这话 眼睛立马亮了亮 一口同声道 是 晚晚在听到两兄弟的名字之后 就觉得那个叫唐仲廷的牙翼名字 很是耳熟 唐仲廷这名字好耳熟呀 总感觉好像是在哪里听过 大豹君刚抱着小奶团子上马车 就听见了他的心声 他立马竖起了耳朵 耳熟 莫非这个唐仲廷未来会是奸臣 大豹君想着 下一秒就又听见了晚晚的心声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唐仲廷不就是男主身边 那个最得力的大将军吗 男主 就是那个三年后会让他们一家人 脑袋都挂成墙上的那个男主 听言 大豹君立马懂了 他还真的猜对了 那名叫唐仲廷的牙翼 当真是个奸臣 是现在弄死还是日后 不行 还是现在弄死吧 省得日后夜长梦多 竟然知道了谁是奸臣 他定然不会留活口 大豹君正想着 今晚直接派人将这个名叫 唐仲廷的牙翼暗杀掉 又听见了小屁孩的心声 不过这唐仲廷刚刚看着 也不像是会叛国的人 他怎么会叛国归顺男主那边呢 哦 我想起来 这个唐仲廷好像身世还挺惨的 他父母亲早死 好不容易成年后 带着弟弟在衙门 谋了个牙翼的职位 因为为人太过于正直 误惹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高官之子 然后弟弟被高官之子所害 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 也被那高官之子看上凌辱 最终 他那青梅不堪受辱 上吊自尽 他也被人打断双腿扔到了乱葬岗 也许是命不该绝 被一位犹疑所救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他活下之后 便想着要替他那惨死的弟弟和青梅报仇 然后遇上了男主 成了男主麾下最得力的大将 最终大军攻破东宁皇城时 他也一举砍下了那高官之子的脑袋 大仇的报 我去 那害死他弟弟和小青梅的高官之子 不会就是方才那个大司马之子吧 现在那大司马的儿子 对扎爹砍了脑袋 是不是就代表后面这唐仲廷的一系列悲剧 就不会发生了 我竟然又不知不觉 给扎爹清楚了一个大敌 天啊 我果然是个小福星 大暴君听完婉婉的心声过后 心中也是十分震惊 原来那唐仲廷叛国是有内情的 今日如果他不在酒楼目睹这一切 恐怕那悲剧 就会同婉婉所说的那样发生 如今 静一不小心就化解了 这一切的源头 便是这丫头突然饿了要吃烤全羊 他们这才会进入到那家酒楼 大暴君也十分庆幸自己当时跟着一起去了 然后他可是要为自己买下一道货根了 婉婉果真是他的福星了 唉 就是可惜了 烤全羊没有吃到 呜呜 想吃烤全羊 大暴君见小屁孩唉声叹气的 问他 听言 婉婉眼睛亮了亮 急忙点了点头 婉婉想吃 这扎爹现在那么懂了吗 扎爹你要是回宫给我弄烤全羊吃 你就是我最爱的爹爹 没有之一 大暴君 小屁孩希望你说到做到 我是你最爱的爹爹 等回宫镇让御厨准备 好耶 婉婉立马扑到大暴君怀里 欢呼到 那婉婉还要喝羊奶 烤全羊和羊奶最配了 好 多依你 婉婉想吃什么都行 大暴君揉了揉小奶团子的脑袋 眼里有着满满的宠溺 这扎爹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真的哭死 突然有点舍不得他三年后脑袋挂成墙了 三年后脑袋挂成楼 听到这话的大暴君 不由捏紧衣袖下的拳头 心中暗暗发誓 他如今有了婉婉这个小复兴 他一定不会让三年后一家人的悲剧发生 婉婉 别的主角穿梳 不都有牛逼哄哄的金手指吗 为什么我什么也没有 真的是太欺负人了 老天你就不能给我一个牛逼点的金手指 比如喷火 隐身 大力士 铜头铁壁 小小的我只想拥有这些 这很难吗 大暴君 乖宝 你确定那些技能是金手指吗 婉婉突然意识到他 作为一个穿梳者 他居然什么金手指都没有 他只是一个平凡且默默无闻的炮灰 唉 算了算了 活在当下 为了安抚我受伤的小心灵 我要吃好多好多肉肉 婉婉嘴上说自己要吃好多肉肉 结果当真吃的时候 啃了半个小羊腿便已经撑得慌 乖宝 不吃了吗 一旁的一飞 见小奶团子将面前的盘子推开 轻声问道 婉婉点了点头 乖巧道 娘亲婉婉吃饱了 婉婉要洗澡睡觉 一旁的大暴君 小屁孩一眼 吃饱了就睡 这小屁孩跟猪有什么区别 一飞 婉婉今天睡那么早吗 婉婉有点困了 婉婉嘴上说着自己困 但实际上心里想着的却是 今天得到了好多金银财宝 我可要把它们都偷偷埋起来 喝着酒的大暴君听言轻笑了声 他就知道这个小屁孩鬼经鬼经的 无论他埋在哪里 他都能给它挖出来 不过这次他不准备挖了 他仔细想了想 就算这小屁孩攒了千万万的银两又如何 这整个冬铭都是他的天下 区区一个皇城 他就不信凭这小屁孩 自己还能当真逃出去不成 更何况他还想着带着他的爱妃一起逃 有人那么爱他 他怎么会 大暴君想着 突然感觉自己头有些疼 伸手扶了一下额头 陛下怎么了 一飞见男人脸色有些苍白 语气有些担忧地问道 大暴君盯着一飞那张脸看了看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自己好像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事 朕是不是大暴君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人用完晚膳过后 外头的天色已经彻底黑了 站在陛下身旁的福公公开口道 陛下 方才秀妃娘娘派人传消息说 他给您做的衣裳已经做好了 想让您过去瞧瞧 您是要过去 还是今夜留在芙蓉公过夜 朕自然是留在 芙蓉公三个字 大暴君还没有说出口 他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刺耳的电流声 福公公以为陛下今夜是要留宿芙蓉公 可没想到陛下却突然开口道 去秀妃娜吧 怡妃刚将煮好的新茶端出来 打算同陛下一同品尝 便听到了陛下这番话 她脸上原本欣喜的表情顿时化为了失落 她抬起眸子 眼睁睁看着陛下的身影 在眼前消失 怡妃心中虽然失落 但是想想 她的夫君乃是这冬名的帝王 日里万机 后宫家里三千 她今日能陪着他一同回江府 她已经是很感动了 你们陪我一起品一品这新茶吧 本宫还不知道这新茶好不好喝呢 一飞笑着让宫女又拿来了几个杯子 让在场的宫女太监们 都喝到了她刚煮好的新茶 星号 晚晚前几日 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寝殿 在芙蓉公的偏殿 在宫女荷花伺候完小公主沐浴完之后 便已经是恭敬地退了出去 公主 奴婢就在外头守着 你若有事 直接换奴婢便可 嗯嗯 我知道了荷花姐姐 晚安 晚晚说完这话 便已经给自己拉好了被子 乖巧地闭上眼睛 假模假样地睡觉 直到关门声响起 安静的寝殿内陷入了黑暗 晚晚这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小心翼翼地下了床 巧咪咪抱起自己今日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从窗户口翻了出去 妈妈的怪宝贝们 今天就带着你们 跟你们的哥哥姐姐 整整齐齐地都埋在一起 晚晚抱着手中的盒子亲了一口 美滋滋朝着冷宫的方向走去 她大摇大摆地 走到冷宫的宫道上 她之所以不害怕被人发现 因为冷宫里经常闹鬼 这个点没人敢出来晃悠 晚晚抱着手中的盒子 刚走到一处破败的院子门口 突然听见一道低微的抽气声 呜呜呜呜呜呜 然而是她早已经习惯了 但是听着这突然出现的声音 她还是被吓了一跳 她透过月色 看着蹲在门口角落里背对着她 身穿着一身白衣的长发女鬼 突然想起来今日是月中了 每一次月中 她都能看见这些不干净 被世人称之为鬼的东西 她前世的时候也是如此 能看见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起初她确实是比较害怕 但是渐渐发现 她们并没有实体 且压根就伤不到 她半分之后 她也就再也没有 把她们放在心上 这个喜欢蹲在墙角哭的女鬼婉婉 给她起名叫哭死鬼 因为每次她看到她时 她一直都在哭 像是有哭不完的泪水一样 所以她严重怀疑 她上辈子是硬生生哭死的 婉婉抱着盒子 哼着小曲推开了门 蹲在角落里的哭死鬼像 是看见她了 飘起身子跟在她的身后进了院子 呜呜呜呜呜呜呜 她一边飘着 还一边气不成声地哭着 晚晚掏出藏在树后的小铁锹 专心致志地开始挖土 将她的宝贝给埋进土里 她倒是不嫌那个哭死鬼哭生烦 因为等一下自然是会有鬼治她 哭哭哭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烦死了 院中的老槐树枝叶晃动 微微落下几片树叶 要是常人自然以为是风所使然 但并非是风 而是一个舌长一米 身穿着一身破旧官服的年轻男人 悬挂在树上 语气颇为暴躁道 在哭 老子把你舌头拉出来 跟我一样 尝信不信 这番威胁性十足的声音响起 那原本一直哭个不停的爱哭鬼 似乎被吓到了 她捂着唇停住了哭声 但应当还是阻挡不了爱哭的天性 饶是她拼命地捂着嘴巴 想要阻挡住自己的哭声 那微弱地 断断续续的哭声 还是从指缚中露了出来 呜呜呜呜呜呜 舌头吊在树上的那年轻男人 听着她这断断续续的哭声 越听越心烦 气愤地翻了白眼 嘴里骂骂咧咧到 一天天的烦死了 她用自己的舌头 在树枝上打了个结 然后将脑袋伸了进去 想要吊死在树上 但因为她已经变成了鬼 所以无论她怎么上吊 都不会死 因为她已经是鬼了 虽然这个鬼是个吊死的鬼 但是晚晚并没有给她起名 叫吊死鬼 而是叫暴躁鬼 因为这个鬼如其名 她的性子真的很暴躁 行了 你跟她一般见识什么 一道女声响起 一个身穿着一袭红衣的女鬼 从屋子里飘了出来 她瞧着一旁树下专心致志 拿着小铁锹挖土的小奶团子 飘着身子便飞到了她的跟前 开口道 这个小屁孩倒是运气好 一跃成了小公主 不过 既然成了吃穿不愁的小公主 她深更半夜 特意跑来冷宫 买那么多金银珠宝 究竟是做什么 这个穿着红衣服的女鬼婉婉 给她起名叫爱美鬼 因为顾名思义 她很爱美 那爱美鬼 瞧着小屁孩放在盒子中 那漂亮的发簪 眼睛亮了亮 下意识打算伸手将发簪拿起 可直到她瞧着自己的手 就像是一阵风似的 透过那发簪 她这才突然想起 她已经死了 死了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一想到这一点 她顿时炸了 死死地扒拉着自己的头发 抓狂道 啊 老娘这般貌美如花 居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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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她甚至于都不知道 自己生前是谁 是如何死的 只记得死后 她对生前的记忆 越发的模糊 渐渐的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爱美鬼扯着自己的头发 扯了好一会儿 直到她见自己的指缝上全身头发 吓得她急忙松开了手 一脸惊恐道 不行 老娘乃是皇后 我如此的美貌如花 绝对不能变丑 变丑了陛下 就不喜欢我了 虽然她没了记忆 但是心中一直以来 她都觉得 她生前一定是个皇后 而那天子 就是她的丈夫 那吊在树上的暴躁鬼 听了她这话 对我把玩着自己的舌头吃笑道 还皇后 因为我看你生前 顶多只算个冷宫里 不受宠的妃嫔 闭嘴巴长舌妇 老娘说是皇后就是皇后 一个不长眼的小太监 你骂谁长舌妇 不对 你居然敢骂我太监 那吊在树上的 暴躁鬼气得大怒道 你才是太监 你看着我身上 穿着的这身衣裳 就老子这身衣裳 生前高低也是个王爷 扑 王爷 爱美鬼眼神轻蔑瞧了她一眼 笑道 我看是个王爷的T死鬼还差不多 穿着一身贵人皮 还真把自己当贵人了 两鬼话落 大战一触即发 对此婉婉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先前她跟娘住在冷宫时 也经常瞧着这两个鬼掐架 他们这些鬼 好像一直走不出冷宫 只能在冷宫里面徘徊 到底也是些苦命鬼 婉婉将宝贝都买好之后 不远处的那两只鬼架也打完了 一个坐在枯井边上 梳理着自己宛如鸡窝一般的长发 一个吊在树上 正解着自己被打好几个死结的舌头 搞定 婉婉满意地瞧着自己埋在地上的成果 正打算将小铁锹收好离开时 突然听见那爱美鬼说 这小屁还埋那么多 有什么用 等下她那个皇帝爹都给她挖出来 婉婉 窝特 这位女鬼姨姨在说什么 一想到前几日看见那传闻中的陛下 那爱美鬼不由露出痴迷的神色 她那陛下爹可真是帅啊 因为天子身上强大的龙器 让他们这些鬼怪不能靠近 但她只是远远看上一眼 便已经被男人的美色所折服了 那扎爹挖了她的宝贝 这怎么可能 婉婉自然是不相信 毕竟这个地方可只有她一个人会来 婉婉本来想走 但最终还是以防万一 又拿起藏在树后的小铁锹 装模作样地开口道 时间还早 让妈妈检查一下其他的宝贝们 说着 婉婉拿起小铁锹 要将她先前埋的那些宝贝 都一一挖出来 小朋友别挖了 你的财宝被你的帅气爹爹偷走了 那爱美鬼飞到她的跟前 捂着唇头笑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婉婉还是不太相信这鬼话 拿着小铁锹拼命地挖 越往下挖 她的心就越发得凉 就在婉婉当真是要心灰意冷时 铁锹挖到了大红七木盒子 见到那熟悉的盒子 婉婉那玄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心 她就说嘛 那扎爹怎么可能知道 她的宝贝藏在这里 果然鬼话不能信 老祖宗成不弃她 婉婉将七木盒子从土里拿起 本来松了一口气 可当她的小手将盒子拿起 她的心里马凉了半截 特喵得好轻 婉婉一打开盒子 只见盒子里头空空如也 特喵得她那么多的财宝呢 都说了你的财宝被你跌偷了 那爱美鬼瞧着小屁孩 那一脸不敢相信的 盯着那空空如也的盒子 笑着道 婉婉不相信的 又把自己其他几个埋在土里的盒子 都挖了出来 结果统一的里头 全都空空如也 婉婉心态崩了 彻底地崩了 特喵得扎爹 我的财宝呢 特喵得我的钱呢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大暴君 突然打了三个喷嚏 啊剔啊剔啊剔 大暴君捏了捏自己的鼻子 是谁又在背地里骂他 别让他抓到 陛下最近早晚有点冷 陛下应当多注意身体才是 如今时间不早了 不如我们 秀妃坐在大暴君的身侧 正打算抱紧男人的腰气时 他的手腕 一下子被人给抓住了 许氏面前陛下的脸色 突然变得有些难看 秀妃有些面露出几分胆怯 毕 陛下 怎么了 大暴君瞧着眼前眼中 闪着泪光的秀妃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在福音宫吗 陛下 见眼前的陛下 久久未曾回应 秀妃又是轻唤了他一声 下一秒 坐在椅子上的大暴君 突然猛地站了起来 在秀妃那不解的眼神下 对着他淡淡开口道 朕突然想起来 还有些奏折未批 爱妃你早些睡吧 话落 大暴君便已经是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留下一脸猛圈的秀妃 等到他反应过来 想要挽留时 陛下却早已经不见了身影 星号 冷宫 晚晚看着自己 被偷得一干二净的财宝 整个人都粘了 他的钱啊 他的心在流血 扎爹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今晚晚 宛如一颗腌掉的小白菜 难受 真的是太难受了 这小屁孩 哭得跟你还有些一拼 和爱美鬼 瞧着小奶团子抹着眼泪 对着一旁的哭死鬼说 听了这话的哭死鬼 缓缓抬起头 瞧着晚晚 竟然哭得这般伤心 伸手从自己的衣袖中 掏出一块手帕递给他 结果那手帕 也跟一阵风似的 穿过小奶团子的身体 他是人 我们是鬼 他看不见我们 我们也摸不到他的 虽然爱美鬼这样说了 但是一根筋的哭死鬼 显然不肯轻易放弃 固执地抬起手 捏着手帕 要给掉眼泪的 小奶团子擦眼泪 晚晚感觉 有一阵阵的凉风 往他的脑壳上吹 虽然这个鬼碰不到他 但是他还是能感觉到的 他们每碰他一下 他都感觉有一阵凉意 嗯 那哭死鬼固执地 要给他擦着眼泪 眼泪没给他擦掉 倒是冷得他 升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就是说 哭死鬼姐姐 您能别擦了吗 你擦的不是我的眼泪 而是我的脑壳好吗 晚晚有些受不了 赶紧抬手用衣袖 将脸上的几滴泪水 擦得干干净净 见没了泪水 那哭死鬼 总算是收回了手 那血红的眼睛 盯着小奶团子的脸看了看 晚晚也不知道 是他的错觉还是什么 他竟然见他勾唇笑了笑 不过顶着一张白如纸的脸 黑如墨的唇 红如鞋的眼 那笑得显得有些吓人 饶是晚晚胆子再大 每次看见 他盯着这样一张 近在咫尺的脸 他还是会被吓到的 晚晚把自己刚埋的财宝 挖出来抱在怀里 这个地方不能藏了 妈妈要给你们 找个别的地方藏地方 晚晚抱着盒子离开 刚走了几步 突然踩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险些要把它绊倒 他低头一看 是草地里的一块巴掌大的木头 晚晚想没想一下 直接一脚把它踢飞 嘿 哪来的木头要谋害本公主 去你的 那木头飞了出去 由于四周的风声有些大 晚晚并没有注意到 那微弱的闷哼声 趴在地上的那团黑气 缓缓抬起头 露出阿北那张 面容猙獰的鬼脸 他瞧着面前的木头看了看 望着不远处 那小奶团子的身影 眼中闪过浓浓的杀气 纯元内见人 害他变成这副样子 既然他的黄妹在 那他也要弄死他 想着 阿北的四肢 呈现一种诡异的弧度 趴在地上 飞速地朝着不远处的 小奶团子袭去 但还未碰到他 他的脖子突然一紧 像是被什么 黏糊糊的东西给缠住了 然后他的整个身子 猛地被拉了回去 他泄红的毛子猛地回头 见是那个吊在树上 那个吊死鬼 用舌头扯住了他的脖子 阿北 你为什么拦我 嘿 你个短命鬼 若不是老子出手相救 恐怕你早就劈了连渣都不剩了 你没看那小公主 腰间挂着的是什么吗 那可是加过法印的玉佩 鬼可是不能碰的 鬼 阿北一脸震惊到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怎么可能是鬼 我们是鬼 不说鬼话说什么话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 你已经死了吧 艾美鬼把玩着自己的长发 对着他说道 我死了 阿北有些难以置信 他不是被纯元那个贱人 打断腿扔在这里吗 他怎么会死 阿北低头看着自己 血肉模糊的双腿 等到他抬起头瞧着 在场那三只面容可怖的鬼 吓得他不由叫声 他死了 他怎么可能死了 艾美鬼 你都已经死了快三天了 不 不可能 我怎么会死 阿北不相信自己死了 他面容猙獰的 在草地的诡异 而扭曲的爬行 纯元这个贱人 他居然如此狠心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我要弄死他 掉在树上的暴躁鬼问 纯元是谁 害死我的那个贱人 艾美鬼 可你不是自杀的吗 阿北 我自杀 这怎么可能 呜呜呜 一旁的哭死鬼剑 他似乎忘了 飘到他的身边 然后拿起一旁的木头 学着他生前的样子 狠狠敲上自己的双腿 那一瞬间 死前的一幕幕 在他的眼前闪过 他想起来了 他被打断了腿 醒来时 整个人奄奄一息地 躺在床榻上 他不相信 纯元会如此狠心地对他 他一定是被阿南 那个家伙给蛊惑了 对 一定是这样 于是乎他准备 再一次上演苦肉计 他选择了用割腕 来验证自己的清白 当然也不是真的割腕 只是想让纯元 这个笨蛋心疼他罢了 可没想到 他割腕的时候 手突然抖了一下 然后割了好大一个口子 等到他打算 找到求救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他确实是自杀 可若不是纯元这个贱人 他又怎么可能会死 我要去吓死他 我要去吓死他 阿北刚说出这话 他血红的眼眸之中 瞬间多出来 几分凌厉的杀意 他四肢呈现出一种 诡异的弯曲弧度 在地上爬行 他一边阴暗扭曲的爬行 嘴里还念念有词道 纯元这个该死的贱人 居然敢这样对我 仗着自己是公主 居然敢这样对我 看我不吓死他 在场的另外三只鬼剑 他在地上阴暗扭曲的 爬行说是去要报仇 也没准备去管他 虽然说害人的鬼 会变成恶鬼 但是他们知道 这个四肢爬行的家伙 想要去害人 是害不了人的 因为呀 他们身为鬼 都离开不了冷宫 无论这个四肢爬地的 鬼爬多久 最终还是会爬回原地 本来他们并不打算管他 随便他如何折腾 但也就是这时 坐在那儿的爱美鬼 突然听见他口中 吐出的公主二字 你说的纯元是个公主 阿北 对呀 爱美鬼 你想要害死的人是公主啊 阿北听了他这话 在地上爬行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突然想到 既然要吓死纯元 他不妨再多找几只鬼 一起吓他 能硬生生 把他活活吓死他的那种 姐姐 你可以帮帮我吗 阿北生前长着一脸 漂亮精致的小白脸 所以死后 他也仗着自己有这般优势 对着一旁的爱美鬼 释放自己的魅力 不过他似乎忘了 现在的他已经死了 血红的眼 乌黑的唇 还有眼瞼之下浓重的黑气 压根就没有半分美感 不仅纯元那个丫头 还有阿南那个家伙 对 他嫉妒我的美貌 故意害我 我也要弄死 阿北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只涂着血红长指甲的手 摸上了他的脖子 然后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猛地拧断他的脖子 只听见咔嚓一声 那阿北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脑袋和身体 便已经被分了家 他猛地瞪大眼睛 下一秒 他的身体和脑袋 已经通通化为一团黑气 在四周散至消失 爱美鬼站在那 双手还保持着 刚刚拧断阿北脑袋的动作 他通红的嘴角上扬 勾起一道迷人的弧度 要害公主啊 那你知不知 我可是陛下的皇后 你要害公主 不就是在杀我的女儿吗 该死的丑鬼 敢在老娘面前搬门弄斧 简直找死 吊在树上的吊死鬼 瞧着他这副模样 不由翻了的白眼 还陛下的皇后 那陛下现在才多大 你都死了快百年了 虽然他对他凝鬼脑袋的 这副行为很不理解 但是并没有责备 因为说实话 他也并不喜欢 那个四肢在地上 扭曲爬行的鬼 长得就毫无美感 看着难受 星号 自己埋在冷宫的银两被偷了 一晚上晚晚抱着他 唯一一箱财宝睡觉 睡觉都不太安稳 他做梦了 梦到了那个偷他财宝的扎爹 在梦里那扎爹 突然变成了怪物 长了一张巨大的嘴巴 他什么食物都不吃 只吃金子 一晚上 他那扎爹光在他的梦里 追在他的屁股后面 跟他要金子吃 害得他在梦里跑酷了一晚上 一早起床的时候 腿都是酸的 也许实在是气得慌 晚晚一吃完早膳 便去找他那扎爹 他不明白 那扎爹都已经那么有钱了 为什么还要偷他的钱 莫非 国库空虚了 晚晚突然想到 在原文中 虽然没有说过国库空虚 但是在后期那扎爹 带着后宫飞嫔逃亡的时 一路上变卖的 都是飞嫔的首饰 Oh my God 难不成国库 到现在就开始空虚了 国库空虚 二皇子肖默青刚走到拐角 突然听到了 某个小奶团子的心声 他抬眼就看见了 不远处身后 跟着几个宫女的小奶团子 是他 是他的九皇妹 晚晚正唉声叹气地 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突然听见身旁的荷花 小声提醒他道 公主 二皇子殿下来了 二皇子 晚晚转头一看 便瞧见穿得 跟个花孔雀似的 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二皇子 救命 他怎么穿得跟个花孔雀似的 他该不会以为 自己这样很帅吧 二皇子肖默青 花孔雀 听到晚晚心声的二皇子 下意识低头看了 自己身上的 今日穿着的衣服 他今日穿着一身 绿色的长袍 平日里 他尤其钟爱宝石 所以 在工人制衣时 他也让其将宝石 加了进去 真是个没有品位的小屁孩 内心吐槽归吐槽 晚晚表面上瞧见他 还是乖巧地叫了声 二皇兄好 虽然方才 小屁孩内心吐槽他的话 让他心里很不爽 但是对于他能听见 他心声的话 他回去思考了许久 特意询问了一个 道行极深的道长 那道长说 他他很有可能不是凡人 上一世是神仙 下凡来历劫 已不小心觉醒了仙术 而他能听见 这小屁孩的心声 那是因为 这个小屁孩前世 是他身边伺候的小仙童 既然是伺候他的仙童 那他就没有必要 跟他一般见识了 黄妹妹 你是来找父皇的吗 肖默轻问 婉婉点了点头 下一秒 他就见肖默轻从衣袖里 掏出一个盒子递给了他 先前在宫宴上 皇兄还没来得及 跟黄妹妹说上话 这个就当是给 黄妹妹的见面礼好了 哦呼 见面礼 婉婉接过 打开盒子一看 是一颗指甲盖 大小的巧克力 这啥玩意儿啊 这可是吃了 能长生不老的仙丹 肖默轻靠在他的耳边 一脸正惊的小声道 这可是他花了万两 从道长那边买来的 一共就两颗 他自己可都没吃 因为他都已经是仙人了 可以长生不老 没必要吃这个 他这次前来找父皇 就是为了给父皇献上这个 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 本来他还在想 剩下的一颗给谁 正好瞧见了这丫头 看在他前世 是伺候他的小仙童 那这颗仙丹 他就给他吃吧 晚晚看着盒中 长得像个巧克力球一样的东西 一脸猛逼 仙丹 难道是 等到晚晚回过神来时 就见某个花孔雀皇兄 已经进了大豹军的御术房 晚晚赶紧跟了上去 一进去就听见 他那皇兄对着大豹军道 父皇 这是二臣历尽千辛万苦 给父皇寻来的 强身健体的丹药 肖默青故意没说 这是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 因为他知道 他的父皇是个牢骨板 从来不信这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就是一个例子 等到父皇吃下 这颗长生不老丹药 自然就会信他的话了 到那时 他们父子二人 长生不老争霸天下 哈哈哈哈 大豹军接过 福公公递过来的锦盒 正要瞧瞧他这个傻儿子 接着又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结果听见了 某个小奶团子的心声 我敲 这个该不会是二皇兄 被一江湖骗子 忽悠万两黄金买来 结果害得扎爹 付谢了三日的 那个假仙丹吧 哈哈哈哈 二皇兄啊二皇兄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萧大孝子 莫青 大豹军 万两黄金 从一个江湖骗子 手里买的假仙丹 听了这话的大豹军 看着锦盒里指甲盖 大小形似泥球的假药 嘴角不由抽了抽 这小子真的是 二皇子也猛了 他花万两黄金 从道长手里 买来的长生不老仙丹 怎么会是假的 这个小小仙童 别说胡话 本来就国库空虚了 二皇兄这个败家子 还乱花钱买假药 扎爹 这不得打断他的腿 晚晚间他进了门之后 两人的视线 齐刷刷地落在他的身上 他用他那乖巧的外表 对着两人道 爹爹 二皇兄好 说完 他便已经是 走到一旁的书架上 随手拿过一本书 然后乖巧地 摊在桌面上坐了下来 平日里大豹军 处理正事时 他就是这般坐着看书的 扎爹奏花 恐惧二皇兄的景象 可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 我可要找个好位置观赏 嘻嘻 二皇子肖莫青 他刚刚的仙丹 真的是白给他了 大豹军听了 某个小屁孩的心声 觉得他真的很懂他 不过刚刚这个这个小屁孩 说他国库空虚 是个什么鬼 他国库什么时候空虚了 二皇子肖莫青 见他老子目光 一直落在那颗仙丹上 一言不发 以为他是在怀疑这颗仙丹 急忙开口道 父皇 这真的是强身健体的丹药啊 儿臣好不容易买来孝敬您的 是你是你 他害怕你不信 这个是长生不老丹 还特意哄骗 你是强身健体的丹药 殊不知吃完这颗你玩玩 茅测真的上不完了 哈哈哈哈 婉婉在心中疯狂大笑 笑属我了 大笑子 一旁的福公公 盯着陛下手里的那颗 长得跟你搓的一样的家伙 也是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望着不远处 一脸真诚的二皇子 哎 二皇子啥都好 就是单纯 太容易相信人了 婉婉 哪里都有闲眼包的存在 而皇室里头的闲眼包 就是二皇兄啊 说起来之前 文中好像也记载了 好几次二皇兄小时候的糗事 比如二皇子小时候 在祭祖大典上 因为馋得慌 装作被鬼上身爬上桌 疯狂抓东西吃 结果被扎爹发现 直接一巴掌把他扇了下来 扎爹还一脸暴怒说 混账东西 若非你都抓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朕都被你给吓到了 二皇兄四岁 去国子健上学 因为太想他的母妃 就做了一个 跟他母妃差不多的小人 刚好他母妃那段时间 受了风寒生病 看见小人还以为 哪个杀千刀的 给他下巫术 结果发现是自己的亲儿子 哈哈哈哈 还有还有 他小时候跟太子泡温泉 结果自己敲咪咪上岸 把太子的衣服 给换成了女装 他穿好衣服 在岸上挑衅 结果太子直接扒了他的衣服 最后 他哭哭啼啼地 穿着女装跑了出去 还说他搁扒他衣服 想要对他意图不轨 哈哈哈哈 二皇子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个小屁孩 居然知道他那么多糗事 一旁听见 小屁孩新生的大豹君 也想起来了 他这儿子 从小到大身上有很多笑料 所以 这次能做出这种 被人忽悠买假药的事 当真是一点也不稀罕 本来他确实 很想抱揍他一顿 但是某个小屁孩在场 万一他当真动起手来 这个小屁孩 说不定以后 还会在扎爹面前 加个爱揍人这三个字 花多少钱买的 大豹君问道 二皇子似乎没想到 他爹会问他这话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老师回答道 三万两 大豹君 嗯 买贵了 下次记得奖价 嗨嗨 晚晚刚喝了一口水 结果听见大豹君这话过后 他险些要被那口水给呛到了 讲价 扎爹堂堂一国之君 居然会说出这话 看来国库空虚是真的了 国库空虚 二皇子又听了这熟悉的四个字 国库真的空虚了 不会吧 扶公公 陛下 户部尚书觐见 大豹君 让他进来 户部尚书手里拿着册子 恭敬地走了进来 微臣参见陛下 户部尚书此次前来 是特意来教关于赴税的册子 他极其忐忑地将册子呈了上去 陛下 这是今年上半年的赴税 大豹君接过册子 刚打开没有多久 眉头猛的一皱 户部尚书见陛下一皱眉头 就知道他今日又要挨骂了 果然 下一秒就见大豹君猛地将册子扔在地上 今年的赴税 怎么比去年整整少了一倍 B 陛下息怒 户部尚书听言 一脸惶恐地跪了下来 今年有很多百姓将自己名下的土地 献给了不用内税的官身之家 索 所以 那些当官的不用交税 赴税自然就比往年少了很多 大豹君 混账东西 他们为何要把自己的土地 献给官身之家 户部尚书 被大豹君这声吼的都不敢吭声 一旁的晚晚听了这话 内心有止不住地吐槽道 还能为什么 他们当然是为了逃避朝廷的高额赴税 所以才如此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伤税不争 农税加重 皇室开支和官身不纳税 乃是天下大弊 二皇子肖默轻听到小奶团子这心声 眼中闪过震惊之意 妹啊 这话你还真敢说啊 一旁的大豹君听了这话 同样的眼中也闪过微微惊讶 他有些意外 他区区一个小屁孩 居然还懂这些 户部尚书 必 必下 今年年初南方抗洪 粮食收成不好 但赴税还是那么多 有些百姓实在是交不起 如此高昂的税额呀 晚晚 收成不好 但是该交的付税还是那么多 百姓面对如此高昂的税额 自然交不起税 不就只能将自己名下的土地 献给不用纳税的当官的吗 怪不得扎爹偷我金子 原来国库真的空虚了 偷金子 二皇子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 国库都已经空虚到 父皇偷金子的地步了 天哪 真的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二皇子整个人都傻了 原来国库都已经空虚到这番地步了 嗨嗨 听着小屁孩心中的吐槽声 大豹君有些不自然地倾咳了声 这小屁孩 怎么知道他派人挖了他的财宝 不过怎么能说偷 小屁孩干嘛说那么难听 是哪个杀千刀的走漏了风声 这是只有他跟谭位知晓 难不成是谭位 但大豹君想想应当不太可能 谭位可是十分忠心的 唉 我怎么那么惨啊 好不容易成了公主 三年后 一家人脑袋整整齐齐挂成墙也就算了 这会儿还国库空虚 用不了多久 我该不会连饭都吃不上了吧 五五五 大豹君 乖宝 今年赋税虽然不多 但是国库也不至于穷成这样 二皇子一下子抓到了重点 三年后 一家人脑袋整整齐齐挂成墙 这什么情况 唉 按照扎爹的豹君性子 估计会强行像那些当官的征税 毕竟扎爹可是个豹君 他可不会像别的君王那些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而忌惮那些官僚 但就怕那些官僚作假 从贫库百姓那里搜刮征税 毕竟天高皇帝远 东民那么大 总有顾忌不到的地方 百姓受到压迫 随之农民起义 则 后果可想而知 想想那场景 万万就忍不住拖着腮帮子叹了一口气 大豹君目光看像坐在一旁 轻叹了一口气的小奶团子 眼中不由闪过一道深意 他本以为这丫头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屁孩 可没想到 他居然还懂这些 他说的确实没错 他虽然身为东民的帝王 掌控着整个朝廷 但他并非是土地的掌控者 那些拥有土地的官僚 贵族等会隐藏自己的财产 千百年来皆是如此 每当有帝王想要割那群官僚 绅士的肉 他们总会有办法将刀 引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往往官僚绅士还没有什么事 广大的百姓受到压迫 就会聚众 不过方才听了小屁孩的心声之后 他倒是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大暴君目光看向 跪在地上的户部尚书 开口道 既是天灾 那今年的赋税便降低 另外皇室之中的开支 也酌情降低 今年百姓收成不好 我们也理应要节俭 还有记得 镇记得尚书你曾向镇说过 向官身纳税之事 现在同镇好好说说 跪在地上的户部尚书听言 眼中闪过微惊之意 他还以为以陛下的暴脾气 会强行向那些官身征税 这法子虽然可取 但是长此以往大有弊端 户部尚书乃是三朝元老 自他入了仕途之后 便一直在琢磨赴税一事 心中已经是有了些许法子 扎爹同大臣一事 晚晚同他的二皇兄 被贴心地请了出去 虽然晚晚不知道 他们究竟能不能找到 解决的法子 但是听着 方才扎爹说的那些话 缩减皇室近期的用度 那不就用不着压迫百姓了吗 短时间的节俭 换来安稳的富贵日子 好像也不太亏 想了想 晚晚心中的阴霾 不过他走了还没几步 他突然想到他 来找大暴君的目的 特喵地忘记问扎爹 为什么要脱我金子了 哦 突然想起来了 因为国库空虚啊 晚晚觉得自己 是不是跟这个 显眼包二皇子待久了的原因 他居然被他传染 变成笨蛋了 想着 晚晚下意识 往一旁挪了挪小脚 想要离他远一点 无意间扫了一眼某男一眼 不由吓了他一跳 晚晚 二 皇兄你没事吧 妈呀 他咋了 怎么一副便秘的表情 怪吓人的 二皇子低眸看了一眼 身旁的小奶团子 越发觉得 方才他到底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这丫头说三年后 他们一家人 脑袋整整齐齐地挂成墙 你 二皇子肖默青弯腰下 盯着眼前的粉雕玉琢的 小姑娘瞧了瞧 就在他想着 要不要开口问问他时 他听见了小姑娘的心声 难不成他知道 自己花万两买了假药 这会儿心里愧疚了 也对 长生不老的仙丹这种事 傻子才会信 国库都亏空成这样了 这败家二皇兄还花钱买假药 我要是他还不愧就死 二皇子 本来他还不觉得自己被骗了 但是听了这小屁还一直说 他都有些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被骗了 给我 肖默青对着他伸出手 晚晚一脸不解地盯着他看了看 不太明白 下一秒 肖默青又开口同他说 方才送给你的 长生不老仙丹还给我 他好心给这丫头 结果这丫头还在心里吐槽说 他被骗买假药 他就不信了 他花万两买来的仙丹 居然会是假的 晚晚听了男人这话 还以为他的二皇兄是意识到 自己买到了假药要去退货 乖巧地将那放着假仙丹的盒子 递给了他 二皇兄给你 晚晚刚说完这话 就见他那二皇兄突然将盒子打开 然后拿起那颗假药 直接扔进了嘴里 晚晚眼睁睁看着他那二皇兄 当着他的面 将那假药给吞进了肚子 他整个人都傻了 晚晚也不知道 他那二皇兄是哪个惊搭的不太对 居然真的吃了 他真的吃了 吃了 他吃完之后 瞧都不瞧他一眼 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晚晚看着他那二皇兄孤傲的背影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希望他自求多福吧 晚晚无奈轻摇了摇头 心中忍不住吐槽道 唉 傻儿哥当真是笨 就这点智商 活该被他那奸臣舅舅忽悠 然后被太子给抹了脖子 肖默青刚走了没几步 就见某个小屁孩在身后吐槽他 他不由停下了脚步 这小屁孩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他会被太子给抹掉脖子 他说他花千金买假药也就算了 这会儿居然还说他会被太子给弄死 这怎么可能 这小屁孩怎么静瞎说 萧燕里那劳骨板 就算再怎么不待见他 也不会狠心到对自己的亲兄弟下手吧 二皇子肖默青正震惊地想着 眼前突然闯进来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瞧过去一看 正是太子萧燕里 此刻太子萧燕里 心中也是十分震惊 他刚刚又听见了 这个小孩的心声 他并不太相信所谓的鬼神之说 但是如今 他却能听见这孩子的心声 先前因为在宴会上听到过他的心声 他觉得奇怪极了 为此还特意翻阅了许多书籍 虽然并没有彻底地查出来 但他隐隐约约从书中得知 他应当是觉醒了某种异于常人的异能 他方才说他会杀了萧默青 太子萧燕里将视线看向面前的萧默青 他自认为他并不是个冷血无情之人 对于眼前这个弟弟 他虽然起过揍他的心思 但是从未对他起过杀心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对他起了杀心 那一定是他做了让人天大的错事 想到方才那孩子的话 萧默青因为被他的舅舅忽悠 所以做何等天大的错事 让他起了杀心 他的舅舅内阁大学士陈亮木 太子眸子闪过一抹幽光 看来萧默青身边那些爱嚼舌根子的人 他要亲自帮他处理了 喂 你那什么眼神 二皇子萧默青看着太子眼神泛着杀气地盯着他 他被他盯得不由浑身发毛 这家伙该不会是早就看他不顺眼 对他起了杀心吧 太子淡淡瞥了他一眼 然后神情淡漠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没什么 哇哦 太子也太帅吧 近看更是帅惨了 二皇子萧默青听着一旁某个小屁孩 那花痴的心声 觉得奇怪极了 不是 这丫头是眼神有毛病吧 太子哪里帅了 明明他比太子帅太多了 太 婉婉正要向他的太子皇兄好好介绍自己 一只突然出现的熟蒙捂住了他的嘴巴 然后他整个人都被抱了起来 他睁着自己的卡兹兰大眼睛 眼睁睁瞧着他 整个人跟个抱枕似的被那二皇子给单手抱在了怀里 二皇子 走吧 黄妹妹 皇兄送你回宫 婉婉 嗯百分号 人民币 人民币人民币百分号 人民币百分号百分号星号 星号 星号 坏蛋 啊啊啊 谁要你送我回宫 我还没有跟我的太子哥哥说上话呢 我要太子哥哥 我要太子哥哥 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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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和美男贴贴才不要你抱我 撒开你的爪子 撒开你的爪子 虽然小屁孩的嘴巴正被他捂着 但是光是从他骂骂咧咧的心声中 他就已经知道 他说出口的那些听不清的话就多葬了 对于小屁孩要太子不要他 肖默清心中很不爽 于是呼他 毫不客气地捏了一下小屁孩的脸 威胁道 安静些 不然把你扔下去信不信 两人身旁就是一处池塘 说完这话 肖默清故意做了一个要扔他下去的假动作 打算吓一下这小屁孩 结果这小屁孩不仅不上当 他还直接张嘴一口咬上了他的手 臭混蛋 咬洗你 肖默清 星号 肖默清后悔了 悔的肠子都清了 整整三天 他吃了那个能长生不老的鲜丹过后 整整窜了三天 知道这三天他是怎么过的吗 他是怎么过的吗 那个臭道士居然真的敢骗他 他要弄死他 殿下 皇宫二皇子住处 二皇子整个人脸色苍白的抱着汤婆子裹着被子 缩在软榻上 听见张侍卫的声音 他已经是抬起眼皮子朝着侍从看了过去 本以为能瞧见那江湖骗子的身影 可只见张侍卫一人的身影 他不由皱了一下眉 语气冰冷道 人呢 张侍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回殿下 数下去的时候那倒是早就没影了 听人说他早在三天前就逃出京城了 什么 肖默清听了这话顿时脸色一变 好一个江湖骗子 骗了本皇子三万两居然跑路了 该死的臭道士 别让本皇子捉到他 不然非把他大谢八块不可 肖默清这话刚落 门外又传来了另一个侍从的声音 殿下 太子殿下给您送人来了 那侍从话音刚落 肖默清台眼看去 就见太子身边的那位长侍卫 拎着一个五花大绑 头蒙着一块黑布的人走了进来 参见二殿下 卑职奉太子殿下之命特将此人带给二殿下 常侍卫说着 伸手一把将那人头上的黑布扯了下来 缩在软榻上的肖默清一眼辨认出来 此人不就是那个 骗了他三万两黄金的江湖骗子吗 好你个臭道士 竟敢骗本皇子 你知道本皇子这三天是怎么过的吗 怎么过的吗 肖默清一时气不过 扯掉自己身上盖着的被子 跳下了床 一脚踹上了他江湖骗子的胸口 啊 那江湖骗子惨叫了声 直接被一脚踹到了跪在地上的张侍卫面前 当张侍卫看下那江湖骗子吃痛的神情 他猛地低下头 眼中的神情不由闪过一阵心虚 这假大财怎么会被捉住 他不是已经给他盘缠 让他离开京城了吗 常侍卫 三日前 太子殿下听闻二殿下被一江湖骗子行骗 于是乎便派卑职彻查此事 卑职这几日派人蹲守京城各点 总算在今日发现了这骗子的行踪 前去捉拿他时 发现殿下您身边的张侍卫 在帮他谋划如何离开京城 张侍卫 听了这话 肖默清下意识将自己的视线 落在一旁跪在地上的张侍卫身上 表情震惊而又不解道 张德 对 一切都是他让我这样做的 让我装到是骗殿下你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趴在地上的骗子假大财 嚎着嗓子哭喊声 见事情败露 跪在地上的张德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下一秒他直接抽出腰间的匕首 朝着地上的假大财刺了过去 阿娃 趴在地上的假大财 见他要杀自己 吓得他赶紧哇大叫 一个劲在地上拼命地爬着 好在一旁的长侍卫 眼疾手快 利索一个闪身至两人的中间 一脚踢飞那张德手中的匕首 张德一个吃痛的跪倒在地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长侍卫手中的配件 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张德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背叛本皇子 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肖默青愤怒道 听了这话 跪在地上的张德冷笑了一声 随后直接将自己的脖子 往面前的刀刃上洗去 只见扑斥一声 他的脖子瞬间被割破 血流不止 然后整个人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肖默青没想到 这张德居然会自杀 看来此事定然是有人指使他做的 不然他也不会用自杀来守口如瓶 请二皇子殿下恕罪 见识自己的拔剑 才让这张德有机会自杀 尝试为立马恭敬地跪在地上 起来吧 这与你无关 肖默青走到哪下的趴在地上 惊恐抱着头的贾大财 见着人来 贾大财下的脸都白了 一个劲地磕着头 二殿下饶命 二殿下饶命饶命 肖默青沉声道 抬起头 把你所知道的一切 同本皇子好好说说 不然小心你的脑袋 我说我说 我全都说 贾大财哆嗦嗦 跪在地上擦了擦脸上汗 小 小人原本是浪迹江湖的一名道士 好听点叫道士 说难听点就是一江湖骗子 给人算算命 半个月前 小人刚来京城 在天桥摆摊 摆摊还没几日 就这个短命的老兄找上小人 说让小人演一出戏 说是完事之后有报酬 然后小人就见着殿下你了 是小人该死 有眼无珠 不知道居然是殿下你 若是知道你的身份 那就算给小人添大的胆子 小人也不敢骗你了 那钱呢 肖默青气的咬牙切齿道 本皇子的三万两黄金呢 这个小人是真的不知道啊 那贾大财立马白手道 事成之后他们就给了 小人我五十两银子 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殿下若不信可以翻我的包袱 我包袱里就只有五十两银子 贾大财惊恐地四处找自己的包袱 可突然想起来在他被捉来时 他的包袱被他落马车上了 你方才说 他们 肖默青指了指一旁 已经断气的张德 除了他还有谁 贾大财 还 还有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他一直戴着面具 小人看不见他的脸 但是听声音大概四十多岁 穿着的衣服 看着像有权有势的贵人 有权有势的贵人 肖默青听了贾大财这话 脑子里突然想起来 先前某个小屁孩的心声 唉 傻儿哥当真是笨 就这点智商 活该被他那奸臣舅舅忽悠 奸臣舅舅 肖默青毛子顿时冷了冷 虽然他心中对此 还是不相信他一向敬重的舅舅 竟是奸臣 但是就拿贾仙丹这事来说 那小屁孩的心声都应验了 他说长生不老丹是假的 并且吃了还会复泄整整三日 结果他吃了之后 真的复泄了三日 那贾仙丹还有吗 肖默青问 啊 跪在地上的贾大财 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贾仙丹还有吗 肖默青又开口立声问了一遍 那贾大财听清楚之后 急忙点了点头 有 还有 肖默青朝着他伸出手 给我 星号 午后 内阁大学是府衙 一扑从脚步匆匆地穿过走廊 来到一处房前 走到正躺在椅子上 紧闭双眼 听着小曲的男人耳边 轻说了几句话 下一秒 躺在椅子上的内阁大学是陈亮木 睁开了双眼 他紧皱着眉头 语气不悦道 废物东西 他这番话音刚落 又一扑从走到门口 恭敬道 大人 二皇子来了 陈亮木听言微微诧异 但在下一秒 瞧见不远处走来的那道熟悉的身影时 连忙喜笑颜开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哈哈 经个什么风把我的好外甥给吹来了呀 舅舅 肖默青笑着喊的男人一声 随即让身后的侍从将手中的盒子递了过去 这是 陈亮木看着那侍从手中的盒子 面色不解道 下一秒 肖默青赶紧将盒子打开 盒子刚打开 那扑面而来的酒香立马飘了出来 一向嗜酒如命的陈亮木盯着那酒香 眼睛瞬间亮了 肖默青开口道 最先居的十里香 今日刚送进宫 直到舅舅你喜欢 便立马给舅舅您送来了 好外甥 不愧是我的好外甥 陈亮木闻着那酒香 急忙让人给他倒上一杯 尝上一口 刚一入口 那酒香便已经立马在唇齿间散开 陈亮木 好酒 哈哈哈哈 好酒 真不愧是天下第一绝 肖默青开口道 舅舅你喜欢就好 喜欢 我可太喜欢了 不愧是我的好外甥 陈亮木恋恋不舍地 将酒杯中的最后一口酒 喝进了肚子后 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随后便让人将这酒给拿了下去 陈亮木 听说外甥你 最近被一个江湖骗子 给骗了万两黄金 这是 唉 听了这话 肖默青故作失落地叹了一口气 倒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舅舅你的耳朵 当真是被人骗了 陈亮木表情诧异道 肖默青轻点了点头 是 那你现在可知是何人干的 肖默青摇了摇头 就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才来求舅舅你帮帮忙 我被那江湖骗子 给骗了万两黄金 本来我让我身边那个侍卫张德扮之事 结果他居然背叛我 受人指使 故意骗我 若不是太子身边那个长侍卫 将那片子捉来同他对质 恐怕我还被那该死的张德 给蒙在鼓里 啊 陈亮木惊讶开口道 我瞧那张德面相应当是个忠厚老实 可没想到居然是个叛徒 真的是人心难测呀 是啊 本来好想着从张德那叛徒口中知晓 究竟是何人指使他这样做 可没想到他倒是一个硬骨头 当场杀了那江湖骗子之后 自己也自杀了 死 死了呀 听见两人都死了 陈亮木那原本悬着的心 顿时安定了下来 嗯 死无对证了 可到底是万两黄金 父皇已经知道这事了 心中已经是对我万分失望了 舅舅你一定要帮帮我 字母妃死后 只有舅舅你站在我这边了 傻孩子呀 你当真是没有半分心机呀 陈亮木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手 肖默倾听了这话 脸上的表情故作不解道 舅舅 你这话是何一 我问你 这是一出 陛下对你失望 那么有此或获利的是谁 为何那片你的江湖骗子 偏偏就被太子身边的侍从给捉到了 还有那张德死之前在场 除了你还有谁 舅舅 你是意思是 以我看 陈亮木压低嗓子道 这幕后主使之人就是太子 肖默倾一听这话 心中已经是万分震惊 好你个老狐狸 这几句话一说 已经是将自己的嫌疑 给撇清的一干二净 当年若不是太子 那么如今这太子之位 定然是殿下你的了 这些年来你同代太子明争暗斗 但他一向对你不屑一顾 这可不是他对你仁慈 太子这个人表面上温润 但实则手段极其狠辣 就拿你被一江湖骗子骗了之事 定然是他派人指使 目的就是为了让陛下对你彻底失望 你瞧 他要么不出手 要么一出手就给你致命一击 轻而易举 就让陛下对你彻底失了忘了 肖默倾面色故作震惊道 兄弟一场 他竟然对我如此狠心 陈廖木惋惜地叹了一声 我的好外甥啊 你呀还是太单纯了 身为皇家人 可万万不能念及这兄弟情分 既然他对你不仁 他也休怪你 对他无异 肖默倾抬起头 问道 舅舅可有什么好提议 陈廖木故作思索了一番 随后缓缓开口道 辽州山匪 太子不是下个月初 就去带兵去辽州剿匪 我们就从这里下手 肖默倾 听了他这个好舅舅这番话 肖默倾心中瞬间激起了千涛骇浪 这个惊呼陌生的男人 放在衣袖下的手 猛地握紧成拳头 那陈廖木并没有注意到 肖默倾眼中的震惊 他还在自顾自说着 既然太子要去剿匪 那我们偏要他剿不成匪 到那时他败落而归 陛下不就自然而然对他失望 哈哈 陈廖木大笑了声 见一旁的肖默倾没有反应 他又道 好外甥 你觉得这提议如何 很好 肖默倾淡淡开口道 陈廖木 剿匪危险 刀剑无眼 太子若是断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也是十分正常的事嘛 哈哈哈哈 舅舅 肖默倾磨蹭着手中的茶杯 突然淡淡开口道 嗯 陈廖木听见他叫自己 朝着他看了过去 我昨日做了一个好梦 梦到辽州剿匪 并非是太子带兵去 而是我带兵前去 陈廖木 哦 那是好事呀 这也间接说明太子此行 定然会大败呀 你很快就能代替太子了呀 可对我来说 算不上是好梦 我带兵前去剿匪 但不知为何 我每次带兵前去那山匪 就像是提前知晓了一切 每次我带兵前去都会大败 再然后 我在剿匪途中断了一条胳膊 败落回京之时 犹如丧家之犬 我接受不了自己断了一条胳膊 便整日丧气 关在房内不愿见人 只有救救你 每日不厌烦地前来开导我 再后来你查到了证据 你对我说辽州剿匪 我之所以节节败退 是因为太子与山匪勾结 从中作梗 这才将我害得如此 我得知此真相 大怒 此后便与太子势不两立 处处与他作对 下狠手 甚至于听了救救你的提议 勾结外敌 谋朝篡位 间接害死了太子妃 在后来的事情 我在梦里记不清了 只记得我们败了 大败那日 太子带兵攻城那日 救救你带着人逃跑 我本以为你会带上我 可是一脚把我踢下马 大骂我是个废人 你同我说 你之所以对我如此 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 包括当年的辽州剿匪 因为那些山匪 都是你日后起兵谋反的大军 你安插线人在我身边 向那些山匪通风报信 所以当年我才节节败退 甚至于丢了一条胳膊 陈廖木听了他这话 不由瞪大眼睛 内心万分悍然 道 你 你在乱说什么 我怎么会这样对 陈廖木话还没有说完 肖默青已经是打断了他的话 对着他扬唇笑道 舅舅可知在梦里 宵宴里杀我时 都说了些什么吗 他红着眼对我说 我念在你是我弟弟的份上 我从未想要害过你 可你呢 愚笨吃傻 听信奸臣谗言 勾结外敌 起兵谋反 甚至于你还杀了他 你千不盖万不盖居然杀了他 你为什么要杀他 在那梦里 我第一次见肖燕里哭成那样 直到他拿冰冷的刀刃 刺进我胸膛的那一刻 我才猛然觉醒 我好像一直以来都错了 我以为他恨我 害我想要杀我 但实际上 在他心里一直都当我是他的弟弟而已 肖默青话音刚落的那一刻 陈廖木眼中的惊恐还未退下 他的眼中便已经看见不少的官兵出现在了门口 站在中间的是身穿着官服的太子萧燕里 下一秒 他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是被人死死擒住双臂按在地上 启禀太子殿下 在后院发现了20箱黄金 20箱兵器 启禀太子殿下 在东南寝室的密室里发现了不少于敌国的来往信封 还有几封是辽州那边 陈廖木被人擒住双臂压在地上 听着在场玉林军纷纷在他的府上搜出他卖国通敌的证据 他双眼死死盯着眼前站在那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的肖默青 他到死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暴露的 明明他如此的小心谨慎 怎么会被人知晓 陈廖木双眼心红死死盯着面前的肖默青 他说一切都因他做了一场梦 他才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这个无耻小儿究竟是何时开始伪装 竟不知不觉地在他眼皮子底下长出了羽翼 而等卑劣数字 陈廖木被玉林军带下去时 他口中还在弄骂道 肖默青我可是你亲舅舅 你竟敢这般对我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见种 活该你一辈子被太子压一头 你活该 太子萧宴里听着陈廖木这妈妈咧咧的话 眉头不由促起 对着一旁的玉林军道 堵上他的嘴 是 说着 玉林军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块破布 直接塞进了某人的嘴里 陈廖木想要说出口的脏话 全都被堵在了嘴里 然后他便被玉林军给拖了下去 站在一旁的肖默青 看着被人拖下去的陈廖木 眼眸沉了沉 他从未想过他敬重的舅舅 竟是这样的人 他并未同他说谎 他之所以知晓 他卖国通敌的罪证 确实是来自于他昨天做的那场梦 这一点他并未对他说谎 也正因为那场梦 他回想起 现在在公宴上他听到的某个奶团子的心声 晚晚那小屁还说他不能去剿匪 只要是他去 他便一定会输 起初他也不明白 直到昨天做的那场梦后 他一切都知晓了 太子萧艳里 做得很好 萧默青正想着 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他眼看着从他身旁走过的萧艳里 眼眸微微震惊道 你在夸我 萧艳里这个老古板居然会夸他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瞧着自家弟弟那一副震惊的见鬼的表情 萧艳里掀起眼皮子淡淡问道 不过你是如何知晓 陈廖木和辽州山匪有勾结的 哼 那当然是 萧默青正要说出口 突然想到 他该如何说 他能听见某个小屁孩心生这事 他要是说了 以萧艳里这老古板的性子 肯定不会相信 说不定还以为他在耍他 自然是因为我厉害了啊 萧默青双手还凶一脸高傲 他才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他既然能拥有这个 那么就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他 他就是被老天爷选中的天命之人 啊 没想到他居然那么的不平凡 萧艳里是太子 又能怎么样 他可是天命之人 不比他牛逼多了 我的好哥哥 以后有我这个天命之人 在你身边辅佐你 你就在背地里脱了乐吧 萧默青伸手还住萧艳里的肩膀 一脸的嘚瑟 神经 萧艳里无语地看了眼 身旁不知是发什么神经的萧默青 随手拍开某人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萧默青搭在某人肩膀上的手背拍开 让他一个站不稳 险些要摔倒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就见某人早已经走了好远 他急匆匆地提着步子追了上去 一边追着 还一边对着某人喊道 萧艳里我劝你 从今以后好好端正 同我这个弟弟说话的态度 我可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我了 喂 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萧艳里 不到半日的功夫 内阁大学士陈廖木 卖国通敌的事 便已经在朝中内外传遍了 不过朝中上下倒是不在乎 这个陈大学士为何会卖国通敌 此刻他们倒是想知道 大学士倒了 二皇子殿下会如何 朝中上下都知道 这个陈大学士可是二皇子那边的人 又或者说 陈大学士卖国通敌之事 会不会和二皇子有关 朝中上下都知道 二皇子殿下与太子殿下相斗数年 仲大臣都在猜想 二皇子殿下没了全世 估计好日子没多久 太子殿下定然容不下他 可令仲大臣没想到的是 在陈大学士出世的第二天 有人瞧见二皇子和太子两人 在皇宫后山的洛杉河里钓鱼 这两人和兵士前嫌了 陈大学士出世的第三天 又有人看见二皇子和太子 在比武场练舞 两人出来时脸上都挂了彩 他们就说吗 二皇子和太子两人 从娘胎里就开始斗 怎么可能兵士前嫌吗 星号 深夜 冷宫 一轮明月悬挂于夜幕之上 舌头悬挂在枝头的 暴躁鬼掉在树上 看着不远处 站在树下抱着盒子 徘徊了许久的小奶团子 忍不住开口道 这小公主干嘛呢 她该不会是以为 一直站在那儿 她那些被偷走的财宝 就能变回来吧 她在树枝上的爱美鬼 打个哈欠 声音慵懒道 谁知道这小屁孩 心里在想什么呢 若是她能看见我们 我还能告诉她 是她的皇帝爹 偷走了她的财宝呢 四周空无一人 晚晚站在树下怀中 抱着沉甸甸的财宝 十分纠结 好舍不得 真的好舍不得呀 她的宝贝们 呜呜呜 但是如今国库空虚 扎爹又十分需要这些 要不然 她也不会做那种 偷鸡摸狗的事 将财宝埋在这里 让扎爹偷走 虽然说逃跑的日子会被延长 但是要是还没逃走 就被灭国了 那她岂不是亏大了 晚晚左思又想了好几日 晚晚最后还是决定 牺牲掉眼前这个微小的利益 来换取日后美好的生活 唉 就希望扎爹要懂得知恩图报 等到国库富起来之后 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最好把她埋在这里的所有箱子 都填得满满当当的 想着 晚晚已经从树后 拿出自己藏好的小铁锹 开始卷起袖子挖土 不远处趴在树上的两只鬼 瞧着她一个劲的挖土 许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一瞬间的功夫便已经消失不见 晚晚恋恋不舍地将盒子埋进土里 最后还不忘用脚踩紧实鞋 做完这些之后 她将小铁锹藏在树后准备离开 结果刚一回头 那一张吓人的鬼脸 不由吓得她一大跳 妈呀 晚晚被突然出现在 她身后的那张鬼脸 给吓了一跳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等到她看清面前的鬼 是那哭死鬼时 急忙拍了拍自己 受到惊吓的小心脏 也太吓人了吧 什么时候出现在她的身后的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真是怪吓人的 不过令晚晚有些惊讶的是 今天也不是月中啊 为什么她能看见她 晚晚心中十分不解地想着 正准备平复一下自己 受到惊吓的小心脏离一开始 她就见站在她面前的那个哭死鬼 突然歪了一下头 她伸出自己那只 清白肤色的手指了一下自己的脸 血红的眼中 似乎是浮现出震惊之意 好像是在说 你能看见我 一人一鬼 眼神对视着 晚晚心头 猛的咯噔了一下 坏了 一时被这个哭死鬼给吓到了 她竟然忘记 假装看不见她了 呜呜呜 那哭死鬼似乎是不会说话 见她没有回答 又用手比划了一遍 这会儿晚晚 要是再回应她 那当真是脑子有问题了 下一秒 她直接撒腿就跑 那哭死鬼似乎也没有料到 她会突然撒腿跑 等到她反应过来时 就见某个小公主的身影 已经跑了老远 她漂浮着身子 便追了上去 然后是晚晚跑得再快 那鬼毕竟是用飘的 她拼命地往前跑 一道白衣身影 突然闪到她的跟前 挡住了她的去路 晚晚吓得急忙杀住了脚步 妈妈呀 这位鬼姐姐 干嘛一直追着她的娃 呜呜呜 那哭死鬼见她 停了下来 嘴里含着呜呜声 朝着她飘了过来 晚晚很没出息地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鬼姐姐 你别吃我啊 我一点也不好吃的挖挖屋 哭死鬼 晚晚吓得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她哭着正上头 突然感觉自己脑壳一阵一阵的凉意袭来 她睁开眼睛一看 这些那哭死鬼 已经飘到了她的面前 正摸着她的脸 因为她是鬼 她并不能碰到她的脸 每一次的触碰 都会从她的身体穿过 带着点点凉意 晚晚看着面前 那哭死鬼的这番动作 不由瞪大眼睛瞧着她 她这是在给她擦眼泪 不过也就因为 哭死鬼给她擦着眼泪的动作 晚晚这才突然想 这鬼压根就碰不到她 所以她伤害不了她 她为什么还要害怕地撒腿跑呢 那个 晚晚吸了吸鼻子 听见小公主说话 那哭死鬼停住了 给她擦眼泪的动作 那血红的双眼直勾勾看着她 晚晚 鬼姐姐 还说我自己来擦吧 人鬼殊途你又碰不到我 你手每次穿过 我脑袋都挺凉的 听了小公主这话 哭死鬼歪了一下头 然后将自己的手收了回去 晚晚从衣袖里 拿出自己粉色的小手帕 擦了擦眼泪 等到她抬头时 就见某只哭死鬼已经飘走了 晚晚轻松了一口气 真的是吓死她了 就在晚晚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时 那原本飘走的哭死鬼 突然又转头看了她一眼 呜呜呜呜呜呜 她见小奶团子坐在地上未动 又重新飘回到她的身边 围着她的身边转了一个圈 呜呜呜呜 她那止不住的哭腔 在晚晚耳边回荡 虽然听得有些甚人 但是晚晚觉得 她好像对她并没有恶意 哭死鬼又往前飘了几步路 然后回头她看 你是要带我去哪里吗 晚晚问 那哭死鬼立马点了点头 又飘到了她的身边 伸手虚握住了她的手 一副要拉她走的模样 晚晚有些犹豫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心里想着她究竟要不要跟着她走 万一她跟她走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怎么办 晚晚有些犹豫 不过她又想了想 这个哭死鬼姐姐 好像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她的事 在她刚在冷宫出生时 那些鬼见她是小婴儿 就经常伴鬼脸吓她 这个哭死鬼姐姐并没有跟那些鬼一样 她不仅没有吓她 反而还经常在她哭的时候出现 替她擦眼泪 对着她笑 虽然她笑起来的样子有点吓人 晚晚最终还是选择跟在了她的身后 夜晚的晚风有点凉 再加上鬼身边的温度很低 晚晚迈着自己两条小短腿 跟在她的身后 莫名觉得有些冷 一人一鬼 不知道走了多久 总算是走到了一处冷宫废弃的宫殿里 是这里吗 呜呜 那哭死鬼点了点头 然后身子直接从关着的店门穿了进去 晚晚站在店门前推了推 外头上了锁 她推不开 鬼姐姐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能像你一样能从门直接穿过去 晚晚这话刚说完 脚下突然探出了哭死鬼的半个脑袋 这时晚晚才发现门底下破了一个大洞 那洞破得很是奇妙 刚好够她这个小小的身子钻进去 晚晚猫着腰钻进去过后 原本干净的脸上也落了不少尘土 一进到那店内 这店内跟其他废弃的大店并无区别 地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像是废弃了很久的样子 晚晚看此 更加是不明白 这个鬼姐姐为什么要带她来这里了 鬼姐姐 她正打算开口问她带她来这里 究竟是要干什么时 桌子上那一抹金色吸引了她的视线 这是 晚晚走过去 看着放在桌子上一出金光的箱子 下意识打开之后 瞧着里面那满满一箱的财宝 她眼睛都看直了 哇敲 好多的金子啊 晚晚看着那满满一箱的财宝 眼睛不由瞪大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睛出现了幻觉 她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再看过去那满满一箱子的财宝 让小小的她惊呆了 哇 发财了发财了 晚晚 原来你带我来是让我看这个啊 呜呜呜呜呜呜呜 那哭死鬼对着她点了点 见小公主十分开心 她也不由勾起唇笑了笑 伸出自己的手 做了一个推给她的动作 小奶团子一脸惊讶地问 你不会是要把这些都送给我吧 哭死鬼笑着点了点头 她知道她好像很喜欢这些 所以特意给她找来的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晚晚看着眼前的满满一箱子的财宝 嘴上说着不太好意思 但是她的那双小手 已经是不听使唤地摸了上去 哇看着眼前满满一箱子的财宝 里面放着的 基本上都是些女子喜欢的金银首饰 晚晚眼睛都看直了 不过很快 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冷宫里怎么会有这些 鬼姐姐这些财宝 你是哪里来的呀 一箱子的金银首饰放在这里 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听了小公主这话 那哭死鬼往前飘了几步停了下来 然后弯下腰 做出了一个抱着东西的动作 又飘了回来 一旁的晚晚竟然莫名其妙地就看懂了 晚晚 你是说你是从一个地方 发现了这些东西 然后把它们搬过来的 那哭死鬼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飘到她的身边转了一圈 一副等待她夸奖的样子 这不会是别人的东西吧 晚晚看着这一箱子里 基本都是女子带的金银首饰 不出意外的话 应当是后宫某一位妃子所有 晚晚想到这个鬼姐姐 一直对她很好 直到她喜欢这些 她便给她送来了这些 但是再怎么说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 他们不能偷拿别人的东西 鬼姐姐 虽然我很喜欢金子 但是偷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吧 时间也不早啦 我也该回去了 下次我再来见你 哭死鬼听见小公主 让她把东西送回去 她还以为 她是不喜欢她送给她的这些东西 眼眸中不由浮现出几分落寞的神色 可在她听见小公主说 下一次再来见她时 她眼中的落寞立马一扫而空 眼神都跟着亮了亮 晚晚说完这话 对着面前的哭死鬼挥了挥手 从一旁的破门下面钻了出去 晚晚走在月色之下的公道下 再往前走几步 就要出冷宫了 她回头见 一直跟在她身后 护送她离开的哭死鬼 对着她挥了挥手 前面就出冷宫了 鬼姐姐不用送了 听了小公主这话 哭死鬼停下了脚步 她本来是想将她一直送到 她住的芙蓉宫的 她并非不能出冷宫 只是她现在的这具身体 是一只鬼 各宫的宫门上贴有门神 她如今一个鬼身不能进 她就站在那 看着小公主的身影 在她的视线之中消失 她在离开之后 她打算听她的话 将那些东西都放回原处 再回到那破败的宫殿里时 她无意间瞥见一旁破败的铜镜 瞧着镜中那披头散发 身穿一身白衣 犹如女鬼一般的少年 眼中难得闪过几分懊恼 她才不是鬼姐姐 星号 晚晚最近发现 她那二皇兄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自打她上回咬了她一口过后 她好似经常能碰到她 哟 九皇妹好巧啊 惊得又遇到了 晚晚抬起小脑袋 看着眼前对着她 刺着大牙 笑得一脸灿烂的二皇兄 二皇兄好 不是 怎么哪里都能遇到这个二皇兄 她整天都没事干嘛 闲得到处逛 肖莫青 小屁孩 我可是天选之人 你好好端正 和我这个天选之人说话的态度 虽然肖莫青自恋认为 自己乃是天命之人 上天赐予了 她能听见心声的异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却只能听见 这个小屁孩的心声 前几日 她到处找人听心声 但是最终其他人的心声 她一概都听不到 这几日 她左思右想 终于发现 突破点原来在这个小屁孩身上 原来天命之人不止她一人 眼前这个小屁孩 也是天命之人 只是她与她不同的是 她能知晓未来发生的事 她先前无意间说的 三年后 他们一家人 脑袋整整齐齐地挂在城楼上 她到现在都还心里面饭处 既然老天爷都在帮她 那么她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也就是 为了阻止一家人三年后的悲剧 她这才整日 在这小屁孩的面前晃悠 时不时地来听一听 她的心声里面 有没有什么重要线索 不过可惜的是 这小屁孩 似乎是对她很不满 一见面不是在骂她 就是在骂她 黄妹妹又是要去哪里玩啊 也许是知晓 两人都是天命之人 如今肖默青瞧着眼前这个人 还没她半条腿长的小屁孩 都顺眼了不少 婉婉如实回答道 去父皇那边 又去父皇那边 父皇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肖默青直接将她从地上抱了起来 走 皇兄带你去玩别的 可怜的婉婉 还没来得及拒绝 便已经被她的二狗子二皇兄 当着众多宫女的面抱走了 这个二狗子会那么好心 带我去玩 这不会有诈吧 婉婉心里不安的想着 视线无意间落在她那二狗子皇兄 抱在她的那只左手上 前几天她狠咬了她一口的伤口 虽然已经淡了不少 但是痕迹还在 那明晃晃的痕迹 无疑不是在提醒着她 她前几天狠狠咬了 她这个二皇兄一口 这二狗子 不会还记着 前几天我咬了她一口的仇 如今嘴上说着 带我去玩 就要报复我吧 肖默青 她倒也没有那么恶毒 不过这个小屁还说起这事 她倒是想起来了 这小屁还是有多恨她 居然下那么重的口 看见了没 你咬的 肖默青将手往她的跟前伸了伸 那虎口位置 有一道已经结痂的牙印 妈呀 她让我看 不会真的被我给猜对了吧 当番就仗来了 婉婉心有些慌 有些害怕 她这个二皇兄 万一一怒之下把她丢出去 可怎么办 婉婉的小脑瓜子 迅速飞快地运转 下一秒 肖默青就见某个小屁孩 扬起自己的小脑袋 一脸无辜道 对不起二皇兄 你很疼吗 那婉婉给你吹一吹好不好 是婉婉不懂事 你不要生婉婉的气 说完 婉婉低头装模作样地 给她受伤的手轻忽了几下 那一瞬间 肖默青见这个小屁孩 这副乖巧认错的模样 突然觉得 有个那么可爱的妹妹 她咬她一口怎么了 她咬她一口 她又不会死 肖默青 可 没事 皇兄我又不是记仇的人 嗯嗯 二皇兄最好啦 婉婉扬起小脑袋 对着男人笑了笑 嘿嘿 果然没有人能逃得过萌娃攻击 我就说我长得那么可爱 怎么会有人会对 那么可爱的小萌娃下狠手 肖默青 二皇兄婉婉婉现在有些困了 二皇兄可以把婉婉送回去睡觉吗 婉婉对着她那二皇兄 无辜地眨了眨眼 要是她听不见她的心声 当真要被她这可爱的外表 给蒙蔽住双眼 要送她回去睡觉了 肖默青揉了揉怀中 小屁孩的脑袋 对着她笑道 当然 不行啊妹妹 生前何必久睡 死后必定长眠 听了这话 婉婉嘴角的笑意 瞬间僵硬住了 混蛋皇兄 人言否 婉婉被男人给拎小祭祀的 给拎上马车 过了一会儿 她小小的身子 扒拉在马车车窗上看了看 发现这马车是驶向宫外的 这二皇兄是要带我去宫外玩 不不不 她见面里送的假药 都能跟我再要回去 那么抠嗖的一个人 肖默青 小屁孩 你的心里话 我两只耳朵可都听见了 婉婉没指望 她这个抠嗖的二皇兄 是真的带她出去玩 可直到她 给她买来不少 小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儿 和街边小灵嘴时 婉婉这才对她眼前 这个二皇兄转变了想法 她好像是真的来带她玩的 好吃不 热闹非凡的十里长街 婉婉被她那抠嗖的二皇兄 一手牵着小手走在街上 一大一小手上 拿着不少街边美食 婉婉手里 拿着热乎乎的烤红薯 小嘴里刚被她的二皇兄 给头喂了一口烤羊肉串 此刻腮帮子满满当当 听着抠嗖皇兄问她这话 婉婉的小脑袋急忙点了点 好刺 我好还是太子对你好 肖默轻问 婉婉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当然是二皇兄最好了 快羊肉串再给我咬一口 见小屁孩直勾勾盯着 她手中的羊肉串 肖默轻故意将手抬高了点 上次你不还哭着 要去太子那边吗 怎么可能 那一定是之前的婉婉 现在的婉婉最喜欢的还是二皇兄弟 快羊肉串给我咬一口 太子是什么 怎么能和她美味的羊肉串做比较 让她去一边玩去吧 听着小屁孩嘴上和心里面的回答 肖默轻很是满意地勾了勾唇 将手中的羊肉串 递到了小屁孩的嘴边 小屁孩见词 直接挖屋一口咬了上去 她就说区区一个小屁孩而已 要想讨一个小屁孩的欢心 对她来说还不是一如反掌 谁都拒绝不了美食的诱惑 作为一个生活在京城中的顶级吃货 她简直是对京城之中的美食了如指掌 皇兄 就在一大一小吃的郑欢时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肖默轻下意识回头一看 来人是她的六皇妹肖佳希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都有孩子了 肖佳希瞪大眼睛 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孩子 哪来的孩子一旁闻声而来的五公主肖纯元 从一旁的铺子走了过来 见到肖默轻后 一脸震惊道 二哥你怀孕了 肖默轻听了两人这话 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倒 可 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时 正啃着烤红薯的丸丸转过身 那可可爱爱的一张脸 也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肖默轻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肖佳希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出这话 五公主肖纯元回答道 我和佳希出来玩啊 你们俩啥时候感情那么好了 她记得 这两个小屁孩 先前一见面不是互掐 就是互掐来着 要你管 倒是你跟这个小屁孩来这里干什么 肖纯元视线落在一旁的矮团子身上 婉婉一边啃着烤红薯 一边反应过来 这个五公主口中的小屁孩三个字 是在叫她 就多冒昧啊 搞得你不是小屁孩一样 不过这个小太妹身边的漂亮姐姐是谁啊 刚刚这小太妹叫她佳希 那她不就是她的六黄姐吗 啊又是个大美女 不过能跟这个小太妹一起玩的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肖纯元 听着小屁孩这心声 肖纯元差点没控制住表情 什么叫跟她一起玩的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小屁孩 可真会说话 肖默青听着小屁孩心中的吐槽声 小太妹 这啥意思 听着有些奇怪 是好话不 这是你五黄姐和六黄姐 肖默青担心这小屁孩不认识人 还贴心地给她介绍道 婉婉乖巧道 黄姐姐们好 内心吐槽归吐槽 该叫的人还是该叫的 一旁的六公主肖家夕 看着婉婉如此乖巧 她表面上镇定地喊了她一声黄妹妹 但是心中也激起了千层海浪 她刚刚听到了什么 不是她耳朵 出现幻听吧 她见她明明都没有张嘴 但是她却能听见她说话 那是她的心声 肖家夕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安的捏紧了一下拳头 她的病是又严重了吗 肖默青本来今日就只想带着 这小屁孩逛一逛 吃一吃这京城的美食 可没想到 半路上还又不得不带上两个小尾巴 哪家店开那么远 二哥你确定那家店好吃吗 四个人坐在马车里 五公主肖纯元 扒拉在马车的车窗前 看着他们离热闹的主街越来越远 不由心中起一道 肖默青正紧闭着眼睛闭目养神 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诞生回应道 不好吃 难吃得很 原本肖纯元还打算走着 但是听着她这话 一屁股坐回了座位上 这个东西很好吃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别想甩掉我们 作为京城第一吃货的肖默青 他说这个东西好吃 那定然是十分好吃 这家古董羹 位于街道的最里面 是一块毫不起眼的地方 从外面上看 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家馆子 但是一进去却十分热闹 满满当当的都是人 几乎每个位置都爆满 那店小二显然是认识肖默青 一见他来 立马小跑赢了上去 李公子您来了 厢房早就给您备好了 您里面请 嗯 肖默青青点了点头 对着身旁的三个小屁孩道 跟上 那店小二 看着跟在李公子身后的三个小姑娘 不由惊讶道 李公子这都是 你女儿 肖默青深吸了一口气 颇有几分咬牙切齿道 他们都是我妹妹 店小二意识到自己失了言 急忙开口道 我就说 李公子您这般年轻帅气 瞧着 也不像是已经当爹的人 肖默青本来还觉得 这个店小二 挺没有眼力见的 但是在听见他说 他年轻帅气之后 心中的怒意 显然消散了不少 算你这小子会说话 那店小二 为什么叫你李公子 你啥时候改姓了 四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厢房 在店小二走后 肖纯元开口问道 肖默青答道 我们的身份多特殊 怎么能用真名 在江湖上行走 不得弄个假名字 我假名字叫李英俊 听着是不是就很帅气逼人 三个小屁孩 可真是太逼人了 肖默青带着三个小屁孩 吃完古董羹之后 又带着他们撒去另一边的城东 吃了饭后点心 这一整天 婉婉感觉自己的嘴巴 就没有停下来了 不得不说他这个二皇兄 当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呀 四人吃饱喝足后 肖默青又带着三个 跟屁虫去周边的铺子逛了逛 美其名曰是带着他们去消食 但他一时却大意了 到底是小姑娘 看见胭脂水粉的铺子 便一下子走不动了 五公主肖纯元 拉着一旁六公主肖家西 就往铺子里放着 胭脂水粉的地方走 跟在两人身后的婉婉 也觉得稀奇 刚要迈出自己的小短腿跟上去 被站在他身后的二皇兄 一下子救助了衣领 肖默青垂下眼皮子看他 小屁孩你才多大呀 抹什么胭脂 走 二哥带你去那边坐着 他这二哥显然也是这里的常客 那老板娘瞧见他 眼睛立马亮了亮 急忙迎了上来 李公子您来了 快快快 里面请 正好今的店里 有新送来的些新料子 等一下我拿给您看看 老板娘说完 瞧着男人一旁的小奶团子 眼睛亮了亮 哟 李公子这是您女儿呀 长得真可爱 和你长得真相爱 肖默青 孩子娘呢 老板娘在一大一小身后看了看 笑着问道 林夫人没跟你一起来呀 肖默青听了老板娘这话 差点气笑了 好一个令夫人 她这还没成婚呢 都有一个三岁大典的娃娃 肖默青也懒得跟着没眼力 见老板娘辩解 直接回了她一句 孩子娘 死了呀 听了这话的老板娘 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十分尴尬 过了好半场 老板娘这才开口道 李公子 您 您节哀 肖默青本来也就是一时 气不过说的气话 可没想到那老板娘 居然真的信了 并且临走的时候 嘴里还小声嘀咕道 那么年轻居然是个官夫 可惜了 官夫 指丧妻的男子 肖默青 一旁 吃着麦芽糖的婉婉 听着老板娘嘴里嘀咕的话 忍不住笑出了声 小屁孩 你笑什么笑 肖默青不满地捏了一下 她脑袋上的丸子头 吃你的麦芽糖去 婉婉一边吃着麦芽糖 一边瞧了一脸气呼呼的二皇兄一眼 呵呵 看到你今天带我吃那么多好吃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脾气那么臭 小心以后逃不到老婆 听着小屁孩的心声 肖默青又伸手捏了一下她的丸子头 小屁孩 麦芽糖都堵不住你的嘴 她如此的英俊潇洒 不知道有多少世家小姐爱慕她 她怎么会逃不到老婆 突然想起来这个二皇兄确实没有老婆 因为她光顾着跟太子夺权 哪里有空谈情说爱娃 记得她在辽州剿匪 断了一条手臂回京之后就彻底废话了 到死都没个老婆 惨的脸 肖默青 婉婉想到原文中二皇子肖默青那悲惨的结局 她又盯着自己手中啃了一半的麦芽糖瞧了瞧 虽然先前在公宴上辽州剿匪一事 是太子哥哥去办 但是难保她这个二皇兄还惦记这事 婉婉想了想 对她开口道 二哥哥我昨天梦到你了 嗯 婉婉一本正经道 梦到你好像是去什么地方打山匪 因为你身边有叛徒 然后叛徒害得你流了好多血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梦到这些 但是我觉得多少还是要信一切 你最近千万不要去远的地方 就乖乖在京城待着 听着小屁孩这话 肖默青心里多少还是挺感动的 这小屁孩今日这东西没白吃 居然担心起他来了 婉婉见男人不说话 以为他不信 脑子里正在思考着该说些什么 能让他的二皇兄觉得他一出京城就会死时 婉婉感觉自己的小脑袋突然一中 一抬头就见他的二皇兄正揉着他的小脑袋 笑着道 知道了 二哥会注意的 婉婉还是头一次见他的二皇兄笑得这般温柔 这样看着二皇兄长得还人模狗样 挺帅大 听见小屁孩居然在夸他 肖默青眼神亮了亮 揉了揉他的脑袋 小屁孩 你总算是发现你够我的帅了 唐小姐您半个月前看中的那块料子 在你刚付完定金那天令妹就过来结了全款 让我们按照他的尺码来置一 我们以为这件事您是知晓的 你们都没有派人通知我们小姐 我们小姐到哪里知晓 一旁突然传来吵闹声 肖默青抬头便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入眼的便是一道窈窕的背影 店铺掌柜开口道 那天唐二小姐 她直接来结全款 你们是一家人 我们以为这是唐小姐您都知晓 奴婢阿岁语气十分不满道 二小姐结全款 跟我们大小姐有什么关系 那块布料明明是我们家小姐看中的 她凭什么抢我们小姐的东西啊 奴婢阿岁因为生气 嗓门不有些大 听见她的声音 在场的众人纷纷将视线看了过去 注意到四周众人那炽热的视线 站在一旁的唐家大小姐 开口对着阿岁道 算了吧阿岁 掌柜她也不是有意的 小姐 那二小姐这都几次了 这布料明明是你的 她怎么能这样 她现在抢了去 那过几天的宴会上您穿什么呀 总会有法子的 唐清歌看向一旁的掌柜道 既然清欢已经结了全部的钱款 那不知掌柜能不能把我先前的 定金退还给我 掌柜 这是自然 唐小姐您稍候 我这就去拿给你 有劳掌柜了 看见是唐家大小姐 在场已经是有人窃窃私语道 这唐家再怎么说 也是名闷之后 这唐大小姐瞧着 怎么如此寒酸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唐家确实是名闷之后 当时唐将军在世的时候 唐家多风光啊 可自打唐将军和夫人去世之后 这唐家就开始败落了 小妾当家做主 可怜了这唐家大小姐 整日被那小妾和小妾的女儿欺辱 听说从年初开始 这唐大小姐的月前也被停掉了 在书方找了个超书的活干 真的假的呀 自然是真的呀 可是有人亲眼所见 有不少人都知道的 在场众人那窃窃私语的声音 语气中对这个唐家大小姐 同情和惋惜 四周众人的窃窃私语声传入耳中 唐家大小姐唐清歌的脸上 并未露出半点一样 少女犹如一颗坚韧不拔的松 挺直着腰背站在那 净显贵女该有的高傲姿态 哇呜又是一个漂亮姐姐 好想和美女姐姐贴贴 嘶哈嘶哈 晚晚一边啃着麦芽糖 一边一脸花痴地盯着少女看 听见晚晚心生的肖默青 见小屁孩直勾勾一脸花痴样地盯着人家看 不由翻了一百眼 果然是小屁孩 就知道看脸 虽然她也是 肖默青视线也朝着少女看了过去 她年幼时 曾和这唐家大小姐唐青哥在公宴上见面 当时的唐家多风光 如今居然会变成这样 听着在场众人的窃窃私语 肖默青心里大概是知晓 应当是她的那位继母对她不好 晚晚 哎 多漂亮的一个姐姐 可惜了 拿了灰姑娘的悲惨剧本 被继母和两个继妹欺负 肖默青看着少女 心中也生起了几分同情 但这也算是人家家事 旁人也管不得 想想那么漂亮的一个姐姐 被那恶毒继母设计 嫁给了不务正业的混子 最后活活地难缠而死 我就好气啊 那恶毒继母就该背进猪笼 然后千刀万剐 听见晚晚的心声 从而知晓了唐大小姐唐青哥未来的命运之后 肖默青狠狠震惊了一下 她 这般惨的吗 没一会儿 那掌柜便将唐家大小姐先前付的定金 拿出来递给她 唐青哥接过定金 递给了一旁的奴婢阿岁 对着掌柜到了声谢 主仆二人一前一后离开了铺子 晚晚坐着的位置 唐青哥二人离开的背影 她心中还在叹息红颜薄命 想着自己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帮她时 就见正在外头 走着的主仆二人突然被一辆马车拦住了去路 这不是清哥妹妹吗 真巧呀 一位穿着一身青色华服的男子 坐在马车上 瞧见少女的身影 一把将车帘掀开 对着少女笑道 清哥妹妹是要回府吗 一起呀 刚好我也回去 唐青哥听了她这话 婉拒了她的好意 多谢孟公子好意 不用了 一听这话 坐在马车上 原本还带着笑的孟二 瞬间变了脸色 见少女要走 她直接一举跳下了马车 挡在了唐青哥的面前 清哥妹妹同我客气什么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说着 那孟二上前就要伸手将她拉上马车 一旁的奴婢阿岁 见此立马挡在了少女面前 一副护毒子道 谁跟你是一家人 不许你碰我们小姐 孟二开口道 嘿 你们家小姐还没说什么 你这丫头倒是急了 我同你家小姐都住在唐府 不就是一家人吗 阿岁听言 不由白了白眼 忍不住开口道 我还头一次 听有人把纠战雀巢 说得这般好听 自打陈姨娘当家之后 她那亲戚都脱家带口地来唐府 这孟二就是那陈姨娘的远房表弟 整日无所事事 在唐家白吃白喝 听说清哥妹妹缺衣裳 不如这样 今日我刚好有空 不如我给清哥妹妹 买几件漂亮怎么样 阿岁 我们小姐才不需要你的东西 唐青哥也并不想 同这个孟二有过多纠缠 对着阿岁道 我们走 见他们要走 孟二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语气有些不满道 清哥妹妹何必对我这般冷漠 我已经同表姐说了 清哥妹妹正好无婚配 我也没有 正好我们俩可以凑一对 现在增进增进彼此的感情 多好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听了这话的阿岁瞬间怒了 你需要在这里 败坏我家小姐的名声 就凭你也配得上我家小姐 我孟二 怎么就配不上你家小姐了 孟二 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 玩玩想了想 脑袋里突然灵光一闪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孟二不就是那个 恶毒继母的远房表弟吗 自打那恶毒继母陈姨娘 当家做主之后 他的不少亲戚 都脱家带口的来堂家生活 这个孟二 就是其中的一个软饭男 整日不务正业 无所事事 他贪婪漂亮姐姐的美貌 想要他做自己媳妇 漂亮姐姐自然是不愿 于是胡这个软饭男 联合那恶毒继母陈姨娘 对漂亮姐姐下药 送到了软饭男的床上 两人生米煮成熟饭之后 漂亮姐姐不得不从了 结果最后就难缠死掉了 这个软饭男真的太恶心了 晚晚坐在窗户边 眼看着这个软饭男 就要对漂亮姐姐动手动脚 他正想着有什么办法阻止时 他突然看见了 坐在他对面的二皇兄 见二皇兄此刻 也正看着外头发生的一切 二皇兄你冲呀 你忍心看 那么漂亮的漂亮姐姐 被人欺负吗 去 现在冲出去打倒 那个吃软饭的丑男 帅气登场 来个英雄救美 然后你就有老婆了 肖默青看着外头发生的一切 正打算出手相救时 突然听见了某个小奶团子的心声 英雄救美 然后你就有老婆了 在听见这句话之后 他撑着窗台的手 险些要一滑 耳根都有些止不住的发烫 这个小屁还真的是 又在胡言乱语 那么二见这唐青哥 如此的不实抬举 正打算动手 直接将他拉上马车时 他的手还未碰到他 一道黑影突然落下 一脚将他踹到了一边 哎哟 他扑通一声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唐青哥只觉得 眼前闪过一道身影 那人速度很快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只看见那人高大的身影 挡在他的面前 他的衣角 扬起轻擦过他的手背 带来丝丝 类似于竹子的香气 对女孩子动粗 非君子所为 男人的声音沉稳低沉 如同暮色中的波纹 一波一波地扩散开来 一点一点地朝着他的心中撞去 你谁呀你 那孟二被一旁的马夫 从地上给扶起来 捂着自己摔腾的屁股 一脸暴怒地 要同男人争论 但还没上前几步 瞧着男人的冰冷的眼神 想想方才他踹他的那一脚 又瞧着眼前男人这身 看起来价格不菲地穿着 应当是个非富即贵的贵人 孟二也是个欺软怕硬 瞧着面前高大俊美 衣着不凡的男人心中 难免生起了几分胆怯 哆嗦着故意抬高声音道 我还有要事 不跟你这小子一般见识 话音刚落 那孟二赶紧催促着一旁的马夫 驾车离开 今天要不是他出门 只带了一个马夫 他怎么会轻易地放过 这爱多关心闲事的臭小子 孟二捂着屁股 灰溜溜地上了马车 一溜烟地跑没影了 姑娘没事吧 肖默轻转过身 对着唐清歌开口道 唐清歌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男人那俊朗的脸 眼中难得出现了几分动容 但他也只是一瞬的功夫 便低下了毛子 对着肖默轻轻冷道 多谢公子解围 举手之劳而已 肖默轻目光落在少女的脸上 如此近距离地看他 同幼时相比 当在他的目光落在他穿着的衣服上时 他的不由皱了皱眉 如今已是深秋 近来今日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他怎么还穿着如此单薄的衣服 肖默轻闽唇无言 眼中不由多出了几分心疼 许是怕他看出来让他觉得尴尬 肖默轻果断地转身离开 没再同他多说一句话 坐在窗户边 瞧着他二皇兄英雄救美的婉婉 看得正起劲 就见他二皇兄直接转身离开 看到这一幕的婉婉 直接是一脸问号 不是我二哥 你同漂亮姐姐 这才说了一句话你就走了 你要不要那么直男啊 你再英雄救美 就完不得互相留个姓名电话住址 啊呸 就算没个电话 告知个名字也行啊 你这直接救完就走 漂亮姐姐到哪里知道 你这个救命恩人是谁了 他二皇兄不急 巴拉在窗台边上看着的婉婉都急了 尤其是看着他 二皇兄英雄救美后直接回来 他感觉他此刻就是那个光为皇帝 着急的那太监一样 可真的是急死他了 叫你不主动 这会儿老婆跑了吧 肖默青一进铺子 就听见了某个小屁孩的心声 他瞧着他 盯着他那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并未说什么 这小屁孩到底是年纪小 这爱情哪有他说的那么简单 他不过是出手帮了一个小直幼小的忙 人家又怎么会光凭这一点 就爱上他 二哥我们俩选好了 一旁的肖纯元和肖佳希 两人在铺子里 选了不少女子用的胭脂水粉和小首饰 听了这话 肖默青慷慨地拿出荷包 给两人付了款 再看到他们两人手上那个的东西 他突然想起了方才的少女 随后 他视线看向窗外 见街道上早已经没了方才少女的身影 想到少女方才穿着的单薄衣裳 他眼眸沉了沉 小屁孩这个送你 四人上了马车之后 五公主肖纯元便从买来的包袱里 掏出一个小锦盒递给了婉婉 婉婉一脸猛逼地结结果 小脸有些不敢相信道 送给我 肖纯元一脸高傲道 在场除了你 还有别的小屁孩吗 婉婉还在疑惑 这小太妹怎么突然送她东西 结果一打开 就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像是小蝴蝶的不摇 到底是女孩子的天性 婉婉见此眼睛不由亮了亮 哇 真好看 谢谢五皇姐 肖纯元 哼 婉婉 我也有东西送你 一旁的肖家西说着 也递给了小奶团子一个锦盒 谢谢黄姐姐婉婉高高兴兴地接过 打开盒子之后发现 直接是两条粉色花纹图案的发带 哇 这个也好好看啊 今日这两个小太妹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好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肖纯元 这小太妹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好话还是坏话 肖家纯 我怎么也成了小太妹 殷殷殷 一旁的肖默青见此不由开口道 你们俩小屁孩倒是会做人 花我的钱 好人都让你们做去了 我们也给二哥你买东西了 说着 六公主肖家西从一旁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了她 这可是我和纯元挑了好久的 哦 是吗 肖默青眉头轻挑了一下 接过了肖家西递来的盒子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是个荷包 她笑着道 算你们俩有点良心 肖默青将荷包揣进了兜里 瞧着一旁已经好成一团的两个小孩子 心里还是忍不住 困惑道 不过我还是疑惑 你们俩如今怎么那么好了 先前还不是见面就掐吗 听了二皇兄这话 一旁正倒过着发带的婉婉 心里也是困惑极了 我也想知道 因为林优的挑拨离间 五公主和六公主两个人一见面就互掐 现在怎么好的 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你那个好姐妹林优呢 肖默青听见小奶团子心声之后 这才想起来那个叫林优 肖纯元 她呀 她胆大包天 居然敢偷我东西 而且还不是偷一样 然后被我狠狠揍了一顿 就再也不敢来找我了 也多亏了 她能听见这个小屁孩的心声 从而得知了林优的本性 她不是喜欢偷她的东西吗 她就在胭脂里头加了点东西 结果林优当场就暴露了 然后她果断地派人打了她一顿 让她再也不敢来她跟前蹦跋了 笑话 居然敢偷她的东西 她留她一条狗命 已经算作仁慈 一旁听见满满心声的肖家熙 心中又震惊了 她这个九皇妹 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连林优都知道 其实一直以来 她也不喜欢林优 那个林优 总是会挑拨她和纯元的关系 本来她还以为纯元会原谅林优 可没想到 纯元并没有原谅林优 反而过来跟她道歉说 我和林优是假玩 你才是我好姐妹 一开始她听纯元对她说这话 她还以为她是在耍她 要不是她那个爱公斗的娘 让她讨好纯元 她才不会装作很大度 不计前嫌的跟纯元玩 不过通过这几天相处下来 她发现纯元好像真的变好了 真的把她当做好姐妹了 那她就大度一点不计前嫌 跟她继续做好姐妹呗 晚晚在外头浪了整整一天 她回到扶红宫时 已经是到了傍晚 娘亲晚晚要喝水 晚晚一蹦一跳地朝着屋子跑去 那影子还没让人瞧见 倒是先让人听见了她的声音 今日二皇兄带她吃了太多东西 她现在尊都尊都好想喝水 乖宝今日去哪里玩了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 晚晚一进门 便赶紧扶着她娘亲手里的水杯 咕噜咕噜地喝了好几大口 看着小奶团子喝得这般急 已非赶紧伸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瓜 慢点喝 哇 咕噜咕噜地喝了好几大口之后 晚晚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才回答她娘亲的话 二皇兄带我去逛街了 买了好多好吃的 还遇到了五皇姐和六皇姐 她日子倒是过得滋润 大豹君的声音突然在一旁响起 晚晚不由被她吓了一大跳 我敲 吓我一跳 这扎爹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一直坐在椅子上的大豹君 这小屁孩眼睛往哪里长的 他那么大个人一直坐在这里呢 爹爹好 爹爹你怎么在这里啊 晚晚一脸惊喜道 小屁孩的演技 倒是从来都没有让她失望过 嘴里软着嗓子都喊她爹爹 心里却在喊她臭渣爹 臭渣爹什么时候来的 来这多久了 什么时候走啊 和我娘共处一室 适合居心 是不是又贪图我娘美色 对我娘意图不鬼啊 大豹君看着跑到 他跟前来的小屁孩 啪的一下将手中的奏折合上 然后皮笑若不笑的 将面前的小奶团子抱在了怀里 当然是想乖保你了 臭渣爹 我才不信你的话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大豹君 很快夜幕落下 晚晚见大豹君依旧坐在椅子上 看着奏折一动不动 他心里难免有些胶着 很晚了 这扎爹怎么还不走 他还坐在这里干嘛啊 后宫里的那些阴厌厌那么多 干嘛一直待在这里啊 他该不会 今日真的要在这里留宿吧 大豹君本来并未想留宿在这里 但谁让他天生反骨 听见某个小奶团子 那胶着的心声 他既然不想让他留在这里 那他偏要在这里过夜 见天色很晚了 福公公走了进来 恭敬问道 陛下 今夜市 震惊日留宿 福龙宫 福公公话还没有说完 大豹君便打断了他的话 听见大豹君这话的晚晚 感觉天都要他了 扎爹要留宿 那不就意味着他要跟娘亲睡觉 绝对不行 不行 大豹君无视掉某个小屁孩呢 叽叽喳喳的心声 视线看向屋外 眼眸有些冷 他心中生起了那股预感 如果他预感正确的话 等一下便会有人出现 又会说哪位妃子怎么怎么样 让他去看看 每当他和一妃的感情 似乎会有进一步进展时 总会有人来打搅 倘若一次两次都是巧合 那么一直如此 就显得十分不对劲 大豹君眼神冰冷地看向窗外 他在堵 堵那所谓的预感 下一秒 他就见站在门外的福公公 突然一脸神色紧张地 走到他的跟前 小声开口道 陛下 赵成功传来消息说是 丽妃娘娘刚刚不小心摔下了池塘 呛了水 差点没了半条命 听了福公公这话 大豹君顿时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那种像是被人支配的熟悉感觉 又再次地出现 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福公公这话一说 大豹君感觉自己的身体 像是控制不住地 要站起来离开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 咔嚓一声 掌心的玉佩被他捏碎 传来的微微疼痛 无疑不是在刺激着 让他保持清醒 丽妃好像是六公主 萧家西的亲娘来着 提到丽妃这个名字 晚晚脑海里就不由想到了 他和扎爹出狱时 那个让宫女用针扎他手 来滴血认亲的美艳女人 那个就是丽妃 记得丽妃在文中 还是挺受扎爹宠爱的 知道自己的爱妃掉河枪了水 扎爹不得立刻 马上麻溜地溜过去看看 晚晚原本以为 这扎爹会立马麻溜地离开 可没想到下一秒 他听见那扎爹冷声道 即使溺水便给他寻御医去 让朕去作合 福公公一听这话 也觉得甚至有道理 那老奴这就回绝去 说陛下您正式繁忙 不便脱身 大暴君没有麻溜地离开 反倒是福公公麻溜地离开 派人去回话 晚晚自然不知道 大暴君心中所想 见扎爹如此干脆冷漠地回绝 心中吐槽道 不亏是扎爹 好歹是你爱妃呢 人家枪了谁 你不得去关心一下 丽妃故意枪水 不就是为了想见你人受圣宠吗 真是不懂女人心 晚晚内心正吐槽着 就见扎爹那视线 突然看向了他 不由吓得他一跳 要不是知道自己 只是在心里面骂他 不然他都要以为扎爹听见他的心里话了 那么晚了还不快去睡觉 大暴君说完这些话 便对着一旁的宫女道 宋公主回去睡觉 饶是晚晚心中十分不愿 但他还是被宫女给抱起带了出去 小屁孩被宫女抱出去的时候 大暴君还能听见 他在心里鬼哭了好道 娘哇我可怜的娘 要被扎爹给弄脏了 呜呜 可 听见他这心生的大暴君 耳根部有有些发红 这小屁孩竟胡说八道些什么 等到小屁孩走了之后 他这才垂下眼 将视线落在自己手上 摊抬手掌之后 就见他的掌心血红一片 原本被他紧握在手中的那玉佩 已经被他捏碎 破碎的玉佩划破掌心 鲜红的血将玉佩染红 看着掌心的血 他并未觉得疼 反而冷生一笑 一飞走来时 看见男人掌心那鲜红的血 不由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走到男人的身边 查看他掌心的伤势 天哪 闭下手怎么伤成这样 瞧着那血红模糊的一片 甚至于有些玉佩的碎片 都扎进了肉里 他赶紧让宫女去找御医前来 却被大暴君一口回绝 朕没事 都伤成这样了 陛下怎么能说没有事呢 一飞扶着大暴君 那还在不断流血的伤口 对着一旁的荷花道 快去找御医 荷花正要出去喊御医 就听见陛下开口道 不用 去拿药箱来 陛下 一飞见陛下竟然如此固执 眼中弥漫着浓浓着急 大暴君伸出另一只 没有受伤的手 摸了摸一飞的脑袋 声音轻柔道 乖 药箱拿来 若是等御医来 朕估计血都要流干了 听了陛下这话 一飞看着男人掌心 还在不断流血的手掌 他一时紧张 竟忘了此时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给陛下止血要紧 宫女匆匆将药箱拿来 处理伤口这种事 对于大暴君来说 自然是不在话下 只是流了些皮肉血的小伤罢了 先前他带兵打天下时 受的伤比这还重 大暴君熟练地 将掌心的玉佩碎片 从肉里挑出来 然后撒了些止血药再包扎 大暴君正要将包扎的伤口扎紧 一旁的一飞 见他一只手包扎不太方便 朝着他伸手道 陛下 让臣妾来吧 大暴君没拒绝 松开了手 让他给他包扎伤口 一飞 陛下怎么突然受伤了 听着一飞担心的话语 大暴君淡淡回应道 已不小心用了些力 陛下可要多多小心注意才是 一飞贴心提醒道 大暴君看着面前女人那清秀的小脸 心中不由生出了几分暖意 他俯下身子 一吻亲在了一飞的嘴角 一飞没想到 男人会突然亲他 身子微微正了一下 必 啊 一飞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惊呼了一声 原因无他 只因陛下突然缓住他的腰 将他抱坐在了他的怀里 他没有说话 而是一点一点吻上他的嘴角 大暴君心中生起了一股预感 好似他们本应该就这样 就这样相爱 是谁在默默操控着他们的命运 这一点 他无从知晓 但暗藏在角落里的卑劣者 总会有冒出马脚的一天不是吗 剧情人物出现OOC 系统自动开启强行清除功能 强行清除功能出现故障 呲 出现故 呲 晚晚是在怒骂扎叠时 混蛋的心声中迷迷糊糊睡着的 睡梦中的他 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刺耳的电流声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声音 被人打扰美梦 晚晚不由翻了身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又睡了过去 次日 晚晚一早起来 果真看见某个扎爹还在 可想而知 他昨夜当真是在这里过了夜 扎爹人模狗样的 坐在椅子上正用着早膳 不知是他的错觉还是什么 总感觉今日这扎爹 看着容光焕发了 比以往又帅了不少 爹爹早挖 嗯 乖宝起得还挺早 大暴君今日心情很不好 路过的狗 好似都能被他夸几句 一飞 乖宝醒了 见自家的美丽娘亲过来 晚晚盯着他的娘亲看了看 娘亲现在怎么还活蹦乱跳的 这是没和扎爹睡 还是扎爹不行啊 大暴君 晚晚一边啃着包子 一边吃瓜似的 眼神落在一旁的男人身上 大暴君第一次觉得 这小屁孩懂事 是如此天理不容的事 若非是不可 要不然大暴君铁定 直接揪起某个小屁孩的衣领 大怒道 你爹我七天七夜都没问题 早上过后 大暴君忙着上朝 总算是离开了芙蓉宫 晚晚美滋滋地躺在椅子上 想着今天这美好 而又咸鱼的一天 该如何度过时 她娘亲突然给她打扮了起来 娘亲 我们是要去哪里吗 我们去慈宁宫 太后也就是晚晚的黄奶奶 在慈宁宫摆了宴 让我们过去呢 晚晚还没有见过黄奶奶 对不对 前几天 太后刚从灵山寺里佛归京 吉日特在慈宁宫设了赏菊宴 邀请了不少京城的夫人 和贵女前来 表面上是设宴 其实是为了 给她那几个皇孙选妃来着 晚晚被她娘亲牵着小手 来到慈宁宫 再踏入慈宁宫的那一刻 晚晚感觉自己 就跟踏进了盘丝洞似的 许是知道 今日不是单单地赏菊宴 来参加宴会的贵女们 都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看待在场 好多穿着艳丽的千金贵女们 各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像个花蝴蝶似的 晚晚立马化身成小迷妹 一脸花痴地看着 哇呜 好多的漂亮姐姐哇 哇呜哇呜 漂亮姐姐们贴贴 臣妾参见太后 太后万福金安 晚晚还在直勾勾地 看着在场的漂亮姐姐 就见她的娘亲 突然拉着她跪了下来 给上方的太后请安 晚晚也学着她娘亲的样子 跪在地上 给太后磕了一个头 晚晚参见太后 太后万福金安 那稚嫩的童音突然响起 在场的妃嫔 夫人 贵女们纷纷停止的声音 朝着跪在地上的小奶团子看去 当太后寻着声音 看着跪在地上的母女二人 立马露出了慈爱的神色 这孩子就是晚晚吧 一飞你快把她带过来 让爱家好好瞧瞧 一飞听言 立马将小奶团子 给牵到了太后的面前 先前离得有些远 晚晚看不清 她这个黄奶奶的样子 直到她娘亲 牵着她走近之后 当晚晚瞧着眼前的大美人 眼中闪过浓浓惊艳 我敲 这就是我的黄奶奶吗 啊 居然那么年轻 好漂亮 大美人啊 太后看见小奶团子的 第一眼就十分喜欢 正要将她抱在怀里时 突然听见了 这小奶团子 没张嘴的说话声 不由下她一跳 是这孩子在说话 啊 大美人贴贴 晚晚直接扑进了 女人的怀里 太后萧长怡 看着眼前这个没张嘴 就能说话的小妖怪 一下子扑进了她的怀里 美眸中闪过惊讶之意 她下意识抬头 看了看身边的其他人 发现他们脸上的神情 十分正常 好似并没有听见 这孩子的话 好在她是见过 大世面的人 很快她便反应过来 她是听见了 这个孩子的心声了 而且只有她一个人能听见 什么情况 她礼佛礼久了 这是佛祖显灵了 扎爹的娘亲也太好看了 看起来居然那么年轻 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人 像三十岁 听见小奶团子 在心里夸奖自己 萧太后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脸 勾唇笑了笑 谁不喜欢被人夸 她这个小孙女 嘴巴可真甜 她喜欢 宝贝长得真可爱 哀家很喜欢你 萧太后说着 便将自己手上 带着一个玉镯子 带到了她的手上 这玉镯子就当是 哀家送你的见面里 黄奶奶不仅人美 还那么大方 婉婉喜欢你 看见玉镯子 婉婉眼睛都亮了 嘴巴甜甜道 谢谢黄奶奶 这小嘴可真甜 萧太后一脸慈爱地 看着面前的小奶团子 谁懂阿家人们 我文中的偶像 现在变成我黄奶奶了 阿乌阿乌阿乌 要说我这黄奶奶 也是十分传奇的女子呢 一出生名门贵族 父亲兄长 既是有勇有谋的大将军 出生在这家的人家 我的黄奶奶自然也不是个娇小姐 同她的父亲兄长上阵杀敌 比男子还厉害 多威风啊 听见婉婉新生的萧太后 这会更加震惊了 她这小孙女 居然还知道她年轻时候的事 一想到年轻时 自己跟着父亲兄长上阵杀敌 萧太后心中 生起了一股激动之意 当年的日子 多舒服潇洒呀 人人都嫌弃大漠的风沙粗犯 但她却喜欢 急了大漠的风沙 因为只有在骑马握剑 驶过倒倒黄沙路 砍下敌人的头颅时 她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 是潇洒和自由的 黄奶奶当年是多么风光啊 可惜回京之后 遇上了渣男皇帝 也就是渣爹的那个渣爹 一到圣旨 将黄奶奶捐进在了皇城之中 一想到那个渣男皇帝 晚晚心里就来气 那渣男皇帝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之所以娶黄奶奶 就是因为忌惮黄奶奶的家族势力 最后她故意陷害 害死了黄奶奶的父亲和兄长 当时黄奶奶还怀有身孕 她纵容妃嫔 还想害死黄奶奶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提到那个杀她父亲和兄长的狗皇帝 萧太后心里已经是生起了浓浓恨意 那狗皇帝连和欢平 想要害她和她腹中的孩子 她那时可谓是狗言残喘 为了腹中的胎儿 她选择了隐忍 收起了自己的所有恨意 在冷宫狗活 可我黄奶奶是什么人啊 怎么可能会一直隐忍下去 在冷宫的日子里 她没有一刻放弃报仇 在冷宫生下孩子后 暗自折服了十八了 终于在十八年后 也就是我那扎爹十七岁的时候 让我扎爹造反起兵造反了 砍下那渣男皇帝的狗头 杀了那欢平 将天下改成萧姓了 听着小奶团子在心中 述说着她曾经的往事 萧太后心中不由生起了自豪感 那人和地本就是一个废物 若不是那个自称自己来自于 什么现代的欢平一直帮她 就凭她也能坐稳皇位 时至今日 她也承认那个欢平确实厉害 她所说的那些话 她至今都感觉新奇 但那又如何 她承认她那个时代的人也许很厉害 知晓很多他们这个时代人不知道的东西 但她却忘了 这里是她的时代 是她萧长怡的父亲兄长 用命打来的天下 可不是她一个穿越者 三言两语就能夺去的 黄奶奶那么厉害 可惜用不了多久 就要嘎了啊 一想到她的黄奶奶惨死 晚晚忍不住在心里嗷嗷哭 本来还沉浸在被小孙女夸奖声中的萧太后 听了这话 瞬间清醒了过来 她嘎了 是她要死的意思吗 萧太后差点没忍住脱口而出 问她这小孙女她是咋死的 二皇子三皇子道 门外传来太监的声音 得知两位皇子来了 在场的贵女们纷纷将视线看向了门外 两人走进店内 瞧着在场的那么多贵女时 显然是吓了一大跳 晚晚被她娘亲牵着落了座 看着她二皇兄那一脸震惊的样子 心中不由偷笑道 见二皇兄那一脸吓到的样子 还不知道我黄奶奶是编了什么借口 将她骗过来的呢 肖默青从踏进来 瞧见在场那么多京城的小姐在场 差点没忍住 直接扭头离开 她大致能猜到 黄奶奶叫她过来 是给她选妃来着 可她没想到 居然有那么多女子 听见小屁孩心生的二皇子表示 她并未是被骗过来的 而是被威胁来的 一大早 黄奶奶派人给她传话 话中大致的意思是她若不来 她就派人打断她的腿 然后直接给她盲选个皇子妃 黄奶奶向来说一不二 她哪敢不来 万一她一怒之下真的给她盲选一个 二皇子无视掉在场贵女们 落在她身上的视线 给太后请了安之后落了座 刚一落座 某个小屁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坐在二皇兄旁边的那个 就是我三皇兄吗 啊 也是个美男 美男皇兄贴贴贴 知道这小屁孩他美色 肖默青早已经是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了 二皇子肖默青一脸平静地 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 反倒是坐在他身旁的 三皇子肖怀景听着耳边 突然想起来的那道萌娃音 心中早已经是震惊无比 直到这萌娃音再一次想起来时 他才注意到 说话的是那边的一个小女娃 那孩子不就是他最小的九皇妹 萧云婉吗 啊 果然多看看帅气的美男 心情也跟着变好了呢 在那萌娃音再一次想起来那一刻 肖怀景下意识朝着那小奶团子看了过去 见他没有张嘴 他突然意识到 他这是听见他的心声了 肖怀景看了看四周的其他人 见众人脸上都十分的平静 像是突然意识到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 饶氏心中无比震惊 肖怀景面色努力镇定住自己脸上的神情 是他没有睡醒还是什么 这该不会是他在做梦吧 他赶紧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那腿上的疼痛无疑不是在提醒他 这一切是真的 这都不是梦 虽然太后办宴会的目的是 为了给他几个黄孙物色皇子妃 但好歹是宴会 怎么能少得了吃的美食呢 宫女城上一道道用橘做的点心 晚晚看着口水都差点流了下来 坐在上方的萧太后 见自己的小孙女在底下吃得如此欢腾 心中难免有些焦急 她这小孙女说她会死 那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萧太后想了想 皇室中人最常见的死法 被下毒 被刺杀 被淹死 被捅死 太后 陈晚晚小姐还没来 要不老奴派人去看看 站在萧太后身边的嬷嬷 突然开口说 听了嬷嬷这话 萧太后这才发现 陈晚晚的丫头还没来 她点了点头 对着嬷嬷道 派人去看看 是不是迷路了 正在美滋滋吃着糕点的婉婉 听见有些耳熟的名字 耳朵不由竖了起来 陈晚晚 女主之一的陈晚晚 她就是害死我皇奶奶的凶手啊 萧太后 萧莫青 陈晚晚害死皇奶奶 皇奶奶会死 嗯 萧怀景 陈晚晚是谁 她居然要害死皇奶奶 听见晚晚心生的三人皆是十分震惊 萧太后也是震惊无比 这陈晚晚是她在灵山寺所遇到的一个可怜孤女 在灵山寺的这几个月来与她相处十分和缘 在得知这孩子的悲惨身世之后 她心中怜惜 回宫时便一并把她带了回来 想着这孩子这般好 若是和她的哪个皇孙看对了眼 也能结成一桩美事 若是不能 她也说了 愿意一直待在她的身边伺候她 她瞧着好好的一个孩子 居然最终会害死她 门口传来动静 在场的众人纷纷看了过去 就见太后的贴身嬷嬷 身后跟着一位长相清秀的少女 此女正是陈晚晚 来了 害得大暴君一家兄弟相残的女主一号陈晚晚登场了 在原文中这个陈晚晚天生媚体 对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也正因为她的出现 让三皇子和四皇子疯狂地爱上她 为了她一向感情十分要好的两兄弟反目成仇 最后三皇子为了陈晚晚 直接一刀捅死了她四弟 沦为对陈晚晚言听计从的舔狗 为了陈晚晚她卖国通敌 起兵谋反 沦为男主的走狗 甚至于还害死了黄奶奶 就因为黄奶奶见她的两个孙子 为了陈晚晚反目 她便想派人将陈晚晚送出宫 结果陈晚晚不愿走 便对黄奶奶下毒 最后舔狗三皇子给她擦屁股 伪造成黄奶奶上吊自杀的假象 但她不知道的是 陈晚晚至始至终都没有爱过她 作为女主之一的陈晚晚 最后爱上的人 当然就只有男主了 舔狗三皇子区区一个炮灰 被陈晚晚利用完之后 直接派人将她打成残废 灌了毒酒 无了